今天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我们小道场,这么一个场所已经就太大了。 架上这些机器,我们这些录音带,录影带,就流通到全世界。 现在还有电脑网络,一放上去,过去悟哄法师跟我讲,全世界有五千万个地方可以收到我们的资讯,这个道场不就遍及全世界。 全世界就是道场,而自己讲经说法的场所,一个小小房间就够了,就能把佛法传遍到全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高科技,可以不要道场,不要信徒,不要供养,就能把佛法送到全世界,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符合,金刚经,上的教训。 自己身心清净,自己的的确却误入无声,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功德利益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 众生获益,不可思议。 其福甚比才施,更贺呆言。 经只重在流通无上法宝,故夏文专约演说言。 演说的功德无量无边。 一八二,是流通法指指本性。 云和为人演说。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这两句是教给我们流通的方法,流通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态度,来流通大法,来积功内德,这两句话是,指指本性。 一,云和为人演说,有二亿。 一是问演说之人,应当如何? 二是问演说经义,应当如何?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两句,正开是二者应当遵守之鬼则也。 二,以说者言,应于能说,所说,即听说者之相,皆不取者。 所谓以不生灭心,说时相法是也。 不生灭心,即是本性。 所谓,如如不动,是也。 以说者言,应于能说,能说是人,我在讲台上,我能说,所说的是这一不经意。 即听说者之相,皆不取者,都不可以这相。 如果这,我能说,我的功德很大,不错,功德是大,那个大是有限度的。 为什么有限度? 因为你辙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这相的福德,功德,不能超过六道轮回。 只要你有四相,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只要你有四件,你就出不了十法界。 换句话说,四相没有了,你超越六道,四件没有了,你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才能够正的一真法界。 所以叫你不能者,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讲经,我讲的是,金刚经,有这么多人来听,你统统着了。 你所得的是,来生一点人天福报而已,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决定不能者。 一定要记住,身心世界一切万法,都是空的,都是了不可得,都是一场空。 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建立道场,古人所讲,水月道场,这是比喻水里面的月亮,建道场是水月道场,讲经说法,弘法立身,是梦中佛式。 你要是把它看成静花水月,梦幻泡影,你的心就清静,这样你所做的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决定不能者相,这就错了。 所以说,皆不取者,取是分别,这是执着。 所谓以不生灭心,说时相法是也。 不生灭心,即是本性。 所谓如如不动视也。 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身心世界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这个像我想大家能体会到一些。 可是要保留,要常常这样想,不能一下就忘掉,一下忘掉,你就又迷了。 常做如是观,你就会觉悟。 虽然我们积极的弘法立身,绝不着一点点的香,绝不以为自己有一点点的功德。 为什么? 统统不可得,这个要晓得。 这样的做,不住又生心,身心又不住,才与如如如不动的自信完全相应。 假如只有不住,没有生心,那是死的,那个自信不起作用。 唯有不住又生心,它是活的,它起作用,虽起作用,也不住。 由此可知,不住跟生心是一不是二,这就是所谓,不一不一。 这是,金刚经,上讲的原理,与这个原理就相应了。 三,眼说之人,应三伦体空,称性而说,直指心缘。 令文者,即文字,起观照,务实相般若也。 以此经所说,皆成佛之法也。 眼说之人,应三伦体空。 三伦,就是说者,说法,听法的人,这三方面都不着,就叫三伦体空。 三伦体空一定是称性而说,为什么? 你离开四乡,离开四见,那个心是真心,那个心就是真如本性。 不但你的眼说是真如本性,你的生活也是真如本性。 像诸佛菩萨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视线,在,金刚经,前面,入舍位大臣去起时, 这一脱波,都是真如自信的全体显露,我们凡夫看不出来。 凡夫为什么看不出来? 因为凡夫者相,凡夫者见,凡夫有四见,有四相,所以看不出来。 虚菩萨尊者在佛弟子当中,他所表演的是解空第一,也就是说, 虚菩萨四相,四见都离了,所以他看出来了。 他看出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是金刚班若波罗蜜。 由此可知,我们要能够把四见,四相离开, 我们的生活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是金刚班若波罗蜜。 入这个境界,所有一切的灾难,苦恶统统没有了。 心经,上说得很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现在世界上灾难很多,在你完全没有,全部化解掉了, 众生有灾难,你没有灾难。 众生灾难从哪里来的? 这乡来的,妄想,分别,执着理来的。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 所以要晓得,只要到三轮体空,就是讲四见,四相都不执着, 你就是,称性而说。 说话是称性,刚才讲了,你穿衣也是称性,你吃饭也是称性。 你一举手,一低头,没有一样不是称性的,宗门里见性之后的人他就讲, 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就这个意思,没有一样不称性的。 直指心缘,真心本性完全显露。 令文者,即文字,乞观照,务实相般若也,这是教学重要的理念,效果。 讲经说法的目的何在? 是希望大家对于经意了解,能够把经典理念的理论,方法,境界, 都搞清楚,搞透彻,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观照,就是应用在生活里面。 这样的经念的,就不是白念,它就真得受用,真得利益,误入实相般若。 以此经所说,皆成佛之法也。 经刚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成佛的方法,都是永托轮回,出离实法界,让我们清正义真法界的方法。 这个地方讲成佛是广义的,明星见性,见性成佛,在原教里面讲,出注菩萨就成佛了。 所以此的讲的成佛之法,这个佛是从原教出注一直到等觉,这是四十一位法身大事,都叫做佛。 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是指这些人。 这些人虽然没有证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他的的确却可以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他能在十方世界,应以佛身的度者,他就可以现佛身而未说法,他的大自在了。 三十二硬身是三十二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他有能力现无量无边的身,帮助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身,原初注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 原初注菩萨是什么样境界? 刚才讲了,离四香,离四剑,就是原初注菩萨。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利益,这个好处,这是满阿森指节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失不能比,那怎么比法? 这个人能在十方无量无边世界随类化身,这是说明离四相,离四剑的真正利益,真正的好处。 四,为人眼说,若不得恶药之方,非大而无当,即散而无归。 文者难获法意 故事已经意之恶药处,即此之恶具于下文之遗迹事也。 可见此二具遗迹,乃本经之要指,亦及一切佛法之要指。 千经万论,所说性修理事。 此二具遗迹,包括敬以。 为人眼说,若不得恶药之方,非大而无当,即散而无归。 文者难获法意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特别是要发心为人眼说。 为人眼说的范围很广,不一定是上台讲经,这只是为人眼说的一种方法。 随时随地遇到你认识的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就给他讲这个经。 讲一句也好,讲半句也好,你就给他讲这个经。 他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都没有关系。 听懂了,他能得利益,听不懂,所谓,一粒耳根,永味道种,你把,金刚精,的种子,种在他阿赖耶石里面去了,所以听懂,听不懂都没有关系。 你只是很欢喜,很乐意的为他讲,你讲的时间长跟短也没有关系。 学习讲经,一开头时在讲,最低限度我们要遵守这个原则,要守五年到十年。 这个原则就是四个字,第一个是,简,简单。 你跟人家讲,要讲的简单,不能讲的繁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般人怕麻烦,越简单越好。 第二个是,易,容易。 不要讲的太深,太难。 讲的太难了,人家做不到,所以要易。 第三个是,浅。 浅就不能深了,越浅越好。 第四个字是,明。 要明白,明而不昧,昧就是讲的不清楚,意思讲的不清楚那个不可以。 你只记得这四个字,简易浅明,就讲的好了。 太深的东西我不懂,我不讲,我只要讲我自己懂得的。 我自己懂得,还要想到对方能不能听得懂。 我懂得的,对方觉得很难很深,我也不讲。 你只要抓到这四个字,你就一定讲的好,一定会受人欢迎。 所以为人眼说,一定要把恶药掌握到。 如果掌握不到,那就是,大而无当,散而无归,我们听到很多人讲经犯这个毛病。 他一场讲演,也真的花了不少时间,不少心力在那里准备,参考许许多多资料,翻上台来,说的天花乱坠。 我们听了之后,不知所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这就是,大而无当,散而无归,这是毛病。 换句话说,跟我刚才讲的恰恰相反,他讲的东西太繁琐,太难太深了,深到连他自己都不懂,他自己都不懂。 怎么能叫别人听懂?这是真的。 古人的,他这里超一点,那里超一点,他自己不晓得什么意思。 这是大毛病,所以听的人他不得利益。 不得利益,当然人家下一次就不来,这是一定的道理。 故事已经一之恶药处,即此之二句于下文之一记是也,这两句跟后面一首记,这是,金刚经,最恶药的地方。 金刚经,讲的什么? 可以讲全经就是讲的这半记,一记。 这个两句是半记,后面,一切有谓法,如梦幻泡影,是四句,是一首记。 金刚经,的总结就结归在这半记,一记里,是把这个恶药说出来了。 可见此二句一记,乃本经之要旨,这是重要的宗旨。 一记一切佛法制要旨,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的总纲领,佛说法四十九年,班若是中心,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班若讲了二十二年。 四十九年用二十二年的时间讲班若,可见得班若是整个佛法的中心,班若是智慧。 金刚经,是整个班若的纲要,因此,金刚经,就是整个佛法的纲要,这两句,一记是全经的纲领,当然也就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 千经万论,所说信修理事。 此二句一记,包括敬乙。 这两句一记,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念念当中提起来,那个利益是无量无边。 当我们遇到一切事情,无论是欢喜的,欢喜起烦恼了,马上念一念,一切有未法,如梦幻泡影,你这个欢喜心就息下去了,让你的心清净,让你的心平等。 清净平等是真心,是自信。 你有什么烦恼,不如意的事情,念念,一切有未法,如梦幻泡影,你那个烦恼也就平息了,好的不得了。 平常跟人家应酬,你就记住这两句话,不取余香,如如不动,对人,对事,对物,常常记住,我接触,应当要接触,什么事情都可以照做,绝不这项。 也就是说,一切事情我都做,做得圆圆满满,尽心尽力去做,绝对不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取了香,就折了香。 所以要保持如如不动。 诸位要知道,诸佛菩萨的生活跟我们没有两样,一样穿衣,一样吃饭,一样工作,一样应酬,这是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大家见到的。 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学菩萨,都学佛。 他的工作并没有废弃掉,还是过他的日子,还是做他的工作。 但是人家高明在哪里? 高明就是在,不取于香,如如不动,他就是佛,就是菩萨。 我们今天变成凡夫,搞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就是这香,跟这两句话恰恰相反,我们的窥吃在这个地方。 我们起心动念,人家如如不动。 换句话说,这两句话,不取于香,如如不动,是凡圣的分水岭,你做到这两句,超凡入圣,做不到这两句,你是六道凡夫。 所以用这两句遗迹,来做整个佛法的总规结,才晓得它真的重要。 全经大义明白了,也无需要去记,就把这两句遗迹记住就行了。 过去华藏图书馆成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纪念品,一个小钥匙环,跟大家结缘。 那个钥匙环里提了四句,我就采取,不取于香,如如不动,前面加了两句,于人无真,于事无求,不取于香,如如不动,我做了小的纪念牌。 整个佛法不外这四句,你在这个世界上真什么,求什么,全是假的。 你在这里真的,求的,全是打妄想,你确实不可得,得不到。 能用这个方法常常起关照,你怎么不开智慧。 谭经,上我们读道,六祖会能见五祖,他向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们看到非常羡慕。 想象我们自己,弟子心中常生烦恼。 人家心中常生智慧,你要问为什么他生智慧。 他就是,不取于香,如如不动,所以他常生智慧。 他生活在智慧里面,我们生活在烦恼里面。 就这么一句。 所以佛法多吗? 不多,两句话就讲完了。 两句话详细解释,佛说了四十九年还没有讲完,归结起来就这两句话。 这两句一记得的确确把性修,性是本性,性德,修修学的方法,理论,事相全都包括尽了。 五,如是眼说,必能如是受持。 当知此两句,是全经之归结语。 亦是全经之发明语。 全经要点,不外,不取于香,如如不动,八个字。 学者当从此入。 不至瞻前顾后,泛滥无归矣。 如是眼说,必能如是受持。 奖经对自己修行有很大的好处。 好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恶习气太重了,什么恶习气?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这就是恶习气。 我们想改改不掉,成了一个老习惯,自自然然它就发作,这真正叫苦不堪言。 虽然听经,听懂了,听明白了,老毛病还是照犯,这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 要想对治这个老毛病,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奖经。 我年轻时,天天出来奖经,一个星期最多讲三十六个小时,一天讲两,三次。 人家说我,喜好奖经,我是不是喜好。 我说人家不懂,我是对治我的习气,天天讲,讲熟了那个印象就深。 我天天讲经劝别人,讲多了,慢慢自己就变成真的了,假的就变成真的了。 我是的这个利益。 不讲,不讲,不讲就胡思乱想,就打妄想,止不住。 早年讲经,讲经要看经,要准备,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教理上,打妄想的时间少,常常想这个经怎么讲法。 不像现在,现在是很熟了,都不需要准备。 不需要准备,我还看别的。 我读经没有中断过,虽然讲的经不需要准备,可是我还读别的经。 不是读经就是念佛,要不干这些事情,不要三天,一天都不行,妄想,分别,执着就又起来了,控制不住。 所以才晓得习气之难断,我们对于大乘法门,许许多多法门,我了解,我明白,我自己想想自己学不成功,只好念佛求生净土,待业往生,这个我有把握,这个没有问题。 照,金刚经,这个方法,我一生未必能做得到,但是念佛求生净土,我的确是很有把握,这个没有问题的。 如是演说,必能如是受持,这是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毛病很重,要晓得用什么方法对质有效,找一个最有效果的方法,来对质自己的毛病,克服自己的困难,这叫真正修行,这样功夫才能得力。 当知词两句,是全经之规结语,亦是全经之发明语。 全经要点,不外不取余香,如如不动八个字。 学者当从此入。 不至瞻前顾后,泛滥无归矣。 这事是尊高度智慧表现到顶点。 说法四十九年,班若说了二十二年,到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使我们听了这么多,不至于茫然,手足摸索错,那就白听了,没用处了。 到最后点出一点,我们只要抓住这一点,就把全经抓住了,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佛法统统掌握到, 这在教学的手段上最高明。 我们过去在学校念书,老师给我们讲课,讲到后来我们不晓得怎么做。 释迦牟尼佛能够四十九年说法,讲二十二年班若,到最后只出一条路给我们走,这就是高明的所在,这是真实的智慧。 你就在这八个字上用功,这八个字包括整个的理论,包括无量的法门,无量法门是方法,手段,但它的目的,刚领就这八个字。 你能够依照这八个字去修行,你是真正学佛,是真正的佛弟子,真正掌握住,知道怎么去做。 六,此二句皆说修功。 亦是说成效。 必能不取,方能不动。 亦必能观不动,乃能不取。 所谓亦互为因果者也。 此二句皆说修功,亦是说成效,可见得修行的功夫跟修行的结果,是亦不是二,所以这两句话也是功夫话,也是成就的话。 却确实实归到前面所讲,不依不依,诸法亦如,却实归到这个地方。 必能不取,方能不动,如何能做到不动心? 不动是真心,不动是智慧,怎样才能做到不动? 不取 是出世间一切法,我们决定没有求的念头,决定没有的的念头。 你还有所求,还想得到,你就错了,你的心是动的。 动什么? 贪甜吃慢,你心在动这些。 所以一定要统统都放下,我一切都不取,一切都不求,一切都不要。 也许说,那我们过日子。 过日子随缘,一定有好日子过。 缘是怎么来的? 缘是无量节所造的业,你所造的业它一定现香,业因果报。 随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果报,这叫随缘。 现在绝不再制造,现在如果起心动念还有趣,还有求,你现在继续不断再造。 继续不断再造,就不叫随缘,叫攀缘,那就错了。 诸佛菩萨不再造了,觉悟的人不再造了。 不再造,随缘,随缘自在,随缘会更幸福,随缘你一切都不会缺乏。 为什么不会缺乏? 你要真正体会到六祖所说的,六祖开悟时候所讲的,和其自信本来具足,因为你道不取余像,如如不动,你的自信显现出来了,你的信德透露出来了,自信里一样不缺。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你所有一切的受用,自自然然变现在面前,你怎么会有缺乏? 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生活的庄严,在《华言经》上看到毗卢哲那佛一阵庄严,我们这个世间大犯天王也比不上。 他那个富贵,那个生活,从哪儿来的? 他不是修来的,是自信里头信德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那是真正的享受。 所以你要不贪,你的享受比你贪,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没有办法计算的。 你心里想的什么,得的很有限,太少太少了。 这个都是真的事,真的道理,彻底明了了,才相信佛的话,我真放下了,我真不取了,人家要的,我全都给你,我绝对不想再要一点点,你的信德才会流露。 所以一定要能不取,然后才能不动。 亦必能观不动,乃能不取,观就是观照的功夫。 观,是讲明理,对于道理,事实真相真正看透彻了,晓得一切有为法,确实是梦幻泡影,这才真的不取,真的放下了。 真放下,他就真不动,真不动,就真放下。 所以不取跟不动,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互为因果者也,因果是相续相,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因又会变成果,因果是循环相续永远不断的,这是真的。 所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才交给我们,应摩锁住,而生其心,道理是在此地。 统统是事实真相,并不是佛的教条,你要认为是佛的教条,完全看错了,佛所讲的统统是事实真相。 7. 经中说相,甚多甚多,隶属难尽。 总之,凡说一法,便有其相。 经概括之曰,凡所有相,一切不取。 当之说一相字,法与非法,皆设在内意。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怕我们错解了意思。 佛说一个相,金刚经,上讲的这个相,讲的很多。 我们一定要晓得,只要说一法,法都有相。 不但色上是有相,色像我们今天讲物质,物质有相,心也有相,其心动念都有相。 我们想一个人,大家自己晓得,所谓是现在人讲脑海里面,或者是古人讲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人像。 你想一桩是,我们想金门大桥,金门大桥的相马上就现钱。 所以只要你有相,他都有相。 这个相,我们凡夫见不到,有定宫的人见到。 有很深定宫的人,你坐在那里打妄想,他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想到这里,又想到那里。 为什么? 他看到你这个相在变。 所以你心里想的东西都有相,这就是讲的,凡说一法,便有其相。 金刚经,里面所见的相,凡所有相,一切不取,就是色相,心相都不能取。 不但色相,心相都不能取,离开色相,心相,还有个空相,空相也不能取。 非法是空相,法这个字里,心相跟色相包括在法里,非法相是空相,空相也不能取。 凡夫要试着了空相,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就想那个空相,他将来往生生似空天,无色戒天。 我们晓得六道理最上,我们晓得六道理最上两一层叫无色戒天,哪些人取的。 这空相的人取的。 他就是色相,心相都指下来,的个空相。 这也错了,还是出不了三戒,浪费时间。 如果是学佛的人,功夫很高明的人,定功超越了世间四禅八定,成就第九定,第十定,超越三戒,正的阿罗汉果,辟知佛果。 他因为也是想空相,所以三戒以外有空相,佛教的名词叫偏真涅槃,佛在大臣上讲的,堕无畏坑,那也错了。 所以大臣菩萨空有两边不住,应摩锁住,不住有,而生其心,不住空,空有两边不住就对了。 所以说,相,一定要晓得,相里面是包括法相跟非法相,都在里面。 八,无论取何,取则心动。 取则者相。 而非如如之性矣。 圆绝经,云种种取舍,皆是轮回。 轮回,生灭心事也。 若能不取,当下便离生灭心矣。 无论取何,只要你取相,取则心动。 取则者相。 而非如如之性矣。 由此可知,不管你取什么相,你取的是法相,你取的是空相,非法相,你的心都动了,你的心都折了,也就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物。 心里有一物,就不是真心,就不是自信。 真心本性里面本来无一物,有没有佛法。 佛法也没有。 这个诸位要记住,不要认为这个世间相是假的,我要舍,折了佛法相,又错了。 佛在前面讲得很清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 为什么佛法也不可折,也要舍。 因为佛法是因缘生,也是,当体积空,了不可得,所以你要执着佛法,你也错了。 佛法都不能执着,真如本性里没有佛法。 诸位要晓得,你有了佛法,也见不到性。 所以佛在这部经上,彻底否定掉,佛没有说法,你要以为佛说法,你叫傍佛。 佛却确实实没有说法,这是我们在,金刚经,上见到的。 为什么? 佛四相,四见都离了,哪来的法好说? 如果有法可说,岂不就是落到四相,四见里去了。 那是凡夫,凡夫之人才有法好说。 四相,四见破了的人,哪有法好说? 这个一定要懂得,这里面的意思很深很深。 佛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要从这个地方去领会,才懂得佛的意思,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无说跟说是一不是二。 我们凡夫因为有执着,把说跟无说分做两桩事情,凡是分做两桩事情,就错了,就迷了。 你要能看一切法都是不二的,那就误了,就觉误了。 一切法为什么能够是一不是二?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一切法就是一。 起心动念,一切法就是无量无边,一变成无量,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无量就变成一。 所以无量跟一是一不是二,不起心,不动念,无量就是一,万法就是一,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起心动念,一法界就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 所以那个香的确是随心变的。 佛讲,一切法从心想身,一点都不错。 金刚经,方法中之刚灵,那的确是太珍贵,真是独一无二,简要详明,让我们契入一真法界,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圆绝经,云种种取舍,皆是轮回。 轮回,生灭新事也。 若能不取,当下便离生灭新矣。 圆绝经,上所说的许多理论事实,也是达到登峰造极,跟,金刚经,合起来看,可以互相解释,这个道理,方法,境界,你会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圆绝经,上这一句话,说得很好,种种取舍,不但取,舍也不行。 取,你动了心,舍,你也动了心,动心就错了,动心就是轮回。 轮回就是生灭心,你取这个念头,你这个心生了,生就有灭。 你想舍,你这个心也动了,动了也有生灭。 我们讲放下,不但取要放下,舍也要放下,放下也要放下,还有放下那个念头,你就没有放下。 这个意思就很深,一定要很细心,很仔细地去体会。 这里面不能想,一想就错。 所以佛法讲到究竟法,不能用想。 马明菩萨在《起性论》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经上也讲,离言说相,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你去听经,不要听他的言说,不能执着他言说,你分别执着言说错了,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经上讲佛,菩萨,菩提心,这都是名字,名字是假设的,为了说话方便起见,为了交换意见方便起见,见这些假名,统统是假的,不要去执着。 离心缘相,你只要去听,不能去想,你一想就错了,你一想是落在第六意识,你是用妄想心。 用妄想心去解佛的意思,全都解错了。 佛的言说是从无分别心里头流露出来的。 我们要怎样接受? 我们也用无分别心来接受,那就对了。 所以我们,离言说,离名字,离心缘,你才懂得佛讲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才真懂得。 你一落到意识里去,你会把佛的意思曲解了,错解了,这是学佛最困难的地方。 金刚经,在这里讲的透彻,就这两句,只要你能够做到,不取余香,如如不动,佛的意思,你统统懂得了。 佛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 加一丝毫的意思,你就见不到,你就迷了,你就错了,所以你那个心是轮回心。 轮回心,你起心动念,你言语造作,都叫轮回也。 变现出来的境界,境界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变现的境界是轮回的境界,现的刹那相续的香,是各轮回的香,都是从轮回心变出来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应摩索住,而升其心。 如何把轮回心变成菩提心,也就是如何把动的心变成一个不动的心,不动是真心,动是妄心。 变成不动的心,所现的像是一真法界,那就对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一一五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五。 请先开经本二百六十七面。 九,如如不动,者,不生不灭之性也。 不取,者,无助之真权也。 无助者,不动之真权也。 如如者,真如之以明。 真如是指本具者言,如如是指正的者言而。 这一段是为我们解释经典里面几个重要的名词术语, 因为佛在,班若经,上,在大臣经上, 这些名相讲的很多,名相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清楚。 金刚经,到最后的结束,是尊士用两句遗迹作为全经的总结。 这两句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它的含义非常之深。 如如不动,是讲不生不灭的本性,就是真性。 性称之为本,这是从比喻上说的。 一棵树木它的根,根是竹干,那叫本。 从根本能生之业,所有一切之业都是从根本生的, 所以把这个性比作本,使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使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本里面生出来的支支叶叶。 称,真,它就不是虚妄的,它是真的, 实在讲一切法里面唯独真如本性是真的。 所有一切万法,包括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讲的一真法界, 要是跟真性两个做比较,性是真的,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 一真法界是它变现的相分,性体是真的,所以称它做真性。 一切法都是生灭的,唯独真性里没有生灭。 诸位要晓得,我们讲真性就是真心。 一切众生,人人都具有的,一切众生都有一个真心,都有一个本性, 并不是佛菩萨有,我们没有,我们都有。 佛菩萨明星见性,他明白了,我们凡夫是迷在真心里面。 我们的真心起不起作用。 起作用。 变现六道轮回,就是真如本性起的作用。 没有自信的话,哪有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我们是错用了,因为迷了真心,我们就错用了。 错用了,就变成错误的境界,就是这么回事情。 诸佛菩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自信启用就没有错误,所以变现的是一真法界。 佛教给我们,无助,为什么无助? 前面讲得很透彻,因为一切现相都不可得,不但是相不可得,心也不可得。 这是一般讲执着,有能执着,所执着,能分别,所分别。 能分别的是心,我们现在讲的心,三心不可得,能执着的,能分别的没有。 你所执着的,所分别的,是外面的境界相,我们讲十法界一正庄严,这是外头的境界相。 境界相是原生的,因原生法,当体极空,了不可得,你所分别,所执着的,也不可得。 这就说明能所都不可得,所以佛教给你无助,无助就对了。 佛与大菩萨在一切境界里面,他不执着,无助就是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 不取,就是,无助的真权。 真权,现代人讲真理,有这个意思。 不取就无助,为什么会有执着? 取向。 所以佛教给我们,不取余香,才如如不动。 取,也是攀缘的意思,也是起心动念的意思。 我们在一切现香当中起心动念就是取,就这了。 所以这个,这,粗显的我们说你执着了,我们能够觉察到,那个维系的执着自己都不晓得,不知不觉当中你取香,不知不觉当中你执着了,你已经住了,心就有所住,维系香很难觉察。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细心去体会。 不取,换句话说,也就是放下,真正放下了。 前面佛告诉我们,不但世间一切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法上映舍,何况非法。 可是诸位要晓得,我们现在对于世间法放下可以,佛法不能放下。 为什么? 我们的功夫没到那个程度。 佛法放下了,那是真放下,世间法放下是假放下,没放下。 世间法真的放下了,然后才可以把佛法放下,世间法没有放下,佛法是决定不能放下,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但是,金刚经,的教训,我们要明了,为什么佛法要放下? 佛法如果不放下,也是障碍,也不能明心见性。 前面说得很清楚,四见四乡你统统俱足,那怎么行? 所以,不许,这两个字太重要了,也就是说,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无助是不动之真权,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真如本性,无助,真如本性就现前了。 实在讲,果然做到无助,那个无助做得很圆满,很究竟,无助就是真如本性。 如如,如如就是真如,就是本性。 为什么经上又说真如,又说如如? 这个地方为我们说出来,说,真如,是讲性体,是讲自性,说,如如,是你见到性了,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如如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 这两个如,一个是真如,一个是真如,一个是真如变现出来的所有现象。 刚才讲了,乡都是假的,性是真的,性是能变,像是所变。 见了性之后,他就晓得,原来乡就是性,性就是乡,像如其性,性如其乡,所以叫如如。 性乡不二,这叫如如。 如如是从正的这一边来讲的,就是古人用比喻说, 以经做气,气气皆经。 到真正明了了,原来气就是经,经就是气,经跟气是义不是二,就比喻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句里面的明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时,如如之意,明其能所双亡。 记照同时。 无相无不相。 因其相不相皆无,是以不生不灭,如如不动。 前面是把名词含义说出,这个地方要讲它的意思,它里面的意理。 说如如,性向是一,性相不二,性如其相,相如其性,这叫如如,这事能所都没有了。 能所是二,能所变,能所变是二,现在晓得它是亦不是二,能所双亡。 有能有所,诸位要记住,就有取。 取,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有了。 虽然它非常维系,但是它有,决定有起心动念,决定有分别执着,这是取的意思。 要是不取,那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了,都没有了,这个心就清净。 既就是净,既的意思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就是寂静的心,既静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 照,是自性的启用,性是体,有体当然起作用。 既跟照也是亦不是二,古人用镜子做比喻,镜子干干净净的,它没有动。 外面一切进戒箱,它里面照得很清楚,所以它是同时的,这个我们容易体会。 又用水做比喻,水在平静没有波浪的时候,它有照的作用,外面进戒箱也照得清清楚楚。 水在平静那是寂的箱,如果有波浪它就不寂,起了波浪它照的作用就失掉了。 纵然还能照,它所照的像是支离破碎,不是完整的。 这种现象,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我们见过这个像。 平静的水像一面镜子一样。 真心不动,真心是个平静的水,忘心是起波浪的水,所以它起的作用不一样。 忘心对于外面的境界,你见不到这个真相,就是你心在动。 你心动得越厉害,那波浪就越大,就越是迷惑颠倒。 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定,修清净心,修平等心。 心果然到清净,平等了,诸位要晓得,清净平等心就是自己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 这个时候它起的作用就是照,叫照剑。 用照,就是你这个剑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凡夫的剑都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那个剑叫情剑。 情是什么? 感情,你带着有情时的剑,剑文觉知都带着分别执着,这个就错了,真相见不到。 你所见的叫妄想,不是真相。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所见到的是真相。 实在讲,真相跟妄想也没有分别,真妄不耳。 不是说离开妄想之外,另外还有个真相,那你又错了。 就同样一个相,我们见的是妄想,佛菩萨见的是真相。 显著的差别在哪里? 金刚经,上讲得很详细,很透彻。 凡夫见到这个相,譬如我们见到面前这一盆花,见到很喜欢,赏心悦目,去欣赏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我们用妄心见的是妄想。 真心也见到这一盆花,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还是这个境界线前,他见到的是真相,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空有不二,真相是这个花不生不灭。 怎么会不生不灭? 前面说过,人家看到这个真相,看到这是什么东西? 夜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相,这是见到真相。 因为他生灭的速度太快,绝对不止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 一刹那当中一万生灭,冷言经,上讲的,当处出身,随处灭尽,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佛菩萨看到,佛菩萨知道是这么回事情,这是见到真相。 见到真相的人有没有去? 没有去,有没有住? 没有住。 为什么? 当体积空,乐不可得,他取什么? 他住什么? 所以他的心永远是寂静的,他的作用永远是照见。 班若心经,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万法,是出世间一切法用五蕴来做代表。 五蕴皆空就是万法皆空,万法皆空,万法皆了不可得,既照同时,这个时候就自信启用。 一切现象是什么? 无相无不相。 无相,不但体,这一切相当体积空,没有自信,这是无相。 一般是这个讲法,这个讲法大家好懂。 我们,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应当更深入一层,当相即空,就是这个现象摆在面前,这个现象是空记的,这就比前面进了一大步。 从前我们讲体是空的,像是有的,这是方便说。 给你讲真话,体是空的,像也没有,这真的是无相。 为什么说无不相? 无不相是讲它的相续相,它有相续相。 正如同我们看电影那个荧幕一样,我们看电影荧幕上所现的这个相,你想象,无相无不相,是不是这个意思? 电影荧幕上哪有相? 没有相。 可是它真的有相,那个相是什么? 那个相是相续相。 其实那个相它也是刹那生灭,那个生灭的时间长,一秒钟二十四次生灭,就是一秒钟电影的底片放映二十四张。 那个镜头打开,放一张,再关起来,再打开,放第二张,一秒钟二十四张,我们看的是那个相,相续相。 一秒钟二十四张的电影荧幕,就已经把我们骗住,我们就以为那个是真的。 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现象,就跟荧幕现象完全一样,它是平面的,我们这是立体的。 而那个生灭的速度,电影简直不能比。 电影一秒钟才二十四次生灭,我们眼前这个现象一秒钟是一万次的生灭,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 这个事实真相,大成经上讲,八的菩萨才见到。 七的菩萨的定功还不够深,它见不到事实真相。 这个事实真相是阿赖耶十的相分。 同时也见到阿赖耶十的见分,八的菩萨见到,这一见到,转阿赖耶十位大元净至,转时成至,这个时候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八的菩萨的境界。 无相无不相,无不相是讲它的相续相,无相,不但性没有,相也没有。 因其相不相皆无,相续相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真的。 是以不生不灭,如如不动,这个意思就很深,不但自信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所有一切现相也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 诸位能够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能够契入到这个境界,那你就是无身法人的菩萨。 我们回向济常常念,花开见佛物无身,物的什么。 知道实法界一阵庄严不生不灭,如如不动。 这个意思实在是有相当深度,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如果你真的懂一点了,受用很大,这个受用帮助你放下,没有一样放不下。 放下,心就清净。 心清净好。 经上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就生智慧,你就不生烦恼。 所以说不必契入,契入就是正的,正得了,刚才讲是八的菩萨,我们没有正的,能得一点相似的气愤就得受用,这个受用是真实的利益。 十一,原觉经,曰,一切诸众生,无始患无名。 皆从诸如来,原觉心建立。 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 空花若负灭,虚空本不动。 此原觉心,即是身佛本具之性体。 空花欲众生无名不觉之幻象。 空花若灭,欲无名灭。 虚空不动,欲信本不动也。 原觉经,上讲的这一段话,可以作为此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的注解。 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每一个字都妙极了。 一切诸众生,这是讲实法界的众生。 实法界里面有佛,那个佛也是众生。 实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见性就超越实法界。 所以天台家讲四交,藏通别源,藏交的佛,通交的佛没有超越实法界, 所以在旧境位上称这些人还是众生。 不但九法界众生,连这两种佛也是众生,他的范围包得很广。 无始换无名,这一句话很难懂。 什么叫,无名? 这个名词的意思,我们要很清楚。 明,是明了,对于整个宇宙人生,过去无始,未来无中, 你统统都明了,没有一样不明了,那叫明, 现在统统不知道,那叫无名。 明是信德,也就是说是你的本能, 你本来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你统统都晓得。 现在人讲神通,你神通广大,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的, 可是你现在这个神通没有了,这叫无名。 为什么这个能力失掉? 你心动了。 就跟水一样,不动的时候像一面镜子照得很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了,那叫明。 现在心一动,起心动念就动了,动就起波浪, 起波浪照外面就照不清楚,这个明就失掉了。 无名从哪里来的? 心动。 一念不觉,不觉就是心动, 而起无名,这就叫做无名。 可是你要知道,无名不是真的,是幻的。 无名也是梦幻泡影,不是真的,真心是不动的。 无始两个字用得好。 无始不是指时间讲,很久很久找不到开始,叫做无始。 很久很久找不到一个开始,说无始,那你还是无名,你怎么能说,明。 无始,两个字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没有开始。 那有开始。 如果有开始,有终了,这个事情是真的,它不是假的。 本来没有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 就像做梦一样,凡夫每天晚上睡觉做梦,有人一个晚上做好几次梦,你为什么不去追究它几点,几分,几秒开始的,几分,几秒结束的。 假的,它不是真的。 假的,它不是真的。 这个地方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无名起来了,怕不怕。 不要怕它,假的不是真的。 无名能不能破。 能破,心定下来就破,记照。 所以佛法注重在修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你真心是不动的,所以叫你修定。 修定,诸位要记住,不是叫你每天盘腿打坐面壁,那个没有用处。 盘腿面壁是做一个样子给你看,什么样子。 很定的样子,很静的样子,就是告诉你这么一桩事情。 真正修定在哪里?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事,对物,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生活就是大定,所谓,那家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行住坐卧都是定,我们整个生活活动统统是定,这个定就管用,就能破无名。 所以这个定不是教你身定,是教你心定。 心怎么定? 在一切活动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定了。 宗门里面参咎的纲领,参禅的纲领,离不开,六祖谈经。 中国的禅宗,就是以,金刚经,跟,谈经,为最主要的依据。 谈经,里面所讲的禅定,就是从这两句出来的。 六祖在,谈经,里面解释,外部着香,叫做禅,内部动心,叫做定,可见得那个禅定不是主张盘腿面壁的。 六祖在黄梅八个月,禅堂根本没有进去过。 他在黄梅干的工作,是在柴房里面充米破柴,充米破柴是修禅定。 身在工作,一天忙到晚,他人长得小,长得瘦,充米需要力气,踏队没有力气,他用个石头绑在腿上增加重量来踏队。 他全身都在动,心不动,那个禅定是这个修法。 所以我们懂得,他讲这两句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外部着香,就是不取余香,内部动心,就是如如不动,他就从这两句话出来的。 他从,金刚经,开悟的,自己修学的纲领,以及教导他的学生,原理原则都没有离开,金刚经。 过去有一些同修想学,金刚经,我都劝他先去读,六组谈经。 有,谈经,的基础,然后再读,金刚经,这才比较会有一点误处。 否则的话,金刚经,很不好懂,的确字字句句句含无量意。 你不懂,你就不得受用。 所以我们要晓得,六道轮回是从无明里面生的,实法界也从无明里面生的。 无明是假的,你就晓得,能生是假的,所生的实法界,六道,哪里是真的。 没有这个道理。 你有妄想就有实法界,你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 所以破执着就出了六道,断了妄想就出了实法界。 要依本经的经文来说,佛给我们讲的四项,四见,离四项就超越六道,六道是者相变现出来的,离四见就超越实法界,这个人就到一真法界去了。 一真法界,华严经,上称为法身大事。 所以我们晓得,四项,四见,那就是无明。 无始幻无明,它并没有开始,只是一念不觉,这就起无明。 由此可知,一念要是觉了,无明就没有了,凡夫可以立刻成佛,哪里需要经历次第? 经历次第是你没觉悟,慢慢地把你往上拉。 根性立的人,上根立志,不需要经历这个次第,一下就悟了,就明了了。 悟,是什么? 放下就悟了。 中下根性的人,他不能彻底放下,不能一下放下,他今天放一点,明天又放一点,慢慢地在那里放。 放一点,就多觉悟一点。 学佛如果什么都不肯放,永远不会觉悟。 觉悟的香,就是离香离间,你不能够离相,离间,没觉悟。 无始幻无明,跟,一切诸众生,从哪里来的? 接从诸如来,原觉心建立。 诸如来,我们听到如来是佛,我是从哪一个佛的原觉心建立的,这个地方的诸如来,就是前面的一切诸众生,一切诸众生就是诸如来,你本来是如来,你迷了才变成众生,这两个是一不是二。 诸法界依正庄严不是从别人心里变现出来的,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 本来是个原觉心,现在因为你迷了原觉心,就变成众生,就变成无明,就变成诸法界,变成六道,就这么回事情。 这四句,前面两句是讲我们现前虚幻的境界,后面两句是说我们自信的本来面目。 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宇宙人生,宇宙人生从哪里来的,是迷了自信变现出来的。 离开自信,却确实实无有意法可得。 变现的这些境界,你要是认识清楚就不爱是,所谓是,理是无碍,事是无碍。 最怕的是你认错了。 认错了,那就产生严重的障碍。 这个障碍是苦受,你会有感受,这个感受是苦乐幽喜舍,你有这些感受。 如果你觉悟了,这五种兽都没有了。 五种兽没有了,叫做正兽,范语称之为,三昧,正兽是正常的享受。 由此可知,苦乐幽喜舍都是不正常的享受。 六到十法界的享受都不正常,法身大事的享受才正常,那时正兽。 我们依,金刚般若,觉悟的,依,金刚般若,离开苦乐幽喜舍不正常之受,这就叫,金刚三昧。 你所得到的,起个名字叫,金刚三昧,是从,金刚般若,里面得到的镇受。 如果你从念佛法门,你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也是把苦乐幽喜舍都舍掉了,念到一心不乱。 心里面还有苦乐幽喜舍,你怎么能得一心? 不可能的一心,不可能的一心,这个统统放下了。 这个镇受就叫做念佛三昧,你是从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的镇受。 所以三昧无量无边,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你所得到的是一个,决定是相同的,就是你得到镇受。 经上我们常常看到无量三昧,要知道三昧是一个,无量是法门,是方法,无量的方法都能得三昧。 犹如虚空花,下面用比喻来说。 这个比喻跟本经后面讲的梦幻泡影的确是一个意思。 虚空花依空而有香,虚空哪来的花? 眼睛害了病,就看到虚空花。 眼睛害毛病的,也是各常事情,我想大家都可能有这个经验。 眼睛害了眼病,确实看到虚空当中有花。 眼睛病的人看到,好眼睛的人看不到。 晚上看灯光,灯上有一个轮箱,眼睛好的人看不到,害眼病的人会看到。 这个比喻什么? 假的,虚幻的,本来没有,是你自己眼睛有毛病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轮根花,都是从空中出来的,确实没有这个事情。 空中并没有这个花出入,实在讲是自己眼睛有毛病。 佛用这个比喻,比喻实法界一阵庄严就像空中花一样,怎么来的? 无明就是个病态,就是不健康,从无明变现出来的。 哪一天我们眼睛好了,病好了,空花若覆灭,虚空本不动,实法界一阵庄严就像空中花一样,你迷的时候有,你有无明的时候就有,就现这个香,无明要是断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勇家大师在,正道歌,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六趣是六道轮回,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就说明六道实法界是梦中的境界,觉悟之后,不但六道没有了,实法界也没有了。 这个是根理都是真实的,实在讲理很深,是很复杂,理深是繁杂,我们没法自体会。 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多少聪明人,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是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智慧,到今天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方法上错误。 他们要在这个繁琐的现象里面去观察,用分别,用思考,换句话说,依旧用心意识,心意识是旺心。 实法界,六道是旺心变现的,你再用旺心去研究它,你能把它搞清楚吗? 不可能。 越研究越多。 它是你心变的,越变越复杂,越变越多,永远得不到答案。 佛菩萨高明的地方,跟他们用的方法完全相反,佛菩萨用定,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让这个心像水一样,让它慢慢静下来,慢慢平下来。 一道平静的时候,豁然大悟,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世间这些聪明人他们来研究,那个心里还是起波浪,用那个起波浪的心去研究外面境界,那怎么会可能? 佛法跟释法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佛法用的是定功,用的是这个方法。 其目的,恢复自己的本能,本能是,摩所不知,摩所不能。 原觉经,上这几句话,跟,金刚经,此的所讲的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底下注出来了,原觉心,原是圆满,觉是觉悟,真心是圆满的觉悟,没有一丝毫障碍。 人生宇宇宙,我们自己过去是,未来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说到空间,没有边际,十方世界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六根的能力是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佛在经上讲,距离我们此的十万亿佛国土。 佛国土就是一尊佛教化的范围,它教学的范围。 有多大?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从前一般人以为佛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大概是一个银河系,这个范围就很大了。 近代黄念祖居士,他也是个研究科学的,他在《无量寿经》注解,后面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他的看法,一个银河系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不是大千世界,他说的很有道理。 一个大千世界里面,多少个单位世界?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一千个单位世界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 一千圣一千,再乘一千,十亿个。 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十亿个银河系才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佛土。 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个佛国土,我们简直不敢想象,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 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眼睛看得很清楚,那边人在那里谈话,我们也听得很清楚, 这事不是神话。 给诸位说,决定不是神话。 不是神话是什么原因? 西方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的,唯心净土,自信弥陀。 比西方世界更遥远的,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还是自信变现的。 我们六根的能力是自信的本能,哪有达不到的地方? 没有达不到的。 所以佛法对我们的教学,没有别的,恢复本能而已。 佛有没有给了我们一点? 什么也没有给。 你所成就的,是你自己本来有的。 你今天能力为什么丧失掉? 是因为你那个机器发生故障。 所以我们六根还起作用,但是范围缩得非常非常小,隔一张纸就看不见,这是严重障碍。 稍稍距离远一点,我们就听不到了。 今天是我们六根自己有了障碍,障碍在哪里? 都是心里面起了大波大浪,这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越是严重,你的能力就变得越小,换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就跟波浪一样,越是轻,你的能力就越大,就逐渐恢复了。 阿罗汉剑斯烦恼没有了,他还有沉沙烦恼,还有无名烦恼,他的能力就比我们强很多了。 阿罗汉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 我们以中国人来讲,中国人三十年是一世,五百世那就是五百胜三十,这是他能够知道的范围,他能够见到的范围。 因为他的障碍去掉一部分,我们现在的障碍非常严重。 佛给我们讲的,是教我们恢复本能,我们每一个人智慧得能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他们是完全恢复了,我们是完全迷失了。 我们的能力智慧失掉,不是真的失掉,真的失掉那就不叫真性,不是真的失掉,是有障碍迷失了。 好比太阳一样,我们今天阴天见不到太阳,是不是太阳失掉? 不是的,云层遮住,太阳并没有失掉,云层障碍了。 云层拿掉了,那不就又恢复了吗? 只要把我们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平常讲其心动念,分别执着,只要把这个东西去掉,我们的智慧得能就恢复了。 你去掉一分就恢复一分,去掉两分就恢复两分。 由此可知,佛对于我们有恩德,有大恩大德,要不是佛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晓得这桩事情? 不知道。 佛告诉我们了,佛希望我们恢复,佛不能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诸位一样要知道。 迷,我们自己迷的,不是佛迷我们。 恢复还是要自己恢复,佛不能帮助我们恢复,佛只能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觉悟的方法告诉我们,下面功夫要自己做。 怎么做? 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恢复,要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用功夫,真用功,这叫修行。 这个修行叫,观行,这是属于行门。 观门,事实真相很清楚,很明白,要用,冷言经,上两句话,清清爽爽,这一切现象是什么?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因为它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佛教给我们应魔所住。 它是空的,你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连自己的身体,连自己思维想象那个心都是假的,都得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不可得,你就放下了,这是教你无助。 为什么教你无助? 为什么教你放下? 它有道理在。 你要不肯放下,换句话说,你就不肯舍弃轮回,你就不肯舍弃地狱,恶鬼,畜生,那你有得受了。 这是教你放下。 因为随众身心,应所知量,所以教你,而生其心。 可见得,佛讲的是真话,佛讲的完全是事实真相。 佛不勉强我们,我们不这样做不行。 前面经文讲,信心不逆,你真明白了,真懂了,晓得非这么做不可。 要不这样做法,我们永远不能够脱离轮回,永远不能够离开现在这个苦日子。 这是说到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本来是圆满的觉悟。 即是身佛本具之性体,一切诸佛正的,正的原来是自己,所谓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所得到的,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本有哪里算是的。 一切众生虽然失掉,是迷失,不是真的失掉,只要不迷立刻就恢复。 破迷开悟,马上就能恢复了。 马明菩萨在《奇性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本觉就是自信,自信里头所具足的德能本来有,不觉本无,幻无明,那是不觉,那是本无。 本无,当然可以断掉,可以断得干净,本有,当然可以恢复。 《奇性论》,这两句,带给我们修学无限的信心。 空花欲众生无明不觉之幻香,使法界一正庄严是众生一念不觉而起无明,变现出来的幻香,如同眼睛骇并看空中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空花若灭,欲无明灭,因为能变根所变是亦不是二,无明灭了,空花就灭了,空花灭了,无明就灭了。 其是同时,灭也是同时。 虚空不动,欲信本不动也,把自信比作虚空。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虚空,虚空是真的是假的。 给诸位说,虚空是假的,不是真的。 世间人总以为,这一切现象是假的,虚空不是假的。 天清菩萨在《百法明门论》里面,把虚空列在无畏法里,没有列在有畏法。 有畏法是有生有灭,无畏法是不生不灭。 无畏法有六个,除了,真如无畏,是真的,其他五种是相似的无畏,不是真的无畏。 为什么? 因为它生灭的现象,我们看不到。 世间人世的变化,我们看到,植物开花,花开,花谢我们看到, 沧海桑田我们也看到,晓得所有一切现象都在变化。 但是虚空,三千年前的虚空,跟三千年后今天的虚空,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的确它是没有变化,实在讲,它的变化是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的。 虚空也是有生灭的,有奇灭的。 你要不相信,这有个比喻,你可以能体会到。 你会做梦,你想想你梦中境界有没有虚空。 梦醒之后,梦里的境界没有了,梦中虚空哪里去了? 虚空也没有了。 那你就晓得,我们今天这个虚空是无明变现出来的。 无明是暗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一片漆黑。 今天我们的太空就是这个样子,一片漆黑。 你把日、月、灯拿掉,虚空什么样子? 一片漆黑。 为什么黑? 无明。 你什么时候真正开悟了,给诸位说,人要是真的开悟了, 这个虚空是明亮的,不需要日、月、灯、明亮的。 大光明藏,自信是光明的,无明是漆黑的。 哪一天看到夜晚也是明亮的,那就恭喜你,你开悟了,你就觉悟了。 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没开悟。 心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心是光明的,外面境界是光明的,才起丝毫分别,执着,就不行了。 这个事情古人有,我们看近代,虚云老和尚年谱,虚云老和尚曾经有这么一段故事。 他自己在山上住茅棚,跟寺庙还有一段距离,通常走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有一天,老和尚到这个寺庙去办事情,办完之后就回家,已经是黄昏时候,他心很定,慢慢地往回走。 可是走到一半天已经黑了,路上迎面来,遇到两个同修,认识的人,这两个人打着灯笼,遇到老和尚就觉得很奇怪,这么黑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老和尚听到这一句话,天马上就黑了。 他没有提醒他,没有说这一句话,老和尚保持着,他下午五点钟出去的,他就是五点钟的状况,他没有感觉到天暗,他清清楚楚。 但是人家一告诉他天暗了,马上就黑暗了。 这就是证明大黑天是假的,不是真的,无明变现出来的。 可见得老法师心很清净,这个时候他破无明。 破无明并没有这个念头,我心很清净,我破无明,那就是无明。 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妄想执着。 这是我们从老法师这个境界当中,能够体会到是虚妄的,虚空也不是真实的。 十二,当知平常所言心动,乃无明动而。 由此更可了然,但能不取余相,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便现。 又可知取舍正由无明,而无明本是幻象。 然则不取余相,当下便如如不动。 事故学人,当于不取,即无助,上,痛下功夫。 方弃真如,至于理明也。 当知平常所言心动,乃无明动而。 我们平常讲的心,说老老实实话,全讲的是无明,全讲的是妄心,真心不动,真心离念,真心没有念头。 无念这个念也没有,那是真心。 我们平常讲,你的心,那都是妄心,妄心才起心动念,妄心才天天打妄想,一个念头身,一身念头灭,叫生灭心。 生灭心变现出的境界,就是生灭的境界。 我们这个身体,因为心是个生灭心,所以这个身就是生灭身,我们居住的环境,一切万法都是生灭的。 佛与大菩萨正的心性,心性不生不灭,所以他的身也不生不灭。 我们看到,无量寿经,特别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所得的身香跟阿弥陀佛一样,金色光明,不生不灭。 为什么你得到? 因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生灭的心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现的。 现代人讲求现实,实实在在说,我们学佛的人看那些讲究现实的人,完全违背了现实,他怎么会懂得现实? 什么东西最现实? 人不老最现实,不生病最现实,不死最现实,年年十八最现实,他做不到。 可见得,他不懂现实。 这些事情能不能办得到? 能办得到? 怎么办? 清净心 所以最现实的就是清净心,心清净了,身就清净。 现在身体有毛病,不怕。 毛病从哪里来的? 从不清净的来的。 心恢复清净了,这个身体不必看病,不必吃药,自然就好了,体质就变化,就恢复到正常。 清净心变现出来是正常。 怎么会把正常的搞乱了? 妄想 妄想真正是害人,妄想在作祟,把正常的生理破坏掉,所以才有许许多多的疾病。 这是说明真心跟妄想,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妄想就是无名在动。 由此更可了然,但能不取余香,如如不动之本性,当下变现,本性现前,身就是佛身。 本性不生不灭,本性不够不尽,本性不来不去。 本性现前,你这个身就跟诸佛菩萨的硬化身没有两样。 真正的大自在,真正的真解脱,解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由自在。 修学的纲领就在,不取余香,不取余香就是放下。 放下很难,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不了解事实真相,把这些眼前所有相都当真,所以你不肯放下。 不但身外之物,当体集空,了不可得,经上告诉我们,自己的身心,这个心就是念头。 经上讲的三心,真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妄想才有过去,现在,未来,讲三心是妄心,妄心不可得,妄心现的这个妄想也不可得。 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事实的真相。 佛跟我们讲这些话不是消极,你要认为佛说这些话是消极,你就大错特错了。 佛说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积极。 明了真相,一切放下,你的心真诚,真心显露出来了,对人,对事,对物都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 真心的像是清静平等,真心的作用是大慈大悲。 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照顾,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积极?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圆满? 这才是真正福慧双修。 得的果报,果报是决定有,它造因哪有没有果的道理。 果报不可思议。 自己受用的那个境界是西方极乐世界,华言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不是人建造的,是信德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 我们今天用真诚,清静,平等,大慈悲心,对人,对事,对物,就是修的这个。 这就是佛家常讲的称性起修,全修极性。 前面说过,所有一切现象是叶因果报的相续像。 你现在做的是这样圆满的因,这样殊胜美好的因,现得相续相当然就是最殊胜,最完美的。 最殊胜,最完美的这个现象,就是一针法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 这是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决定不能用恶念对一切众生,受害的是自己,因为那个恶念变恶境界。 一定要记住,所有一切境界相从心响生。 心地善良,现得境界就善,心不善,现得境界就不善。 所有一切境界是自信变现的,不是外面时有的,不是别人变现出来给自己受的,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记住。 你真正通达这个道理,你不会怨天尤人,才真正明了古人讲的自作自受。 自己修清静心,现西方极乐世界,自己起三读心,现得就是恶鬼,地狱,畜生。 离开念头,什么都没有。 一切法从心响生,华言经,所讲的,为心所现,为时所变。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意思一定要能够体会,一定要明了它的事实真相。 只要能够于一切法不取,诸位在此的要记住,不取不是不要,你要是说不要,你又错了,又落在非法相那一边去了,不取是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取者的念头是妄心,是无名,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待人皆勿用真诚,真诚不是取,取就没有真诚,用清静,清静里头没有取,取就不清静,取就不平等,取就不慈悲。 一定要能做到不取于相,真诚,清静,平等,慈悲就现出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如如不动的本性启用。 当下便是,那个真诚,清静,平等,慈悲还要学的吗? 不要学,自信里自然流露出来。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让你不起作用,让你透不出来。 又可知取舍正由无名,而无名本是幻象,取舍还是没有离开无名,这个意思比前面又要深一层,又不好懂了,前面教你不取于相。 我们把话再说的更简单一点,我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你记住我这四句话,对人,对事常常念着,我不分别,不执着,是问你有没有分别执着。 你说你不分别,你已经在执着,你已经在分别。 你说你不执着,你已经在执着,执着什么? 执着个不执着,分别个不分别,你又错了,这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会,取舍都落在无名里面,取相错了,不取也错了。 这个事情很难,要体会这个意思,没有办法言传,你要懂得这个意思。 离开舍去之后,流露出来的是真诚、清静、平等、慈悲。 真诚、清静、清静、平等、慈悲里,决定没有取舍,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对了。 如果我今天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法我都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了,可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一点真诚心都没有,就堕到无名里面去了。 换句话说,你还是落在取舍里头,你不是真的不取不舍,不是真的。 无名是幻象。 然则不取余香,当下便如如不动,那个不取余香也没有,那是个什么样子? 就是真性圆满线前,真性的圆满线前就是如如不动。 但是此的如如不动,你又不能看死了,如如不动像个石头一样,像个木头一样,不是的。 释迦牟尼佛已经是不取余香,如如不动,他每天还到舍位大臣去托波,他还要穿衣,持波,他有没有动。 要晓得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才是真的如如不动,这是最难懂的地方。 他每天还照样生活,照样工作,照样上班,照样应酬,他怎么如如不动? 他确实如如不动,他生活,工作,应酬,待人,接物,都是用一片真诚,清静,慈悲,那就是如如不动。 这个意思确实是越讲越深,越讲越难体会。 你真能体会到,才晓得是自信启用,这是佛菩萨的境界,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境界,不是从外来的。 我们是把这个书胜,光明,美好诗调了,今天再给你讲讲,感觉到惊奇,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事故学人,这一句是做一个结论,因为前面讲的道理。 修学般若的人,当于不取上,痛下功夫,不取就是无助。 方弃真如,至于理明也,明就是合一。 所以初学的人在哪里用功? 要再无助,再不取,无助,不取就是放下。 我早年学佛,刚刚接触佛法,我算是非常幸运,我接触佛法大概一个月,我就认识张家大师。 他老人家教给我的东西简单明了。 我们第一天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法很好,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这是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的。 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入这个境界。 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并不是马上就答复我,他一直看着我,看了三十分钟,一句话不说。 他看我,我也看他,三十分钟下来,心定了。 这是他教学的一种手段,他让你整个定下来,然后这一句话会叫你一声不会忘记。 他的教学法,我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人用这个方法。 给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 看得破,这是,金刚经,上说的,一切有谓法,如梦幻泡影,放得下,就是,不取于香,如如不动。 他讲看得破,放得下,这个好懂。 我就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 大概又停了七、八分钟,给我说两个字,不诗。 第一次跟他见面,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只谈这几句话。 所以那个气氛,都像在定中一样。 我向他老人家告辞,他送我到门口,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我今天教你六个字,你回去好好的做六年。 从不失下手。 我们接受他的教训,征受他的感动。 为什么? 真诚。 真诚、清静、平等、慈悲完全流露出来,让你在他那个小客厅里面,受他这种气氛的熏陶,那个力量太大了。 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磁场,他那个磁场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真的就回去学不失,真的就干六年。 六年不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 可是这个老人家讲的那个感应不可思议,真的就现前了。 所以一定要做,要在,不取,上痛下功夫。 我们是凡夫,不失放下很难,难舍。 难舍也要咬尽牙根去舍,你不做不行。 不做,换句话说,理论得不到事实的证明,一定要晓得,理根是是一不是二。 学佛的人往往把理根是分作两节,所以一生不得其门而入。 一定要晓得理根是是一不是二,真的要痛下功夫。 最初学不失,因为从来不肯不失,吝啬,现在接受老师的教会,回去学。 开头怎么样? 自己不要的东西,拿去不失,算不错了。 从前不要的也不肯不失,也不肯给人,现在用不着,不要的可以给人。 慢慢再进一步,把自己好的东西也可以给别人了。 最后,好的送给别人,那个不好的自己留着用,这就进了很大一步。 搞了不少年,那个心才搞平,才养成习惯,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难关一定要克服,不克服,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 一去,你纵然看了人家的注解也看不懂,那个意思你也没有办法看懂,你也得不到受用。 一定要功夫下,下去,一看到经典上讲的,注解上讲的,没错,就是这样的。 所以要在生活上去做,整个的生活没有别的,就是不失,这个意思前面讲得非常详细,整个生活是不失。 在日常生活,从早到晚,每天工作应酬,待人接悟,统统是不失,统统是六波罗蜜。 你只要肯这样做,经上讲的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真如,放弃真如。 到这个时候,智慧就开了,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长生智慧。 六祖见五祖的时候,弟子心中长生智慧,你就长生智慧了。 长生智慧的日子就好过,真的是幸福美满,自在快乐。 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的是了生死,出三界。 你不肯做,学佛是空的,没有用处。 一定要认真努力,痛下功夫,就是认真去做,不做不行。 学了,马上就要用得上,就要把它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我们才真得受用。 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先开经本二百六十八面。 十三,当之不取,即是离象。 云何方能不取? 原觉经,云一切菩萨及漠视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由坚持远离心骨。 心如患者,亦附远离。 远离未患,亦附远离。 离远离患,亦附远离。 得摩索离,即除诸患。 细究此断经意,可见离香功夫,全在坚持。 坚持者,强制之谓也。 此层功夫,成不可少。 不然,无使来取香习气,何能除之? 佛在,原觉经,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 实在讲这个方法是过去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经验之谈。 离香的确是一桩很难的事情, 它的困难就是妄想、执着, 是我们无始节以来养成的习气, 这个习气的根太深了, 所以我们虽然晓得它是虚幻的, 晓得它不是真实的, 可是依旧没有办法把它断除。 如果不离,我们在佛法修学上就谈不上功夫, 当然更谈不上德力。 由此可知,佛在经上常讲, 我们修行是无量节来, 绝不是一事,而是,是无量事。 像佛在,无量寿经, 说阿蛇王子,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这个善根当然非常深厚。 供养四百亿佛, 在世尊法会当中那个情形跟我们现在差不多。 为什么这样深厚的善根还是不能成就? 归根结底就是离香离间太难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毛病之所在。 金刚般若, 讲到最后, 就是教我们不取香, 教给我们如如不动。 能够不取余香, 自然就如如不动。 不取就是离香, 像要怎么离法。 怎样才不取? 圆绝经, 上这一段, 是诸佛的经验之谈, 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一切菩萨, 是世尊当年讲经说法, 参加法会的这些菩萨们, 一直到世尊末法时期的众生。 我们今天是在末法时期, 这句话也包括我们在内。 要想修行正果, 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这一句就是讲六道, 使法界一正庄严, 都不是实在的, 决定是虚妄的, 经上讲的梦幻泡影, 一点都不错, 佛教给我们应当远离。 由坚持远离心固, 这个关键就在坚持两个字, 要坚持到底, 决定不能够放松, 要坚持远离, 远离就是放下。 这一桩事情难, 难一定要做。 要知道不做就不行, 不做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脱离十法界。 要想出离轮回, 出离十法界, 正的一真法界, 一定要坚持远离, 也就是一定要放下。 心如患者, 亦附远离, 这个离, 离乡, 这里交给我们有层次, 有步骤, 这样做起来比较容易。 先放下什么? 身外之物。 一切虚幻望境界, 这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能放下, 那个心也不是真的, 我们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是各望心, 心如患者, 亦附远离。 远离, 记住就是不取, 就是不执着。 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 也是梦幻泡影。 前面世尊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起心动念的心,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叫三计心不可得, 要远离, 也就是要把它放下。 远离未患, 亦附远离, 远离这一个念头也不是真的, 真心本性里面也找不到远离这么一念, 这一念也要不得, 远离也要远离, 也不能有。 离远离患, 亦附远离, 这就是所谓彻底放下, 放下还要放下, 再放下, 再放下, 放到没有东西可放了, 自信就现前, 的摩索离, 即除诸幻, 到没有东西再离了, 梦幻泡影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 真性自然就显露了。 细细研究这一段的经意, 可见离香功夫全在坚持。 坚持就是强制的意思, 也就是说要勉强去做, 特别是在初学这个阶段非常重要, 不能不做。 前面我们在经文上读过, 信心不腻, 那一句话也是初学关键的所在。 不腻, 就是非这样做不可, 不这么做, 决定不能成就。 这一层功夫, 特别是对于初学决定不能少, 不然无始劫以来, 折向, 取香的习气, 真的是没法自断。 我们看看过去是尊在世的时候, 跟着佛修行的人多, 虽然经上告诉我们, 见了佛哪有不得利益的道理, 但是每一个人见到佛, 得的利益并不相等。 有人明心见性, 这世的大利益, 有人开悟的定, 没有见性, 得中利益, 有些人断恶修善, 生三善道不堕三恶道, 的小利益。 都得利益, 但是并不相等, 这个我们要知道。 能够远离的人就得利益, 不能远离的人就不得利益。 最低限度的利益, 我们讲生三善道, 不堕三恶道, 你也要坚持不做恶事, 不造恶业, 这才行。 坚持五戒, 坚持十善业, 可见得最低限度的, 也不能离开坚持。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五戒, 十善, 佛法无论修学的怎么样, 讲得天花乱坠, 来生还是要堕三恶道。 不但是教下, 念佛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慈云贯顶法师, 大士智菩萨念佛原通章书超, 他在这个小册子末后, 为我们说出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 第一种就是地狱, 念佛的人为什么还堕地狱? 这是叫我们很疑惑的一桩事情, 但是它是事实。 念佛应当成佛, 成不了佛, 怎么可能会堕地狱? 这就是口里念佛, 心里还造阿比地狱的罪业。 我们如果冷静地去观察, 造这种罪业的人真有, 真可怕。 哪一种罪业? 我们最常见到的破合合森, 障碍别人修行, 这种造业是不知不觉的。 有的时候还自以为在修功德, 哪里晓得是造罪业。 很冷静, 很细心地去观察就知道。 这不经上讲的, 坚持, 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我们修净土, 必须要坚持,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我们要记住, 要认真的去研究, 明了佛的意思, 依教奉行。 要把它真正做到, 这才有用, 换句话说, 佛教导我们的, 没有别的, 改习气而已。 十四, 无明我剑未断, 亦罪足以破坏其坚持。 然则非更于离无明我剑上用功不可。 云何能离? 圆绝经, 云之幻即离, 不做方便事也。 之幻二字, 即是离无明之最妙方便。 不必别寻方便也。 圆绝经, 上说的这些话, 我们在, 无量寿经, 在, 金刚经, 上都见到了, 所以老老实实依照这两步经修行足够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 为什么常常还会放异? 自己把握不住, 控制不住。 这就是无明, 我见没有破。 无明, 是不知道事实真相。 金刚经, 告诉我们, 三心不可得, 诸法皆空, 这就是把真相告诉我们。 三心是能执着的, 诸法是我们所执着的, 能所都不可得, 能所都空。 你要是真的了解能所都空, 都不可得, 你自然就放下, 就不会再执着, 不会再去造恶业。 这是说明为什么一般修行人不能够坚持到底, 就是无明, 我见没有断。 然则非更于离无明我见上用功不可, 用功的方法就是研教, 要读经, 要研究大臣经教, 换句话说, 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 原诀经, 上这两句话, 我相信许多同修们都能说得出来, 知换即离, 不做方便。 知跟离是一不是二, 知就离了, 离就知了。 知是看破, 离是放下。 知道就看破了, 看破就知道了, 是一不是二。 所以这里面不需要其他的方便法。 这个知是真知, 真正知道了, 知道他就离了。 知换二字, 即是离无明之最妙方便, 不需要再用别的方法。 实在讲, 讲道之幻, 金刚经, 好。 金刚经, 把这一切法梦幻泡影, 都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透彻。 冷言, 原诀, 也好, 都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跟我们说出, 说破了。 十五, 冷言经, 曰, 如来本起因的, 最初发心, 先以执心正念真如, 使能远离诸幻, 正念, 即是绝照。 虚净直绝照真如本性, 方能知其是幻也。 由此可见必须先物如如不动之本性, 乃能不取于相矣。 不但印象不取上坚持, 还需向如如上绝照。 这个意思很深, 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我们虽然做不到, 对这个理论, 方法要知道一些。 知道的越多越好, 知道的越透彻, 对我们修学越有帮助。 不能说这不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就可以不要学它, 那就错了。 第一句话说, 如来本起因的, 这个意思是说诸佛最初修行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本起因的的时候。 人家怎么成功的? 人家是最初发心, 先以执行正念真如, 我们这一点没有做到, 我们修行功夫当然就不如它们。 最初发心, 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修行的根本, 我们没发。 我们今天发心来学佛, 发的是什么心? 我们希望佛菩萨保佑我们, 保佑我们升官发财, 保佑我们家人平安, 保佑我们健康长寿, 我们发的是这个心, 这个心不是菩提心。 金刚经, 一开头, 须菩提尊者就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人家发的是这个心。 菩提心的心体, 清良大师在华言, 上说菩提心, 他说了三个。 第一个是菩提心的心体, 第二个是讲菩提心的心香, 就是菩提心的样子, 第三个是讲菩提心的心香, 就是菩提心的作用。 菩提心的本体, 本体就是, 其性论, 讲的三心, 直心, 身心, 大悲心。 这三心是菩提心的心体, 他的本体。 直心就是这里讲的正念真如。 直心是什么意思? 怎样才叫直心? 有些人看到这里, 我的心很直,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 佛在, 观无量寿佛经, 也讲菩提心, 他讲, 至诚心, 身心, 回向八愿心。 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 意思就更清楚。 直心就是至诚心, 真诚到了极处叫至诚。 诚怎么讲法? 我们每一个人, 我很诚心, 都以为自己心很真诚。 真诚的标准是什么? 曾国藩先生在, 读书笔记, 里面, 给, 成, 自下了个定义, 说得好。 跟儒家, 佛家讲的都相应。 他说, 一念不生是未成, 这是成的标准, 成的讲法, 你心里有个念头, 就不成。 有念即妄, 这是佛经上讲的。 心里头有虚妄, 怎么能算真诚? 这是把成的标准给我们说出, 要成到极处, 心里丝毫的妄念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是, 直心正念真如, 真如是真心本性的理体。 使能远离诸幻, 那当然, 所有一切幻都没有了。 前面讲虚妄的境界, 幻心, 罹患也是幻, 全都静了, 都没有了。 这个住也住得好。 正念, 不是有念, 有念就忘。 所谓正念就是没有忘念, 没有忘念的时候就称之为正念。 怕大家听了这句话起了误会, 以为正念还有一个念, 那就错了, 正念没有念。 无念, 是不是叫做正念? 无念不是正念, 无念是无明。 正念是无妄念。 这个话很难懂, 此的这个解释, 解释得好, 就是, 绝照。 绝就是不迷, 我们一般人在无念的时候, 为什么说无念不是正念? 他无念, 他没有绝, 他迷, 他心里确实一念不深, 但是他什么都不晓得, 那个不是正念。 正念是什么念头都没有, 一切诸法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像镜子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这是自信启用, 相宗里面讲大圆尽智的启用。 此界他方, 此界是我们现前这个境界, 他方讲到其他诸佛刹土, 阿弥陀佛的世界, 譬如这那佛的世界, 要师如来的世界,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叫照。 不迷就叫诀, 统统照见, 彻底的照见, 这才叫做正念, 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 虚净直觉照真如本性, 虚是必须, 实在讲, 一定是这个道理, 一定是这么一桩事情。 直结了当, 里面却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委屈之相, 实法界一正庄严就是真如本性。 性相亦如, 理是不二, 所谓相是性之相, 所谓性乃是相之性, 如果说理, 是事之理, 是事理之事, 他是亦不是二, 诸法亦如, 这就是, 绝照真如本性。 方能知其事幻也, 知道真如本性所变现的一切境界像是虚幻的, 像是幻的。 这些幻相都是依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 佛法里面讲真, 讲旺, 它有个标准, 凡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就称它为真的, 凡是会变的, 就称它是幻的, 是虚幻的。 体性, 它不变, 体性空气, 没有现相, 所以它不会变, 不会变的, 这是真的。 从体起相, 那个相会变, 会变的, 这是虚幻的。 真跟妄是这么讲法, 真妄一如, 真妄不耳。 这个妄相, 相是决定不会灭的, 不生不灭, 相不会灭, 但是相会变。 为什么会变? 随众生心就会变了。 冷言经, 上讲,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随众生心, 它就会变。 所以, 众生的心不变, 相就不变了。 但是众生都有妄想, 那个妄想心, 相就随着变了, 这是佛教我们修定。 修定的意思是什么? 把妄想习掉, 你献那个像就珍藏。 西方极乐世界的香, 为什么那么舒胜? 就是西方世界的人心清净, 没有妄想, 所以那个世界就是珍藏, 也是为心所献, 也是为时所变, 没有例外的。 这就是知道它是幻, 知幻当然就离了。 由此可见必须先悟如如不动之本性, 乃能不取于相倚, 正因为这个道理, 宗门就采取这一个理论作为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禅宗一定是先要开悟, 悟后起修。 没有开悟之前, 不能看经, 也不能听讲经, 他要先求悟。 悟了以后, 再去读经, 再去听讲, 悟后起修, 这是宗门跟教下不一样。 教下先读经, 先研究, 先听经, 然后再去修行, 这是两种不同的修学方法。 当然宗门离开了悟之后, 再听经言较快, 而且不会有错误, 因为他心清静, 心生智慧, 所以非常的快速。 但是开悟不容易, 明星见性不是人人能做得到。 所以宗门接引的根性, 谭经, 里所说的, 六祖接引的是上上根人, 中下根就没有分。 中下根误不了, 一定要上上根人, 他们走这个路子。 中下根人就从教下下手, 能得利益。 无论是宗门教下, 最重要的关键在老师。 所以佛在, 阿南问世佛及胸经, 里面, 一开端就告诉我们, 学佛一定要清净明师。 明, 是光明的明, 不是明气大的明, 明气大没有用处。 明师是明星见性的老师, 他是过来人, 他的经验, 他的教导, 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 这样的老师很难, 不容易遇到, 遇到了, 我们也不认识, 也不相信, 那就没有法子。 老师的教学, 一定要负因果的责任。 老师是给你指路, 如果路指错了, 你的目的想成佛, 他把你的路指错了, 他要负大责任, 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像宗门里面公案所说, 错下一个字传语, 堕五百事也胡生, 错说了一个字, 就是说把人家的方向指错了, 这是百丈大师的公案, 许多童修都很熟悉的。 这是以前一位法师, 人家向他请教一个问题, 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他告诉人家,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就一个字堕五百事也胡生。 这个狐狸也很有灵性, 过去是大法师。 遇到百丈禅师, 他变成人形, 常常来参加法会, 听老法师讲经说法。 可是百丈法师知道, 知道这个不是人, 是个狐狸经。 他向老法师请教, 老法师就说, 明天我上堂, 你把从前人家问你的那句话, 你提出来问我, 第二天上堂, 他来了, 就提出这个问题, 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 百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 大修行人不媚因果。 到第二天, 这个狐狸就死了, 老和尚叫人到后山去给他收尸, 把他火化, 他就脱离了畜生生。 所以指导一个人修行不容易, 你要是把人家路子指错了, 怎么得了? 你自己走错路那活该, 没有话说。 你把人家的路指错了, 这个因果可就被大了。 怎样指路就不会错? 劝人念佛这个路是决定不错, 是不是?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 劝十法界众生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一点都不会错的, 这个绝对不会被因果的。 但是你要劝他学其他的法门, 你就要负责任了, 那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法门能不能弃他的根性? 他在这一生修学能不能有成就? 做老师的那要胸有成竹, 要清清楚楚的, 那个路子走错了, 指错了, 麻烦就大了。 我们读这一段, 也就晓得修学大成的难处。 参禅不容易, 参禅要先开悟, 没开悟不能修行, 悟后起修。 所以最方便的是念佛, 念佛不开悟没有关系。 甚至于念佛连教理不明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肯老实念, 肯万元放下老实念, 那就能成功。 所以这个法门, 古德常讲, 万修万人去, 道理就在此地。 不但印象不取上坚持, 也就是坚持要放下, 什么都要放下, 必须要自己心中一念不深。 我们念佛仍实在讲, 要做这个功夫, 能够身心世界万元放下, 我们这一句佛号得利了, 这个要紧。 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里头打滚, 深深世事永远不能出头。 这一生好难得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法门, 就是说你遇到出头的机会, 遇到超越三界, 一生成佛的机会。 这个机会你要把它把握住, 你要不懂得坚持的话, 那就可惜了。 这个机会时实在在世难遭遇, 要知道珍惜, 要知道这个机缘得来之不易。 不但不取, 还需向如如上绝招。 如如是性体, 真心本性上去绝招。 这一段所讲的, 是所有一切大臣修行的纲领, 原则, 确实是难。 因为它难, 所以阿弥陀佛才为我们开启念佛往生的法门, 唯有这个法门才能普度一切众生。 十六, 原觉经, 曰,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先断无始轮回根本, 轮回根本, 即是无名我见也。 经云, 一切如来本起因的, 皆依原照清净绝相, 永断无名, 方成佛道, 原照绝相, 便是执心正念真如。 要紧功夫, 全在原照二字。 原觉经, 曰, 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 先断无始轮回根本, 这是讲道修学, 从哪里修起。 从先断无始轮回根本下手。 轮回根本, 即是无名我见也, 换句话说,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四项, 四剑,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原觉经, 云, 一切如来本起因的, 皆依原照清净绝相, 永断无名, 方成佛道, 同修们大家听过, 无量寿经, 金刚经, 也快讲完了, 原觉, 冷言, 过去都曾经讲过, 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经文, 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纵然对于经义不能很透彻的明白, 多多少少也能够有少分的体会。 原照清净绝相, 这一句话是功夫, 也是效果。 原, 是圆满, 照, 是绝照, 清净绝相, 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体是真如, 是自信, 真如自信的相是清净绝相。 从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四见, 四相, 四见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 四相是我们现在讲的物质。 现代的科学把宇宙一切万象分为两大类, 精神跟物质。 在佛法里面把它称之为色, 心。 色法就是一切的物质, 物质现象, 心法就是精神的现象。 在法相宗所讲的, 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 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 三星不可得, 是属于见分, 四见。 万法原生,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是讲的相分。 于是我们明了, 见相两分也是清净绝相, 你们想想对不对? 这个清净, 染进两边都离, 染进两边都没有。 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要是能够照到清净绝相, 万法一如, 万法平等, 金刚经, 讲,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那个时候, 尽会平等了, 身佛平等了, 无有一法不平等, 一切法里头没有高下。 为什么没有高下? 因为它没有自信, 它没有自体, 它当体极空, 哪有高下? 佛法界, 众生法界, 都是因果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你看到这一点, 你就看到清净绝相, 所以统统不可得。 统统不可得, 就是平等无有高下, 这才见到事实真相。 永断无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 这就叫成佛。 佛, 是什么? 佛是大觉, 彻底明白了。 原照绝相, 便是执心正念真如, 我们在经论上读到这一句话, 执心正念真如, 怎么个讲法?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说出来了。 可见得那个念不是心里有挂念, 我们常常讲心里念着, 其实已经把这个字的意思错会了。 那个念是什么? 当下就是 哪有念头? 当下就是 中国文字也不可思议, 这个念是金心。 金心是现在这个心就是的, 念是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有个念头, 有个念头就是妄念。 现在的心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清净绝相, 这才叫做正念真如。 现前的心, 就是清净绝相。 由此可知, 我们念佛应当怎么念。 现在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这叫真正念佛。 不是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不是我们想阿弥陀佛, 不是。 现在这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是四十八愿。 你现在这个心就是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就是你的心, 这叫真念佛。 我们讲经说过, 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含涉其他的四十七愿, 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圆融的, 都是无碍的, 一级是多, 多级是一。 这样念佛, 你们想象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决定往生, 不但往生, 是上上品往生。 所以, 你要会念。 你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目的何在? 目的是普度一切众生。 普度一切众生是德, 四十八愿是香, 我们讲菩提心, 菩提心的样子是四十八愿, 菩提心的德用是普度一切众生, 菩提心的体式执心, 身心, 大悲心。 要紧功夫, 全在圆照二字。 十七, 何谓圆照? 前念已灭, 后念未生。 正嫩魔石, 一心战绩, 寥寥明明。 是之未照。 圆者, 非着力, 非不着力, 不审不服, 恍如朗月孤圆, 是也。 此计一念未起, 清静无比, 便体清凉, 便是本来面目。 物须绵密无间, 久久便能入定。 如此用功, 便是随顺趋入也。 何谓圆照? 前念已灭, 后念未生。 正嫩魔石, 一心战绩, 寥寥明明。 是之未照。 什么叫圆照? 把圆照两个字分开来讲, 先讲照。 前念灭了, 后念还没有生,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难了, 因为我们前念灭了, 后念马上就跟着生起来了。 前念灭了, 后念没生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 真心显露的时候。 前念是妄念, 后念也是妄念, 前面妄念灭了, 后面妄念没有生, 这是真心。 禅宗里修定修什么? 就修这个, 参禅就是参这个。 我们细心去想一想, 这个事情真难。 什么叫上上成人? 上上成人, 我们从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体会, 心地清静, 所谓看得破, 放得下, 妄念少了, 这是上上成人, 他才有办法保持清静心, 保持真心。 这个时候, 一心战绩, 这是真心, 寥寥分明, 可见得这个心就是前面讲的清静觉像。 凡夫有没有? 有, 虽有, 可惜前念, 后念太接近, 几乎前念跟后念连成一体, 我们的清静觉像永远也出不来, 我们的麻烦在此地。 由此可知, 照, 这个意思就是真心启用。 真心启作用就叫照, 妄心启用叫见。 你看见没有? 妄心作用。 你照见没有? 照是真心作用。 这两个字,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原者, 非着力, 非不着力, 实在讲, 这个地方古人所谓此处用不得力。 你不用力不对, 你用力也不对, 这是圆的意思。 不审不服, 这是形容, 形容这个境界, 恍如朗月孤原, 是也, 这个境界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 着力, 不着力都是攀缘, 非着力, 非不着力, 这是随缘, 自自然然。 前面举古人的例子, 古人用撑船, 船快到岸了, 那个时候用不着力, 只要把舵把稳, 撑干的, 摇鲁的彤彤都放下, 这个船自自然然很缓慢的往岸边上靠, 那个境界就是用不得力。 这是说那种境界, 这是圆的意思。 圆修圆正, 这种修行叫圆修, 正果叫圆正。 此际一念为起, 清净无比, 便体清凉, 便是本来面目。 此际, 既是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一念为起, 前面望念灭了, 后面一个望念没起来, 此际就是指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你真心显露。 我们念佛人常讲的, 一念相应一念佛, 这就叫相应, 这是一念相应的相。 相应就是真心显露, 真心显露, 望念离了, 时间虽然很短暂, 你能够有一秒钟, 两秒钟的受用, 就很难得。 要在这里下功夫, 这个时候的心清净无比。 这个清净不是修得的, 本来清净。 遍体清净, 清净是你的感受, 我们一般讲, 清安自在, 这个清安自在的相已经很粗了, 实在讲这个境界自己没有入, 体会不到也说不出来。 禅宗里面所说的,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这就是真心自信显露的时候。 物须绵密无间, 久久便能入定。 如此用功, 便是随顺趋入也。 经文这几个小段合起来这一大段, 都是禅宗用功的精华。 禅宗里参究怎么参究法? 这都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 我们念佛人虽然不是用他这种方式, 可是理论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能够明了通达, 对于念佛有很大的帮助, 念佛容易的, 念佛三昧。 这种境界现前要能够保持, 绵密无间, 用绵密无间, 就跟前面非着力, 非不着力呼应了。 这个境界现前, 你要是感觉到很清凉, 很自在, 完了, 你落在意识里去了, 你起念头了。 清清楚楚, 这个境界非常清楚, 一念不深。 稍稍有一念, 稍稍有感觉, 这个时候很舒服, 很自在, 这就坏了, 马上就堕到意识里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依旧还是要保持非着力, 非不着力, 这样才能入定。 所以定的境界里头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决定没有一个妄想。 有一个妄念在里头, 不是入定, 不是定。 像这样用功, 这叫随顺趋入。 可见得, 这个功夫确实如古人所说, 此处用不得力也, 这个境界里用不得力, 自自然然的屈辱, 也是大乘法里面常说的, 无功用道, 这是入了这个境界。 在我们现前, 我们的阶段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我们还要坚持, 还要用心意识才行, 这个是离心意识。 因为心意识就是念头, 这是离念, 离乡离念的功夫, 我们见乡还没有离, 一定要坚持。 十八, 原觉经, 曰, 如来因地修原觉者, 知识空花, 即无轮转。 亦无身心受彼身死, 非作故无, 本性无故。 此言自信既本不生, 则亦不灭。 故曰本性无。 发心便应觉照本不生之信, 故曰因地修原觉。 如是修者, 知彼一切生灭幻香, 尽是空花, 有即非有, 故不为幻境所转移。 与之幻即离一同。 原觉经, 曰, 如来因地修原觉者, 这个地方讲的如来, 跟, 金刚经, 上讲的如来, 意思完全相同, 如来是从性体上说的。 若旧事相上讲, 原觉初驻菩萨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就成如来。 华言经, 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四十一位诸佛如来, 如来是这个意思, 原觉初驻菩萨都在其中, 他们在, 因地修原觉者, 着重在, 原, 自, 原修。 知是空花, 即无轮转, 我们现在知了没有。 我们没有知, 我们刚刚听说了, 在这个班若会上听说。 假如我们要是真的知道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空花, 是空中之花, 本无所有。 这个空花就是说的六道, 十法界。 六道, 十法界, 是梦幻泡影, 如空中花, 如水中月, 没有字体,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你要是真正知道了, 轮回就没有了。 你还要超越轮回, 超越什么? 轮回没有, 你超越什么? 轮回已经没有了。 你不知道, 你迷在里头, 你以为有轮回。 你晓得了, 晓得就没有了, 所以就超越了。 一无身心受比生死, 一切众生最恐怖的, 最害怕的是什么? 生死。 有没有生死? 没有, 决定没有生死。 能生死的心是假的, 是没有, 三心不可得, 所生死的这个身体相分也是假的, 当体极空, 乐不可得。 能锁聚空, 谁生谁死? 没有。 生死这个幻想怎么来的? 你的人执着三心是真的, 你执这个身体也是真的, 身心世界都是真的, 都是实有的, 他就有生死。 他是不是真有生死? 他真的没有生死, 自己以为有生死。 以为有生死, 他就受生死之苦, 其实苦也是假的, 苦也不是真的。 这就是说明不了解事实真相。 后头两句这个结论好。 非作固无, 本性无故, 这个无就是解释前面的, 亦无生心受比生死, 这个无不是造作他才无, 本性上无。 本性上因为没有妄念, 就没有三心。 本性里头没有妄想, 所以就没有生心世界, 那谁受? 这底下解释, 此言自信既本不生, 则亦不灭。 故曰本性无。 本性无有生心, 无有六道, 无有十法界。 这个事与理前面都说了很多。 发心便应觉照本不生之性, 故曰因地修原觉, 从这个地方, 我们多少也能体会得法身大事的修学。 他们的修学跟我们确实有不一样的所在。 这个不一样, 就是经上讲的, 他们是执心正念真如, 他们是原造觉像。 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看意思就比较明显, 这两句可以互为注解。 他们的功夫, 却确实实是无功用道, 也就是说非着力, 非不着力。 他们确实是随顺屈辱, 随顺在哪里随顺。 在日常生活当中随顺, 工作里面随顺, 处世待人皆物里头随顺。 什么叫非着力, 非不着力? 境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工作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不是不做, 样样事情都做, 只是在做的当中,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随顺屈辱, 这就是原修原觉, 就是原照觉像, 就是正念真如。 如是修者, 知彼一切生灭幻香, 竟是空花, 有即非有, 故不为幻境所转移, 他在境界里面所表现的, 跟一般人完全没有两样。 像是加木尼佛在这不经前面所示现的, 入舍位大臣起时, 这一持播, 这是当时出家人每天做的工作。 是加木尼佛也照做, 跟一般出家人没有两样, 每天出去托播。 托播, 接受在家人供养这一播饭, 出家人一定要为在家人说法, 就像, 金刚经, 上讲的, 乃至四句计, 一句半计, 一定要说。 他有问题, 要给他解答, 他没有问题, 要给他嘱咐, 这是说法。 在家人是才供养, 出家人回报他是法供养。 回到经社, 讲堂, 每天讲经说法, 这是出家人的事业。 所以在世上, 跟我们世间人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每天有他正常的工作, 他需要做的事情, 用心不一样。 因为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 梦幻泡影, 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有即非有, 相即非相, 所以他的心是清静的。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动念, 你要问他为什么。 因为一切相, 当体即空。 凡夫跟佛菩萨不同的地方, 就是起心动念, 妄想, 分别, 执着, 不一样就在此地。 为什么凡夫接触这些现象, 他会起妄想, 分别, 执着。 他不知道这些现象是当体即空的, 试了不可得的, 误以为时实在在有。 他不晓得事实的真相, 是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他不晓得。 诸佛菩萨看时法界一阵庄严是什么? 就是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他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所以他在其中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今天学佛菩萨, 头一个要学他的观念。 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人生观, 头一个我们学这个, 也就是说, 想法, 看法要学佛菩萨, 他是正确的。 想法, 看法正确了, 你的说法, 做法当然正确, 那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跟世间人在一起, 大慈大悲, 和光同臣。 他们在迷惑, 没觉悟, 佛菩萨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这个榜样是什么? 教给一切众生怎样生活, 然后再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离开这个虚幻, 这叫大慈大悲。 所以他晓得, 生灭幻香, 竟是空花, 有即非有, 故不为幻境所转, 凡夫最苦的, 就是被境界所转, 佛菩萨不会被境界所转, 冷言经, 上说,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你不被境界转, 你就转境界, 你能转境界, 你就是如来。 前面讲, 如来因地修缘觉者, 那你成如来了。 刚才讲了, 原教初驻菩萨就是如来, 与之幻即离一同。 前面引用, 原觉经, 之幻即离, 不做方便,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这是用, 原觉经, 的经文, 来解释, 原觉经, 上, 之幻即离。 十九, 观上引经文, 当可了然, 竟向本部深处绝照, 为除无名之妙法。 本部深处, 急于为其念时, 向不动处, 设心绝照, 观心, 以成其不取。 于欲缘时, 坚持不取, 以缘满其不动。 数于如如性体, 的有入处。 观上引经文, 当可了然, 看到前面引用, 原觉经, 冷言经, 的文字不少。 当可了然, 竟向本部深处绝照, 为除无名之妙法, 这个事情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物须绵密无间, 很自然的, 很细心的去绝照。 我们从早到晚对人, 对事, 对物, 六根一接触就要晓得, 外面境界事业因果报刹那的相续像。 你能够提得起这一句, 这就是正念分明,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功夫用久了, 这讲绵密无间。 因为你一剑断, 你就迷了, 你又打妄想, 又起分别, 执着, 那你就错了。 你能把这个绝照功夫保持住, 给诸位说, 有个三、 五年, 你不能成圣, 这也是道道地的的闲人, 就入菩萨的观行位, 那个一点不假。 观行位就是通常讲的功夫得利。 什么叫功夫得利? 不被境界所转。 你在境界里自己能做得了主, 不被境界转。 不被境界转, 我们再说一个很粗险的话, 你已经改变了命运, 你已经不受你命运的支配。 凡是受命运支配的, 动弹不得的, 随境所转。 你不被境界转, 你命运超越了。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你就真正去用功夫, 这个功夫就在生活里面 晓得万法皆空, 三星不可得。 这是, 金刚经, 上重要的刚领, 然后自自然然的做到了魔柱身心, 身心无助。 这是除无名极妙的方法。 本部深处, 急于为启念时, 相不动处, 射心绝照, 绝照就是禅宗所用的观心的方法。 观心的方法跟参画头的方法不一样, 观心的功夫深, 参画头的功夫浅。 那是什么? 观心没有办法, 做不到, 这才参画头。 画头是什么? 就是念头。 这个念头起来了, 就叫你去观察, 那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做这个功夫。 我们打了一个妄想, 不要去理会它想些什么, 注意那个念头从哪里起来的, 你一观, 那个念头没有了, 要继续观它到哪里去了。 用这种功夫, 叫参画头。 观心不是的, 观心是前念灭了, 后念没有深, 那个当中是真心, 那是观心, 所以这个很难。 早期禅宗用观心的方法, 以后人的根性裂了, 妄想多了, 观心这个方法用不上了, 所以祖师才教人生画头, 用参画头的方法来设心。 观心, 这当然是最高明的。 以成其不取, 你能够这样做, 你对于一切法自自然然都不取了。 实实在在讲, 如果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真相明白, 是真明白了, 你就不会取, 不会执着。 为什么? 取向, 执着是一场空。 佛没有欺骗我们, 佛不是没有理由的来教导我们, 所给我们讲的, 交给我们的, 全是事实真相。 大乘经都是从石箱里面流露出来的, 石箱就是事实真相。 这是决定可以相信的, 决定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是事实真相。 了解事实真相, 你想想还有哪一桩事情放不下的。 你所有一切放不下的, 都是虚妄的。 这就是告诉你, 应当放下, 不应当再挂在心上。 但事事, 事事缘, 缘可不可以放下。 不可以。 前面讲过, 万法皆空, 所以你要放下, 因果不空。 这就是说明了一切都空, 身心世界巨不可得, 你为什么还要规规矩矩做人, 老老实实办事,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 因果不空。 因果是什么? 眼前使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就是因果的幻想, 这个东西不空, 所以你还是要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你那个应好, 相续相就好。 这个箱里有施法界一正庄严, 那个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还要接着应摩锁住, 后头还要而生其心, 而生其心就是因果不空。 这是一定要晓得的。 现在世间人颠倒, 恰恰把他搞反了, 以为因果是假的, 以为一切现象是真的, 这个糟糕。 经上常讲颠倒错乱, 他颠倒在哪里? 就颠倒在此地。 一切皆空, 他认为都是有的, 不空, 真的是不空, 他又认为是空的, 他那个颠倒在此地。 这一颠倒就造无量的罪业, 所现的相续相, 那个相就不好, 现的是三恶道业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现的这种相。 于欲缘时, 坚持不取, 以缘满其不动。 数于如如性体, 的有入处。 于如如性体, 的有入处,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明心见性, 这就是见性的意思, 也是经上所谓的契入真如, 这就是契入真如的意思, 一般世间人讲, 正果, 成道, 都是这个意思, 这是正道佛果, 成菩萨道。 关键就在欲缘时, 坚持不取, 这句话非常重要。 欲缘的时候, 你要有绝有照。 有绝有照是什么?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这就是功夫, 这就是智慧, 这就不迷。 譬如, 遇到赚钱这个缘, 你拼命去赚钱去了, 你就迷了。 遇到缘不取, 不取什么? 随缘, 不去攀缘, 要懂这个意思。 钱怎么来的? 知道夜阴果报的相续向。 过去身中才不失的多, 这是果报现钱了。 现钱要晓得,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知道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的做法就不一样, 你不会把这些钱据为己有, 把它存起来, 不会了, 马上就散掉, 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那你钱是不是都丢掉? 了。 没有。 你这个地方丢掉, 后面又来了, 来得比前面还要多。 但是总而言之要记住, 不管来得多, 来得少, 要散, 这是智慧。 不能够聚, 一聚就错了, 空的, 哪里能聚得了? 所以一定要散。 世间人不懂得散才, 为什么他不知道, 散才? 他不晓得事实真相。 知道事实真相, 他一定这样做法。 而且这个才决定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众生, 这个才就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 激功内德。 否则的话, 那个才实在讲, 过去修也不容易, 现在得到把他糟蹋掉了, 你说那多可惜。 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不但没有好处, 有很多才造了罪业, 那更不值得了。 所以你就有智慧, 才晓得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运用。 心依旧是如如不动, 不动不是说不起作用, 动静一如, 动静不二, 那才叫真不动。 动中有不动, 那是真不动。 这个意思很深, 大家要细心去体会。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 第一一期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七。 请先开经本二百六十九年。 二十, 冷言, 云, 诸修行人, 不能地诚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生闻缘觉及魔眷属,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错乱修习。 云和二种。 一者, 无始生死根本。 则入经者, 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 为自信者。 二者, 无始菩提涅槃, 缘清净体。 则入经者, 识经缘明, 能生诸缘, 缘所依者。 由诸众生, 以此本名, 虽终日行而不自觉, 网入诸去。 此中所说攀缘心, 即是不绝望动之心。 缘清净体, 乃至缘所依者, 即如如不动之本性也。 在, 冷言经, 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诸修行人, 是指佛法里面, 无论是显教, 密教, 大臣, 小臣, 所有一切宗派都包括在其中。 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 无上菩提, 是讲成佛, 修行目的就是要成佛。 四红誓愿里面最后一条说, 佛道无上誓愿成, 目的是成佛。 为什么成不了? 这个地方所说的无上菩提, 是指究竟的佛果, 可是广义来讲, 的成菩提就行了。 就如同本经里面所说, 原教初驻菩萨以上, 都是成正果的, 我们一般讲正等正觉。 大臣经上常讲的诸佛如来, 都是包含原教初驻以上的这些菩萨。 华严经, 上所谓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这都是正果, 都是此的说的。 他成就不了, 修得算是不错, 路子没有走歪, 就变成身文, 原觉。 身文, 原觉, 我们一般讲小成人辟之佛, 阿罗汉, 变成这一类的, 这算是修行不错的。 在佛法里面说, 没能成正果, 算是得了一个小果。 在无上正等正觉里面说, 他没有成就正等正觉, 他也算是正觉, 这算是不错的。 底下一句就不好, 吉摩眷属, 这是连小成圣者都不如。 什么原因? 佛在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 这一段开示对我们的确很重要, 因为经上所讲的, 跟我们现前所接触到的, 所看到的, 却确实实有不少好心学佛的人, 正如此的所说的都变成魔眷属, 这是非常的可惜。 至于魔眷属是哪一类人? 冷眼睛, 上讲的非常详细, 冷眼睛, 分量很大, 一共有十卷, 后面的三卷, 八, 九, 十, 给我们详细说明五十种阴魔。 可见得, 那个五十是五十大类, 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 你学佛学错了变成魔, 这是非常的惋惜。 它的根本原因,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换句话说, 不仅是魔错了, 学佛学变成魔了, 现代妖魔鬼怪都有, 学佛学成妖魔鬼怪, 你说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即使阿罗汉, 辟知佛也是错用了心, 但是他用的心虽然是错了, 他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他还能成一个正果。 如果他依据的理论, 方法稍稍有一点偏差, 实在讲, 理论, 方法哪里会有错误? 是他用错了。 用的心也错了, 把方法, 理论用错了, 那就变成魔了。 这两种根本, 第一种就是, 无始生死根本。 无始结以来, 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生死死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佛在这里说的很明白。 则辱经者, 冷言经, 上这一段话, 是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说的, 这个辱是指阿难。 阿难是代表我们大众, 佛对阿难说, 就是对我们说。 与诸众生, 与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就非常广大, 学佛不学佛的, 只要在六道里面这些众生都包括, 他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 为什么受这些苦难? 用攀缘心, 为自信者, 这就是错用了心。 什么是, 攀缘心? 攀缘心就是讲的心意识, 法乡宗里面讲的八十, 八十心就是攀缘心, 我们都用的是这个心。 如果不用这个心, 那就成了无上菩提。 用这个心, 就永远成不了无上菩提, 这是诸位一定要晓得的。 八十心, 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这个要说起来非常的深, 非常广泛, 不但不好懂, 实在也不好说。 像法相宗的这些经论, 在所有宗派里面它是最多, 最丰富的, 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维系。 简单的讲,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说明八十它的性质。 前五十它的作用, 是接触外面的境界,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是接触。 眼时见色, 耳时纹身, 这是它重要的功能。 所以眼不能见, 眼里面的时才能见。 人刚刚死的时候, 它眼睛还好好的, 它为什么不能见? 眼时没有了, 时离开了。 所以虽有眼也不能见, 虽有耳也不能听, 时离开了。 八个时离开有先后不同, 眼时是最初离开的, 比较起来耳时离开就比较晚, 所以虽然它不能见, 它还能听。 第六十的功能是分别, 我们一见, 见到就能够分别, 这个花是黄色的, 是绿色的, 分别的这个功能是第六十, 这是意识, 如果没有意识, 它能见, 它不会分别。 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障碍的, 我们中国人叫白痴, 它就没有什么分别, 换句话说, 它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脆弱, 它能见, 它很难分别。 第七十的功能是直持。 第八十的功能, 我们现在的话讲, 记忆。 你见了之后, 为什么会记得不忘掉? 昨天见到这个人, 今天一见面, 你为什么会认识他? 那个印象就记忆在阿赖耶十里, 第八叫阿赖耶十。 阿赖耶叫韩藏, 像仓库一样, 像档案是一样, 他把所有的资料都收藏在里面, 下一次再见到这个人, 资料库会把他拿来对照, 比照一下, 他就认识了。 这个统统叫做攀缘心, 清净心当中没有这些东西, 清净心的功能是自然的。 他这个功能, 是有先后的, 有次第的, 这个叫攀缘心, 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心意识, 用妄想, 分别, 执着, 用这个东西。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想到, 华言经, 上佛所说的, 佛也跟我们讲这一桩事情, 他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华言, 原诀, 里面都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他本来是佛。 跟一切诸佛的智慧, 得能没有两样。 现在为什么我们智慧失掉, 能力也丧失掉? 怎么丧失掉的? 佛说,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得, 就是这个东西, 攀缘心。 你在一切境界当中, 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你的本能就失掉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修什么? 就是把妄想, 分别, 执着去掉而已。 无量的智慧得能是自己本来有的, 不是修得来的, 是本来有的, 只是把这个障碍去掉而已。 我们本有的智慧得能, 不能起作用是因为有障碍, 只要把障碍除掉, 本能就恢复。 所以佛说得很好, 佛不度众生, 你们成佛开悟是你自己本来的事情, 佛没有一点点功劳, 没有帮你的忙, 是你自己悟的, 自己修的, 自己证的, 佛不居功。 佛对我们的恩德, 实在就是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了, 他要不说明, 我们哪里知道? 怎么晓得这回事情? 知道这回事情之后, 要认真努力去做。 做什么? 见色纹身,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分别, 执着都叫做妄想,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没有妄想了, 那就是自信起作用。 我们能够离开一分, 本能, 智慧就透出来一分。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 智慧得能才现前, 不是的。 分别执着减一分, 智慧得能就透一分, 减两分就透两分。 所以菩萨阶位上, 一共有五十一个位次。 五十一个位次从哪里来的? 无名破一品, 智慧得能就透一分, 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并没有阶位, 这个诸位要知道, 所有一切阶位都是佛的方便说。 我们一切众生不晓得事实真相, 都把我能够思维的, 能够想象的, 这是我的心, 这是我。 西方的哲学家还很自豪, 我思故有我, 我的存在, 我存在在哪里。 能够想象的那就是我, 那就是真我, 都落在攀缘心上, 都落在妄想里面, 他怎么能成就。 这是第一个我们错了, 我们错用了心。 第二讲真的, 真的, 我们不晓得。 无始菩提涅槃, 原清净体, 前面说, 无始生死根本, 这里是, 无始菩提涅槃, 从两个, 无始, 上看, 我们就了解生死跟涅槃是一不是二。 无始, 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要搞清楚。 往往我们看了这个字, 产生错觉, 以为, 无始, 一定是很久远很久远, 找不到开始, 你这个想法就完全错了。 无始, 是根本没有开始, 是这个意思。 根本没有开始, 你想想这个事情是真的, 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如果有始有终, 这个事情是真的。 没有开始, 这才是事实真相。 迷是什么时候迷的? 一念迷了。 觉悟也在一念。 这个一念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真是一万分之一秒。 所以不能说它有开始, 说它有开始那是错的, 这个话说错了。 可是我们确确确实实迷了很久, 迷了很久是不错, 可是事实真相还是在一念当中。 这个理很深很深, 怎么深? 因为你念念都迷, 这个迷的像是断断续续, 就像我们看电影片, 它一张一张的, 是连续像。 迷是各连续像, 你念念迷, 所以佛法里头常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 那一念相应是觉, 念念相应念念佛。 你从那个念念相应, 你就懂得无始的意思, 无始就是念念的意思。 我们麻烦大就是念念都迷。 真实相, 前面说过很多遍, 整个宇宙, 佛法里面讲的实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刹那叶因果报的生灭相续相, 刹那生灭。 刹那有多少生灭? 佛在《仁王经》上给我们讲九百生灭。 刹那时间就非常短, 一刹那里面还有九百生灭, 九百生灭实在讲是佛的方便说, 真实说, 决定不止。 我常常讲, 真实讲, 一秒钟有一万次的生灭, 那是真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 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观察。 我是因为看到光的速度, 所以我知道世尊这个九百生灭是方便说, 因为九百生灭跟光的速度不能够吻合。 但是现代科学家已经发现还有比光速更快的, 光的速度还不是最快的。 在过去认为, 光的速度是最快的, 现在我们晓得, 光的速度不是最快的。 光速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也就是一公里光走的速度是三十万分之一秒。 一公里很长, 我们再把它缩短一公尺, 再一公分, 再一公里, 你就晓得, 那个刹那生灭里头的确是不可思议。 所以确确确实时是一万分之一秒的速度在生灭, 哪里有开始。 所以生灭是同时的, 同时就无始, 无始就不生不灭。 我们的相续相, 是每个念头都迷。 那个觉悟的人, 第二个念头绝了, 他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他念念觉, 他就成佛了, 这是无始的真实义。 所以无始, 不生不灭意思完全都相同, 跟生灭, 不生不灭, 意思都一样的, 这是符合本经前面所讲的万法一如, 诸法如意。 两个都关上, 无始, 就晓得真妄是亦不是耳。 菩提跟涅盘都是, 饭语,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涅盘是不生不灭。 决心是不生不灭, 他也没有开始。 原清净体, 原是原来, 本来就清净。 禅宗六祖会能大师开悟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 和其自信本来清净, 他明白了, 本源就是清净的。 我们迷了, 自信有没有污染? 没有, 自信永远不会污染。 佛在经上有的时候说污染, 那是比喻说的, 绝对不是真的有染污。 真的跟诸位说, 完全没有染污, 不但觉悟了没有染污, 现在在迷位当中也没有染污。 迷之中没有染污, 为什么说他做染污? 是因为你不知道用它, 你错用了心, 是这个意思。 这一句就是讲的真心, 就是讲的本性。 真心本性在哪里? 则辱经者, 没有离开自己, 就是在现前, 在你身上。 十经原名, 能生诸原, 原所依者, 那就是的, 那就是你的真心, 就是你的本性。 十, 就是前面讲的攀原心, 就是八十。 十经, 十的精华, 十的精华就是真心, 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它。 八十, 八十是旺心, 旺心从哪里来的? 从真心来的。 真心, 迷失了真心就变成忘心, 真忘的确是亦不是耳。 原名, 它本来是光明的, 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得能, 原名是表这个意思。 能生诸原, 诸原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十一个色法, 十法界一正庄严, 就是他生的, 他变现出来的, 他能变现。 原所一者, 八十原不到的, 那就是真心, 那就是自信。 这句话里面含的意思很深, 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我们用思维, 用想象, 能够想到虚空, 能够想到法界, 这就是心意识的作用。 能够愿到虚空法界, 能够愿到过去, 未来, 就是不能够愿自己, 那个自己才是真的。 愿所一者, 你所愿不到的, 那个就是的, 那就是真心, 那就是自信。 从这句经文里面我们了解, 这一切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得成无上菩提。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的人, 为什么得不到理一心不乱。 研究教的人, 为什么不能大开圆解。 就是因为他用攀缘心, 攀缘心永远怨不到自己。 如果不用攀缘心, 真心就显露, 你就见到了, 明心见性。 什么人能明心见性? 不用攀缘心就成了。 只要你用攀缘心, 你就没有办法。 宗门里面, 参缠的人说得很好, 说得没有错, 但是他做不到。 他也会讲, 叫人生缠, 离心意识参, 那就对了。 离心意识, 离第六意识, 不用分别心, 离第七识, 不用执着心, 离阿赖耶识, 不落印象, 真心就显露了。 口里教的是离心意识, 还是妄想, 分别, 执着, 没离。 这一念离, 就是一念觉, 就是一念相应, 不离, 就不相应。 不离是与攀缘心相应, 离了是与真心自信相应。 佛在这个经上教我们, 离四相, 离四见。 离四相, 是离八十的相分, 离四见, 是离八十的见分, 那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真正的离心意识。 如果还有四相, 四见存在, 要想成无上菩提就不可能, 我们念佛的人, 要想正的离一心不乱不可能的, 功夫用得再好, 可以得失一心不乱。 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 静宗法门跟其他法门果报不一样。 其他的法门, 用心意识达到最上层的, 功夫也只能成身文, 圆诀。 但是念佛人有这样的功夫,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 也是上上品往生, 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上上品往生, 那个果报怎么会一样? 升到西方世界就花开见佛, 时间很短。 如果是见性, 离一心不乱, 升到西方世界是十报庄严土。 那个完全不一样。 从这些地方细细地去观察, 才知道静宗法门的书胜。 静宗法门是同样的功夫, 成就的完全不一样, 确实是不思议的成就。 由诸众生, 以此本名。 这是由于这一切众生, 一世忘掉, 忘失掉。 虽终日行而不自觉。 我们用不用真心。 给诸位说, 什么时候离开了真心? 从来没有离开。 我们眼睛见, 我们是用的真心, 用的是自信, 耳朵听, 也是真心, 也是自信, 天天用它, 从来没有离开过。 古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眼见, 第一个见是真心, 为什么? 你还没有起分别, 执着。 如果我们细细的去体会, 不难明了。 我们张开眼睛, 第一次看这个, 看得很清楚,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清清楚楚, 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箱一样, 照得很清楚, 里面没有起分别, 没有起执着, 没有妄想, 这个时候是真心。 耳听音声,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当我们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时, 外面境界是一真法界, 我们用的心是真心, 是自信。 可是到第二念就迷了, 第二念就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那就错了, 第二念就堕落了。 所以古德叫人保持初心, 初心就是第一念, 能够保持初心, 成佛有余。 永远保持, 念念都是第一念。 第一念是绝, 第二念才迷了。 迷了之后就变现出六道轮回, 就变现出十法界。 网入诸去, 在六道轮回里面真叫冤枉。 六道轮回从哪来的? 自己变的。 自己变, 自己在受, 自作自受。 本来没有六道轮回, 本来也没有十法界, 十法界, 六道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有了妄想就有十法界, 有了执着就有六道, 离开妄想执着, 那个境界就叫, 一真法界, 这是不得已, 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一真法界。 你可不能执着有个一真法界, 一有执着, 你就到六道去了, 哪里是一真法界? 佛这一切名词术语都是方便说, 让我们在那里体会它的意思, 体会它的境界, 千万不可以分别执着。 所以佛菩萨都教给我们, 听经要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离言说, 离名字,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离四相。 离心原相,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离四见。 那个心原是心理攀原, 是思维想象, 一面听就一面打妄想, 这个不行, 这个不解如来真实意。 读经也是的, 老老实实的读。 果然能够不着文字相, 不着名字相, 不着心原相, 读经也会开悟。 我们今天读经, 听经不能开悟, 就是没有能够离乡, 都是用的攀原心。 果然能够离乡离间, 不但听佛说法能开悟, 看经能开悟, 在一切日常生活当中, 见色纹身都能开悟, 不定是什么因缘, 让你一念诀了, 念念诀, 那就成功了。 这一段是, 冷言经, 上的经文, 底下是简单的说明。 此中所说攀原心, 即是不绝望动之心。 原清净体, 乃至原所依者, 即如如不动之本性也。 什么叫攀原心, 原清净体, 原所依者, 你只要把这三句搞清楚, 佛这个意思你都能够明了。 这三句在, 金刚经, 上讲, 攀原心, 就是不绝望动之心, 望动心就是念头起灭的心。 真心不动, 什么东西动? 念头在动, 妄念在动。 一个念头灭了, 一个念头就生了, 念头生灭不停, 是个生灭的相续相。 诸位要晓得, 这个生灭是不会灭的, 但是那个生灭念头里面很复杂, 它会变, 它不会灭。 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就是这个道理, 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真心就是如如不动的本性, 因为真是不动。 诸位要记住, 觉是不动的, 迷是动的, 觉性不动,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有许多人学佛求智慧, 智慧怎么求? 拼命去研究经教, 那能开得了智慧吗? 研究经教用什么心? 就用生灭心, 用分别心, 用妄想心, 用这种心去研究经教, 别说你研究三十年, 研究三百年你也不会开悟。 什么原因? 你那个心是谜, 不是决心。 我们再看看, 自古以来那些开悟的人, 他怎么开悟的? 他用的方法恰恰跟我们想象的相反, 他什么也不研究。 他入了定, 从定中开悟的。 参禅打坐入定, 读经念佛也入定。 教下里面读经, 一生只念一部经, 他也不求解义。 我们在六祖谈经里面看到, 法达禅师念, 法华经念了三千遍。 法华经的经文很长, 一天念一遍, 三千遍, 三千是个整数, 在我们想他应当念了十年。 十年念一部经, 所以他的心定下来了。 遇到六祖, 六祖几句话一提醒, 他就觉悟了。 无尽藏比丘尼寿持, 涅槃经, 涅槃经, 的分量比, 法华经, 更长。 涅槃经, 在中国有两种译本, 一个是四十卷, 一个是三十多卷。 这个经念一遍普通的人大概是三天, 三天念一步。 也是念了很多年。 古大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 它就是一心念, 念经的时候把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所以它是用念经的方法修订。 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 读经世界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戒律所说的是, 诸恶末作, 众善奉行。 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妄念不深, 这就是诸恶末作。 我念一个终点, 我这一个终点诸恶末作, 我念两个终点, 我两个终点诸恶末作。 这就是持戒, 是小臣戒, 诸恶末作。 大臣戒是, 众善奉行, 今是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的确是止于至善。 读经就是止于至善, 那就众善奉行, 所以读经, 戒律远远满门都修了。 读经的时候专心去读, 没有一个妄想, 没有一个杂念, 这是修订。 所以读经不能分别经意, 分别经意那就错了。 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修订, 用这个方法把自己妄念打掉就是修订。 经文念得清清楚楚, 没有念错, 没有念颠倒, 这就是会。 这个会在, 班若经, 里面叫根本质, 班若经, 上说, 班若无知, 无知是根本质。 我们读经修什么? 修无知。 无知起作用是摩索不知, 班若无知, 摩索不知。 摩索不知从哪里来的? 从无知来的。 你得到无知, 然后才摩索不知, 你要是有知, 你就有所不知。 你要想做到摩索不知, 你一定要先正的无知。 所以读经要会读, 会读的人会入定, 会读的人会开悟。 不会读的人展开经本打妄想, 那就完全错了。 所以我们把修行, 这个读经是修行, 就是界定会一次完成, 跟我们研究教理一定要分开。 读经, 那是自己做功夫, 研究教理事探讨了解佛法的理论, 两者可以并行, 能够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像我们这个讲习当中, 这是属于研究讨论, 这是求明了经典意理, 明白这个道理, 方法, 境界。 但是用功, 像我们读, 金刚经, 用功的时候, 那是所有一切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那是做功夫, 做功夫就是修界定会。 这个一定是两桩事情, 要分做两个时间来做。 二十一, 能言经云, 云和乳经移动未深, 移动未尽。 从史记中, 念念生灭, 遗失真性, 颠倒行事。 性心失真, 任务未己。 轮回事中, 自取流转。 此段更说得明白。 即是出发心时, 便应便明真望。 直向本部洞处绝照。 乃不至以此本名, 网入诸去, 自取流转也。 这是在, 冷言经, 上, 释迦牟尼佛责备阿南的话。 阿南犯的毛病, 实在讲正是我们现在犯的毛病。 阿南在冷言会上是献给我们看, 待我们向是遵求法, 所以是尊对他的开示, 就是对我们的开示。 云和乳精以动为身, 以动为尽, 不但我们现前, 把这一个幻想以为是自己, 这个身就是代表自己。 一切凡夫都把这个肉身, 色身当作自己, 后头讲, 任务未己, 他不是自己, 他是个物。 这句话含义很深。 底下这一句, 把他的真相说出来了。 从史记中, 念念生灭, 这一段经文跟, 金刚经, 的经文合起来看, 意思就非常明显。 前面经文我们读过, 佛以他自己的身相来说明, 佛是三十二相, 报身。 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 是名三十二相, 说明报身即非报身, 后面又给我们说, 为尘即非为尘, 是名为尘, 世界即非世界, 是名世界。 在物质上最小讲到维尘, 我们今天讲的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讲这些东西。 世界, 是维尘组合的, 不是真实的,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是讲不但你的身体, 连外面这个环境, 它都是一个洞的。 极小的维尘, 它都是个洞向。 洞的, 它就不是真的, 因为自信是如如不洞。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洞的。 近代科学家已经知道, 没有物质的存在, 以前认为有物质, 现在晓得没有物质存在。 一切现象是什么? 波动的现象。 这跟我们经理讲的就非常接近了, 却确实实是波动, 刹那生灭是波动, 波动的现象。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称之为四大。 四大的真相是接空, 四大说的是什么? 经上用的名称叫的水火风。 我们往往看到这四个字, 也把它误会了。 地是什么? 地是土地, 大地, 我们把它搞错了, 其实这四个字是代表的。 的, 是什么? 是一个物体, 你能够看得见的, 代表一个固体, 它有体积。 在小, 我们看到原子, 电子, 在高科技显微镜下, 还能够看得见。 能够看到的, 它是一个东西, 地是表这个意思。 火大, 我们现在讲带电, 它带的阳电, 在佛法里面叫做火大, 也就是说它有温度。 水大, 它带阴电, 它有湿度。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动就用, 风, 来做代表。 四大, 是说明基本的物质有这四种特性。 所有一切森罗万象, 都是这个基本物质所组合的。 金刚经, 上讲, 义和乡, 基本的物质是一个组合的现象。 我们今天讲它组合的方程式, 是不一样, 所以变成原子, 原子再组合就变成分子, 这才形成宇宙, 形成万物。 无论动物, 植物, 矿物, 都是这个东西组织的。 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它是一种生灭的相续象。 我们看错了眼, 把相续看作真实, 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 这样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才能看到佛在这个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才能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说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身佛平等。 完全是一种现象。 诸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僧罗万象, 看的是什么? 是叶因果报的连续象。 但是这些叶因果报, 也是空花水月, 也是梦幻泡影。 你不执着, 没事, 心地清静平等, 没事, 一执着, 就有苦有乐, 你就有这些虚妄的感受。 不执着, 什么事都没有。 坏就坏在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就是用攀子, 那就是错用了心。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 你自己找的。 以动为生, 以动为静, 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也就是讲十法界森罗万象, 他的真相就是自始至终是念念生灭, 他是个念念生灭香, 现在讲波动, 这个意思讲得好。 遗失真性, 颠倒形式, 我们错就错在这个地方, 不了解事实真相, 错了。 在这个虚幻的境界里面起心动念, 虚妄的造作。 起心动念, 这个境界就变了。 像是从念头里面生出来的, 佛在戴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相生。 华言经, 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我们讲这个身讲变化, 相的变化是时他在做主宰, 时事能变, 像时所变。 佛与大菩萨境界, 我们为什么叫他做一真法界? 一真跟十法界不一样, 十法界是千变万化, 这就是说明, 一真法界的人他的心是定的, 他的心不动, 现的境界也就不变, 不变就一真。 十法界里面这些众生, 十法界里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都是十法界里面的佛, 没有出十法界。 别叫佛超越了, 那是在一真法界里面。 所以藏教佛, 通教佛, 他还是用攀缘心, 他不是用的真心, 他那个心还在动, 所以他的境界也在动。 但是十法界越往上面去, 他的波动幅度越小, 换句话说, 他那个境界连续的时候, 保持的就越长久, 他的寿命长, 他的生活环境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 道理就在此地。 越往下面, 面头波动的幅度就越大, 相续相保持的时间就短, 所以显得寿命也短, 环境变化也非常快速, 我们讲的沧海桑田。 外面环境却确实时也是随着念头在变化, 静随心转。 我们这个身体是随念头转, 外面的生活环境也随念头转。 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佛法修什么? 佛法修的是清静心。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 你只要心地清静就能转环境。 像我们自己身体, 身体也是环境之一, 我们的身体不好, 身体有病痛, 身体有业障, 怎么样改变? 修清静心。 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你这个身体的细胞组织就恢复正常。 正常就是健康的, 不正常就出毛病了。 为什么不正常? 你有烦恼, 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你有妄想执着, 把你正常的组织破坏, 你就会得许多怪病, 是这么来的。 世间人年老常常看医生, 看哪一个佛菩萨看过医生。 你们查, 大藏经, 哪个佛菩萨去看过医生, 去吃过药。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自己调整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过去, 在民国初年, 地贤法师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大德, 讲经说法的法师。 有一次地老生病了, 应光法师写一封信告诉他, 你是讲经的法师, 怎么可以生病? 怎么献这难看的香? 所以要晓得, 他自己调整, 不需要找医生, 医药, 用不着。 了解身心都是患法, 离了患, 一切就恢复正常。 现在人口头上常说改造体质, 改造体质佛法是最高明的。 这世间用药物治疗, 副作用很多, 我看不但改不了, 还增长业障, 越改越糟糕, 越改越坏。 这是说明事实真相, 一切众生迷惑颠倒。 信心失真, 任务未己, 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把这个身当作自己, 把所有这些现相认为是我所有的, 身体是我, 一切万物是我所有的。 这个念头一起来, 这叫执着, 六道轮回的境界就现出来。 六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就是这一个念头出来的。 由此可知, 如果你不再执着身是我, 不再执着一切万法是我所,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轮回是什么境界? 那是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这是我执没有了, 我, 我所没有了, 但是认为这些境界还是有的, 法执有存。 有法执, 所以有身文, 原觉, 菩萨, 佛的法界。 如果法执也没有了, 也不以为然了, 金刚经, 上讲得很好, 不以为然, 不在意了, 那就超越十法界, 十法界也没有了, 这才归到一真法界。 轮回是中, 自取流转, 十法界是自己造的, 六道轮回也是自己造的, 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寿, 都是自作自受, 这个一定要知道。 而后你才不会怨天尤人, 自己造作的夜阴, 自己要受这个果报。 我们明白佛法, 就可以在这一生当中, 阶阶地超越。 大臣经上所讲的理论方法, 如果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烦恼, 习气太重。 佛叫我们放下, 放不下。 教我们不要分别执着, 偏偏还是分别执着, 做不到。 做不到, 教你念佛。 所以念佛这个方法叫带夜往生, 带什么夜? 带着分别, 执着, 妄想, 可以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诸位要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你就是生到凡圣同居土, 也是一真法界,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地方, 它跟其他的诸佛叉土不一样。 一切诸佛叉土都有十法界,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十法界, 不但没有十法界之事实, 连十法界的名都没有。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 四土, 三倍, 九品, 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阿罗汉, 天人, 无量寿经, 上解释得很清楚, 这是佛的方便说, 随顺十方世界的人来说, 实际上他们那边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没有这个念头。 虽然没有这个念头, 但是断货的程度并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都没有这个意念。 这个情形, 何以十方世界的人做不到, 偏偏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能做到? 往往是我们生起很大的疑惑。 其实戏读境宗经论就晓得,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 如果不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 凡夫决定做不到。 这是不思议的境界, 是一切诸佛赞叹的, 一切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 道理就在此地。 佛说这一段的意思, 这是教阿难, 也就是教我们自己, 出发心就要能够, 辨明真旺。 这个开是好。 一开端我们就把什么是真, 什么是旺搞清楚了。 凡是动的, 就是旺的, 就是虚旺的。 其实, 冷言经, 说到这个境界, 讲的六节三空, 动, 是第一关, 第二关是, 静, 你住在静上也不行, 也是错误的, 后面还有, 根, 绝, 空, 灭, 一层比一层高, 一层比一层维系。 由此可知, 出离六道十法界, 的确不是容易事情。 大势智菩萨在冷言会上, 劝我们念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 可是明白好处就很多, 好处在哪里? 明了之后就肯舍, 肯放下了。 纵然有执着, 那个执着的程度比从前要淡薄很多, 这个对于我们念佛往生帮助就非常之大。 过去我们对于身体有很严重的执着, 对于自己所有的财物也是执着的很重。 现在了解这个, 都能放下了, 能放下就能往生。 什么时候往生?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 往生自在的,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真去得了吗? 放下就去得了。 为什么你想去还去不了? 你想想一定还有放不下的, 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你就去不了, 那就是障碍。 灵命中时, 佛来接引了, 也要彻底放下, 还有一样放不下, 佛就走了, 不带你去了。 错过这个机会的人很多很多, 就是不知道,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佛教教人, 出发心识, 便应便明真望。 直向本不动触觉, 不动就是清静心, 要在生活当中去锻炼, 所谓是历史练心。 历史经历, 在一切境界当中去练。 练什么? 练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练这个, 这就叫真修行。 修行, 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什么是错误? 见色纹身, 起心动念错了, 分别, 执着错了, 我们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 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我要回过头来, 我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叫修行, 这叫从根本修。 不仅禅宗常提示修行从根本修,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都要懂得从根本修。 这是大根大本, 根本的根本, 就是教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不要再搞分别执着, 不要再搞妄想, 这就是从不动触绝招。 要天天去练, 时时刻刻去练。 我觉得现在最方便的一个练习方法是看电视, 因为每一个人都看电视, 电视上都是假的, 画面不是真的, 电视画面是连续的, 大家晓得这是电波为力组成的画面, 跟佛讲的现象很接近。 你了解电视的原理, 你观察这个东西, 不要被它这个相锁动。 这个观成之后, 有了功夫, 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对人, 对事, 对物, 都把它看成电视的画面, 再也不会起心动念, 也不会分别, 执着, 全是假的, 全是空的。 然后对于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那个帮忙就大了。 你真的可以放得下, 看破, 放下, 那个时候,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这就是真实的功夫, 这样才不至于以此本名。 从这个地方去练你的清静心, 练你不动的真性, 这样才不至于, 以此本名, 往入诸去, 诸去就是指六道轮回, 自取流转。 二十二, 绝照亦须设心, 设心亦非无念, 亦非毕竟无相可取, 然凡夫非此无入手处, 所谓已幻除幻之法门而, 因此法虽亦是幻, 然是随顺真如, 与其他动念取相者, 因心不同, 故得果变大不同, 如持明念佛, 的往生净土之果事也, 绝照亦须设心, 设心亦非无念, 亦非毕竟无相可取, 然凡夫非此无入手处, 所谓已幻除幻之法门而, 这一段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段, 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佛在冷言会上, 一开头给我们讲, 最初方便, 这个非常重要, 最初方便就是从哪里入门, 一定要知道, 我最初学佛亲近张家大师, 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法知道的很浅薄, 可是很想学, 也很想早一天能够入门, 他老人家直接了当交给我, 看得破, 放得下, 这部, 金刚班若波罗蜜, 就是讲看破, 放下, 我请教他从哪里下手, 他交给我布施, 也跟, 金刚经, 讲得完全一样, 要真正去做, 布施, 一般人往往也把一丝错毁了, 以为布施是舍财, 到寺庙去捐一点钱叫布施, 那个布施没有用处, 无济于事, 布施是舍, 是放下, 把什么放下, 把你的念头放下, 把你的妄想放下, 那叫真的放下, 那才管用, 舍几个钱, 不管用处, 心里还照样打妄想, 还有贪甜吃慢, 那有什么用处, 要把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 这个地方交给我们绝照, 绝照在初学的时候要设心, 宗门里面用的这些方法都是纲领, 它的功夫有三个层次, 从观照入门, 绝照就是观照, 在网上提升就照住, 最高的境界是照见, 我们读, 班若心经, 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 那是功夫达到最高段, 照见了, 它这三个功夫, 跟我们念佛三个功夫, 名词不一样, 名词不一样, 境界相同的, 我们念佛, 初步功夫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就是观照, 就是禅宗的观照功夫, 往上提升, 是一心不乱是照住, 里一心不乱是照见, 名词不一样, 功夫境界完全相同, 但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念佛人就是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念到底, 就看你会念不会念, 怎么叫会念, 方法最妙的, 无过于大事智菩萨所讲的, 都设六根, 境念相继, 这叫会念, 这个念佛会念, 只要做到这两句, 观照就在其中, 在位次上讲, 天台大师所讲的六级佛, 你就入观行为, 六级第一个是理级, 理是理论, 一切众生皆是佛, 这是理, 像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 虽然学佛, 是名字位中, 有名无实, 功夫一点都不得力, 功夫得力, 就是观行为, 观行是功夫得力, 观照的功夫得力, 念佛的功夫得力, 功夫成片了, 这是功夫得力, 那是观行为, 观行为在其他法门里面, 没有什么成就的, 但是在念佛法门里面决定往生, 这是身凡胜同居土, 所以古德讲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诸位要晓得, 入观行为并不难,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在网上提升, 相似位就不太容易, 相似位就是得定, 念佛的事一心不乱, 那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但是观行为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这就是万修万人去, 初学, 就是讲道观照要设心, 设心, 换句话说, 还是用的心意识, 一开头说离心意识是根本不可能, 开头一定要用心意识, 冷言经, 传到中国来之后, 古时候这些大德都是依天台的教理来解释, 冷言, 就是用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来解释, 冷言, 这里面也有原因的, 天台大师的指观是用心意识, 没有离开心意识, 道明朝教光法师, 给, 冷言经, 做了一个新的注解, 舍弃三指三观这种修法, 直接采取, 冷言经, 里面的经意, 舍食用根, 这是, 冷言, 里面讲的, 奢魔他, 三魔, 缠纳, 这个说法没有错, 没有违背经意, 但是太难了, 不是一般人能够修的, 也就是说, 他取的方法是离心意识, 这个是真难, 冷言经, 的注解, 从焦光大师开始就有心派, 心就两派, 就助容易修学, 心助医焦光法师的, 非常困难, 射心, 射心当然还是有念, 实际上讲, 禅宗早年关心, 以后用参话头, 他还是用的意识心, 这是初期要用他, 非必尽无香可取, 他还是取, 譬如离洞香, 他取静香, 虽不就静, 提升了一层, 他还是有香可取, 然凡夫非此无入手处,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境界提升, 要逐渐见次的提升, 不一见次, 那个人太少了, 我刚刚接触佛法, 方东美先生跟我说, 他说不一次第的,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学不得, 什么人, 六祖会能大师, 那个没有办法学的, 那个人没有次第, 六祖之前, 没有看到这个, 六祖以后, 这一千三百多年来, 也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要按部就班, 依照顺序来修学, 我们才有指望, 所谓以患除患之法门儿, 因此法虽亦是患, 这个法就是佛法, 佛法也是虚妄的, 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没有的清净心, 没有见性, 要依佛法, 见性之后佛法不要了, 还要各佛法, 决定见不了性, 佛在这部经上讲,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这句话要记住, 但是不是现在就舍, 现在就舍, 那没救了, 现在不能舍, 但是一定要知道, 佛法也是因缘所生法, 也不是真实法, 你要用它, 不能执着它, 这就对了, 我们现在过河要传, 可是你不能执着传, 执着传你登不了岸, 一定要晓得, 我随时可以舍弃它, 到应当舍弃的时候, 马上就舍, 舍了就入一真法界, 就超越十法界, 你要是不舍, 你就出不了十法界, 所以身闻, 原觉, 菩萨们, 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不能脱离十法界, 就是佛法没有放下, 法没有舍掉, 因此法虽易是幻, 然是随顺真如, 这个法虽然是幻, 但是它是接近真的这个方向, 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大了, 与其他动念取向者, 因心不同, 故得果变大不同, 譬如我们起心动念, 起贪甜吃的念头, 这是最不好的, 贪财, 贪明, 贪色, 贪佛法还是贪, 不是说我换个对象就没有事了, 换对象不行, 你贪心没有断, 换对象只是抱不一样, 果是一样的, 贪心的果在哪里, 在恶鬼道, 但是多在恶鬼道, 那个抱不一样, 就像我们人一样, 因是无界时善, 我们的的果是人生, 得到人生, 生活环境不一样, 有的人富贵, 有的人贫贱, 这叫抱, 果相同, 得的人生相同, 抱不相同, 所以果跟抱要分开来讲, 那个抱是因为你做的有善恶, 你过去修的善多, 你这个抱就好, 你做的恶多, 你的抱就不好, 你的财富, 是因为你过去生修财不失多, 你的聪明智慧, 你法不失多, 那是抱不一样, 贪心的果是恶鬼, 抱的时候, 鬼里头有做鬼王的, 我们中国人讲, 有座阎罗王, 阎罗王是鬼王, 鬼里头的总统, 帝王, 他有大福报, 有座城隍, 土地, 城隍就是县市长, 土地是乡镇长, 这都是有权威的, 都是享福的, 不是恶鬼, 普通的鬼那是恶鬼, 大大的不相同, 那个抱不相同, 学佛贪图佛法的, 到鬼里面都做鬼王, 果是一样, 抱不一样, 这些地方我们都得要辨别清楚, 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应当怎么做法, 应当怎样修法,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的果大不相同, 如持明念佛, 的往生净土之果, 这是最殊胜的, 无比殊胜, 持明, 是执着, 直持明号, 有分别, 有执着, 但是这个分别执着的, 的果报就太殊胜, 连一般这些菩萨都不能够未必, 这事我们一定要晓得, 我们凡夫修行果报, 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殊胜, 这是一般菩萨, 使法界里面的佛都比不少, 虽然是待业往生, 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生凡胜同居土, 甚至于造作罪业忏悔往生的, 待业往生有两种, 里面有一种是造作无逆时恶罪, 灵命忠实忏悔往生, 看他忏悔的力量, 他忏悔的心要是真, 恳切, 品味也很高, 即使是凡胜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也比实法界里面佛菩萨高明, 这个诸位在静宗经论里面你能够看到, 阿弥陀佛四十八院里面所说的, 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 这就说明一切诸佛差土都有十法界, 都不平等, 唯独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体的庄严跟阿弥陀佛一样, 紫模真金色身, 像貌一样, 西方世界像貌都一样, 没有两样的, 我们听了怀疑, 到那个时候, 哪是佛, 哪是菩萨都不认识, 不要紧, 各个人都有神通, 都有智慧, 辨别的清清楚楚, 不会错认, 到那个地方, 几乎智慧得能完全恢复, 实际上, 并不是你全部恢复, 是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 就如同恢复一样, 到那个地方, 经上讲的, 要十二个大劫才花开见佛, 那是没有佛力加持, 需要十二劫, 的佛力加持, 不需要, 一切受用, 智慧得能就跟佛差不多, 不是使法界佛菩萨能够相比的, 这个功德殊胜, 没有办法能够说得出的, 真实不可思议, 这里特别提出来, 用攀缘心持明念佛求生净土, 果报第一殊胜,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一一八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八, 请先开经本二百七十面, 二十三, 如如不动, 即不深义, 不取余相, 即无助义, 先须绝照本不深, 看破, 乃能无助, 放下, 至于义无所助, 便正无身, 交互用功, 是未要门, 且如是用功, 是贯彻到底的, 从出入手, 乃至住, 行, 相, 地, 等觉, 妙觉, 皆不外此, 故约离一切相, 则明诸佛, 一切诸佛, 从此经出也, 无上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也, 这一段的意思很深, 这个理很深, 如如不动, 就是真如本性, 我们晓得唯有自信是不动的, 除自信之外, 使法界一阵庄严都是动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想就是动的, 不动, 他就不想, 想就是动的, 经上这两句话, 如如不动, 不取于香, 这事是尊交给须菩提尊者, 弘法立身必须要遵守的原则, 这两句话, 他的意思虽然是甚深, 但是也能够浅说, 从初驻菩萨到等觉, 妙觉, 也就是这两句浅深差别不同, 而分为四十二个阶级, 将居是讲, 金刚经, 前半部的精义有深有浅, 后半部的精义为深无浅, 也就是只有深讲, 没有浅说的, 他的说法没错, 浅深的界限是渐性, 后半部是法深大事的境界, 也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深这个境界, 死的这个, 如如不动, 在禅宗里面讲, 是明星渐性了, 所以这就是不深的意思, 不深, 就是涅槃的意思, 涅槃是梵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深不灭, 不深, 当然就不灭, 就没有灭, 有深就有灭, 这是从体上讲, 不取于相, 是从修德上讲, 如如不动是信德, 自信本具的, 不取于相是修德, 怎样才能证得如如不动, 一定要在, 不取于相, 下功夫, 这相心就动了, 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 不取于相就是无助的意思, 由此可知, 无助的意思也有浅深差别, 要怎样把这两句都能做到, 下面这是教我们方法, 先须绝照本不深, 这就是看破, 首先你要了解一切法, 是法, 佛法却却实实不深, 换句话说, 却确实实是如如不动, 这个意思我们很难体会,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的观念转步过来, 我们凡夫的观念, 看到不动, 不动的对面那就是动, 总是把这个事情看作两节, 佛法里面真正的意思, 动与不动是一, 那才叫真不动, 如果动跟不动分开, 这个不是不动, 如果以为离开了动, 那叫不动, 这个境界不是一个好境界, 如果没有断剑丝烦恼, 果报在四空天, 没有出三界, 断了剑丝烦恼, 也只能证声闻, 原觉, 佛在大乘经上说这些人堕无畏坑, 原因在哪里, 二圣人虽然我直破了, 法直犹存, 他执着什么, 动跟不动是两桩事情, 动他舍掉了, 他心里住在不动, 这就错了, 比不上大乘菩萨, 大乘菩萨知道动跟不动是一, 这个意思, 诸位如果, 金刚经, 一直听下来的, 我想多少能够体会到一些, 前面佛说得很好, 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 世民三十二相, 佛说, 为臣即非为臣, 世民为臣, 世界即非世界, 世民世界, 都是发明这个意思, 说, 即非, 就说如如不动之体, 说, 世民, 就是如如不动之相, 体一定会献相的, 相有没有生灭, 相实在讲不生不灭, 为什么说现的相不生不灭, 现那个相时间太短, 短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稍稍体会一下, 用现代科学家的说法, 现在科学家已经同意, 这个世间决定没有物质存在, 所有物质现象是什么, 他们知道是波动的现象, 这个跟我们佛法讲的愈来愈接近, 佛法讲,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那就是波动的现象, 我们从最常见的光波, 这个常识现在初中学生都明了, 都知道这回事情, 光的速度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光走一公里是三十万分之一秒, 光走一公尺, 一公里是一千公尺, 三十万后秒再加三个零, 三亿, 光走一公尺是三亿分之一秒, 一公尺有一百公分, 光走一公分是三百亿分之一秒, 在十分之一公分, 百分之一公分, 诸位就能够体会到如如不动, 不生不灭, 他那个时间太短了, 你没有办法觉察到他有生有灭, 那个生灭你看不出来, 佛在, 《冷言经》上讲, 当处出身, 随处灭尽, 我们从前念, 《冷言经》, 念这一句体会不到, 那个当处是怎么讲法, 现在才晓得, 佛讲的当处, 真的是一万分之一秒, 他那个生灭的速度,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相, 就是这个快速生灭的连续相, 相续相, 哪有生灭? 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 这就是绝照本不生, 一切万法, 十法界一正庄严本不生, 这是前面经上讲的, 围城及非围城, 是名围城, 围城是讲到物质最小的, 我们今天讲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世界是讲物质之大的, 这个大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是从小的围城急剧变现出来的, 围城既然不生不灭, 世界哪有生灭? 我们讲沧海桑田, 沉住坏空, 那是讲非常非常粗的香, 这个说法凡夫会懂, 说到真实香, 没有几个人懂, 真实香你果然懂了, 明白了, 那就恭喜你, 你已经是原初著的菩萨, 你的妄想, 分别, 执着当下就没有了, 为什么? 你已经肯定了, 却确确实实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不但世间法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出世间的佛法也是原生之法。 佛在这部经上说过,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佛法也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是法, 佛法统统放下了, 放下就是无助。 无助, 你就见到如如不动, 你还有助的话, 你怎么能见到如如不动的自信? 这个自信是宇宙万法的本体。 入这个境界,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真的没事了, 真正没事了。 所以经上讲的, 教给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这个地方只讲无助。 无助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生心? 佛告诉我们, 事实真相是, 万法皆空。 万法包括佛法, 事法, 佛法, 世间法, 出世间法, 都是当下极空, 了不可得, 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 你所谓能得的全叫打妄想, 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一样东西可得。 因果不空, 因果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感触到这个生灭的相续现象。 我们所看到的是法界一阵庄严, 法身大事所正的的一阵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 华藏世界, 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前面说过, 性启用它现象。 性是真常的, 不生不灭的, 因此相也是不生不灭。 性不会变, 相会变。 所以佛用方便的说法, 不变的是真的, 会变的是假的, 所谓真性, 妄想。 相为什么会变? 因变, 果就是现象。 因是什么? 因是妄想, 妄想就是动, 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心性现的那个象就起了变化。 诸位要晓得, 只是相上起变化, 性上不起变化。 于是有一真法界的现象, 有十法界的现象, 有我们眼前生活的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十变的, 华严经, 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现的这个象有好丑, 有善恶, 有苦乐, 所以佛教给我们,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控制相的变化之心。 觉悟的人跟我们不觉得人不一样, 觉悟的人, 所有一切现象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化, 他在境界里面做得了主。 像, 普门品, 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 应以佛身而得度的, 他就变现佛身, 应以佛境界的度的, 他就现佛境界, 应以菩萨身的度者, 他就现菩萨身, 他多自在。 这就是所谓自己做得了主。 做不了主的, 我们的心随着境界转, 这个就很苦, 自己在境界上做不了主。 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生做主的心。 就如同佛跟大菩萨一样, 在法界当中自己可以做主, 生这个心。 但是一定要做到如如不动, 不取余香, 你才能做得了主。 做得了主之后, 唯一的一个事业就是广度众生。 成佛, 成菩萨之后, 自己没事了, 完全是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 帮他们破迷开悟。 所以, 金刚经, 的理论, 方法, 境界, 时时在在达到究竟圆满, 如果能够通达, 用在念佛的方面, 纵然不能生时报装颜土, 我们就把标准再往下降, 降到凡胜同居土, 你一定也是上上品往生, 决定能够得到自在往生。 这个自在往生,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否则的话, 你, 金刚经, 是白念了。 底下说的这几句话, 这就证实了。 至于义无所住, 便正无身, 正无身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正无身就是成佛, 就是明心见性。 怎样才能明心见性? 要义无所住。 义无所住就是不取余相。 不取余相, 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什么叫取相?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里有牵挂, 牵挂就是取了相, 就折了相。 一定要让心地清静, 一丝不挂, 不能有丝毫的牵挂, 一定要知道, 先须绝照本不深。 为什么不需要牵挂? 所有一切现相都是假的, 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真的叫妄想, 它不是事实。 但是这些东西要是放在心上, 坏了, 你的心里面就有障碍, 这障碍叫业障。 障什么? 障碍你无助, 障碍你正无身, 这个麻烦就大了。 下面这两句话非常之好, 对我们来讲, 我们马上就可以用得着。 交互用功, 是未要门, 就是看破跟放下交互用功。 看破一分, 放下一分, 再放下一分, 这又看破一分。 看破, 放下相扶相成, 互相帮助。 要不这样用功, 就很难砌入境界。 我们看破, 看破马上就要放下, 放下之后, 你的智慧一定又会提升一个层面, 这必然的道理。 又看破一些了, 看破一些再放下一些。 决定不可以说, 你看破这个境界, 就不肯再放下了, 好了, 那你的功夫就到此为止, 决定不会向上提升。 也就是不断地要放下, 这个会不断地再看破。 譬如法身大事, 我们举这个例子, 其他都可想而知。 法身大事是原教初驻菩萨, 破一品无名, 是放下一品无名, 他振一分法身。 振一分法身, 就是看破, 看破之后, 再放下一品无名, 那又振两分法身。 逐渐逐渐, 四十亿品无名统统放下了, 他就圆满菩提。 那个时候, 彻照如如不动。 这个如如不动的性体, 说体必定含着有像, 有作用, 像, 华严经, 上讲的, 大放广, 彻底显现了, 在没有丝毫障碍, 这个时候就正的究竟圆满的无声。 且如是用功, 是贯彻到底的, 菩萨修什么? 就是修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是总纲领, 根本的原理, 原则, 我们所讲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诸位要晓得, 那都是枝枝叶叶上的手段与方法。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离不开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就是, 看破, 放下。 贯彻是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离开这个原理, 原则, 你用的这个功夫叫错用了功, 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盲修瞎恋。 违背这个原理, 不管你修什么功夫, 都叫做盲修瞎恋。 从出入手, 出入手是时性位, 出入门, 乃至时柱, 时行, 时回向, 时地, 等觉, 妙觉, 大臣原教所列的四十二个位次, 皆不外此。 妙觉就是成佛, 就是究竟缘满佛。 经上所说,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觉。 初驻以前是正觉, 从初驻到等觉叫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有四十一个位次, 我们通常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他们是属于正等正觉, 妙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你问他们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要明了, 明了之后要能够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却确实实用这种功夫,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四十一位菩萨们, 在华严经上为我们表演, 为我们做示范, 菩萨视线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这是华严, 著名的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们在这个经文上看到, 修行人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没有改变他的工作行业, 就在自己本位上修正无身, 修正无上正等正觉。 可见得, 他的确没有障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佛在本经上说, 离一切相, 则明诸佛, 离一切相就是不取余相, 就是应魔所住。 要把无助贯彻到底, 要把不取余相贯彻到底, 这就叫诸佛。 这个诸佛的意思是广义的, 广义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开始依照本经的理论, 方法去做, 坚持去做, 就是, 看破, 放下, 相辅相成的去做, 你现在就入诸佛位。 则明诸佛, 你现在就是诸佛。 我烦恼还没有断, 没断你是出入手的佛, 出学的佛。 你走的这个路子的, 的确却是41位法身大士走的路, 没错。 你是刚起步, 你就是诸佛, 天台大师讲的好, 这叫, 观形极佛。 天台家讲六极佛。 第一个是, 李极佛。 李极佛是什么? 如如不动, 那是李。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佛性就是李极佛。 从明子位这就开始修了, 明子极佛, 我们今天是明子位。 明子位, 是在这里学习, 希望理论, 方法, 境界我们都搞清楚, 搞明白, 还没做, 没有开始做, 这叫名子佛, 有名无实。 开始做什么? 什么做法? 真的看破, 真的放下, 这是开始做了。 怎么看破法? 佛在这部经上教的方法太多太多了。 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 是明三十二相, 这是看破。 看破什么? 身是假的, 身不是真的。 佛的身, 三十二相是讲佛身, 佛是举自己做例子。 佛身上且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何况凡夫。 佛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 这叫看破。 看穿这个身像是刹那身灭像。 佛在, 《仁王经》里面讲, 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身灭。 我刚才跟诸位说的, 不止九百身灭, 九百太粗了。 刹那确确实十亿万身灭, 哪知九百? 九百太少了。 可是从刹那九百来说, 这个身灭的香你已经没有办法抓到了。 你所看到的, 刚刚身就没有了, 就灭了。 刹那九百身灭, 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的身灭, 也就是说, 一秒钟二十一万六千次的身灭。 二十一万分之一秒, 你能够看出来它身灭吗? 这个像是很粗的了。 如果用光波来讲, 比这个更维系, 那是一秒钟一万次的身灭。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眼见的, 耳听的, 念念能够提得起观照的功夫, 这就是绝照。 晓得所有线香, 是一个刹那身灭波动的线香, 却确实实没有自体,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当中, 你能够这样的看法, 这叫观照。 你能够这样看法, 你怎么会放不下? 越是放下, 那个观照的功夫就越维系。 观照这个智慧升起来了, 心清静, 观照得更维系了。 观照维系, 你就更能放下了。 这个功夫就是这么交互用法。 诸位要试读, 华严经, 你看到那个大菩萨的修行, 时时在在讲, 我们凡夫决定看不出来。 看出他跟平常人一样, 生活一天忙到晚, 该做的事情他都做, 他也没有参禅, 也没有打坐, 也没有读经, 也没有念佛, 他怎么就成佛了? 他怎么成菩萨了? 人家用的那个功夫, 我们不知道。 人家眼睛看的这个东西是,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什么也不放在心上, 什么是他照做。 前面讲, 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 他没有把它分开两节。 由此可知, 我们今天是这香修行。 这香修行得到什么结果? 人天福报而已。 如果五戒十善修不好, 人天福报都没有, 三图福报。 我们前天偶尔在电视里看到, 外国人养个宠物猪, 那很有福报, 一家人都照顾他, 伺候他, 非常有福报, 福报是他前世修的。 恶鬼到里面去享福, 当土地公, 当鬼王, 搞这些去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放下, 知道一切皆空, 你就肯放下了。 真正做, 你是真修行了。 真修行, 从前看不破, 现在我学着看破, 从前放不下, 现在我学着放下。 真干, 这就入观形即佛, 那不是名字, 你是真干了。 观形佛, 你就, 责明诸佛, 这个不是假的。 理论正确, 方法正确, 成就当然是正确。 什么时候, 我, 放下了, 不再把这个身当作, 我, 诸位小的, 我, 放下了, 我所有的当然放下了。 我所有, 是这个, 我, 附属的, 我所有的一切统统放下了, 这个境界就高, 入, 相似即佛。 你很像, 跟佛很相似了。 等到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叫, 分正即佛。 那是真佛, 不是假佛, 就入初驻的位子。 由此可知, 如果用广义的来讲, 你能够闻到正法, 名字即佛。 这是大臣圆顿的经典, 你能有这个福分, 有这个缘分听到, 你真听懂, 真听明白了, 名字就入佛位。 因为你明白之后, 你一定会真做, 你由名字, 而观形, 而相似, 而分正。 一切诸佛, 从此经出也, 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晓得佛法法门无量,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佛, 为什么统统是此经出? 此经讲的原理原则, 无论哪一个法门,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不能够违背这一个原理原则。 这不经上是给我们讲基本的原理原则, 通一切经, 通一切宗派, 通一切法门, 所以从此经出。 无上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无上正等正觉使所正的, 一切诸佛是能正之人, 无上菩提使所正之法, 能所不二, 法法皆如, 这些道理都是佛在此经所说的。 二十四, 本经已无助破我, 未为一主旨。 全经皆是全显欲破无名, 当不取向之意。 后半部说诸法意如, 说一切皆是等, 即是全显如如不动意。 后更唱发原生性空之意, 是全经之要旨在后半部。 本经一开端, 佛就为我们说明,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由此可知, 没有一个者相的菩萨。 菩萨皆不取相, 这是这里讲的不取余相。 我们刚才说了, 从观行为就开始, 一下手就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从哪里见到? 本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小陈的四果, 虚陀还是出果, 刚刚入门。 虚陀还者不着相。 不着相, 这是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 虚陀还没有觉得我震的虚陀还果, 没有。 这就是说明, 从一下手就离四项。 离香难, 非常非常难, 我们又何尝不想离香? 为什么离不了? 不知道这一切现香的真相, 所以离不掉。 也就是你为什么放不下? 你没有看破, 你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一场空。 这底下是总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才是事实真相。 不知道事实真相, 以为, 我, 是有的, 以为一切万法是实在的, 真实的, 在这里面起了取折, 取向, 折香, 生起这个妄想。 这个妄想演变成贪甜吃慢严重的烦恼, 而贪甜吃慢的习气, 可以说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堕在这里面, 一下去除怎么能去得了。 因此, 了解事实真相比什么都重要。 佛法的修学, 知难行义。 因为知难,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四十九年, 知难。 行义, 那真的是修行正果, 上根立志的人这一念就转过来了。 上一次讲的无始无明, 无始涅槃, 说明无始是没有开始。 刹那九百生灭, 哪有开始? 就是那一念, 一念迷了, 迷了以后, 念念迷, 这个麻烦了。 如果一念绝了, 念念绝, 就成功了。 迷, 绝就在一念之间, 那个一念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 真的是一万分之一秒。 你要从这个地方绝, 绝了之后要念念绝, 在佛门里面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这个话总懂了吧。 可是我们的老毛病, 老习气很重, 我们有没有一念绝? 有。 可是一念绝, 第二念又迷了, 又回去了, 麻烦就在此地。 第一念绝, 第二念也绝, 念念接着绝, 那就成功了。 这一桩事情对我们来讲, 一定要观形公身。 我们观照的功夫要深, 天天要做, 认真的要做。 怎么做法? 就是必须要知道, 一切法无有自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一切法的现相, 就是夜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这是说明这个现相怎么来的。 实际上, 诸佛菩萨看这个世界是什么? 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连续相。 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 看电影一样。 电视, 电影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有没有香? 有香? 什么香? 连续的香, 刹那生灭连续的香。 诸位现在常常看电视,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视。 看电视你看什么? 你不要去看画面, 你去想那个电视, 电视画面怎么成就的? 这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尝试, 那个画面是线条。 线条怎么组成的? 线条是点。 你要是能明白这个道理, 看那个画面, 画面是无数的点密集在那里组合的, 每一个点都不相连, 你才晓得这个画面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眼前使法界一阵庄严,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如此, 这就看破了。 这个观念要有, 这个观念不能一分一秒没有, 念念当中都有这个观念, 这叫观形功夫, 有了功夫。 知道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已经被我看到了。 看到事实真相, 哪里还会执着, 哪里还会有得失? 不但没有得失, 哪里有生死? 凡夫眼睛里面, 动物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住一灭, 地球有沉住坏空。 看清楚真相, 没有了, 统统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就叫了生死。 了生死, 三界就没有了, 三界是世界, 世界即非世界, 是明世界, 世界也没有了。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则明诸佛, 你就成了佛。 本经确确实实一开端, 就是以无助来破我执。 我执跟法执, 有密切关联的关系。 全经皆是全显, 就是述说, 显示, 破无名, 破无名这是破法执了。 我法两种执着都破, 用什么? 都是用, 不取香。 这个意思有深有浅, 后半部说诸法一如, 说一切皆是, 意思深了, 比前面深得太多。 为什么? 是从性体上来说明, 完全依据性体来说, 自性的体, 像, 作用。 体如如不动, 相也如如不动。 诸位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要懂得像是怎么发生的, 像是怎么样一个现象。 了解它的真实相, 我说一切像是如如不动的, 你就懂得, 你就能够体会。 诸法一如, 一切皆是, 一切皆是, 是什么? 一切皆是自性, 使法界一正庄严没有一法不是自性, 一切皆是如如, 一切皆是不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动, 动是连续的像。 譬如我们看电影, 电影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影像是动的, 到荧幕放映机后面去看看, 那个底片是不动的。 电影的底片一张一张的, 哪一张动了? 没有一张是动的。 底片没有动, 荧幕有没有动。 不动。 你要明白这个, 这才是真正的毅力, 你看到真相了, 真相, 放映在荧幕上也没动。 你感觉动, 是你的错觉。 我在前面曾经举过比喻, 现在速度最快的飞机, 飞在天上, 一个小时飞一千多公里, 我们用照相机去照它。 我们用五百分之一秒的快门, 你去照那个飞机, 清清楚楚, 没动。 飞机有没有动? 没动。 没动。 我们说没动, 人家不相信。 你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它一点一点的连续相, 却确实实没动。 不相信, 你用电影机去照, 看看底片动了没有? 没动, 确实没动。 所看到的动, 是一张一张画面的连续相。 凡夫心粗, 没有看到真相。 诸佛菩萨那个心很细, 看到的是如如不动, 所以一切皆是, 诸法亦如。 这个意思深了, 没有向前面浅的意思了, 确实越说越深, 越说越真实, 诸法实相。 这都是说明, 显示, 如如不动, 的意思。 后更唱发源深信空之意。 一切法的变, 缘起就是讲变, 法相宗所说的, 为时所变, 佛在大成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实在讲, 心想就是实, 想就改变原来的样子。 说实在话, 想什么就变什么, 一切法从心想生。 念佛这个法门, 也是根据这个理论,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想佛, 不就变佛吗? 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 这是第一殊胜的法门, 叫你直接了当去想佛, 去念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为什么成佛?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想阿弥陀佛, 你将来就变成阿弥陀佛, 你想极乐世界, 你的生活环境就是极乐世界, 想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千万不能有恶念, 不能有贪甜吃, 不可以怨天尤人。 如果有这种想法, 变出来的境界就很不好, 变得是三恶道的境界。 所有一切境界, 包括自己的身体, 都是从心想生。 你的身体健康不健康? 问你怎么个想法? 常常想着身上有病, 这个人怎么会健康? 佛法道理, 从心想生。 他天天想病, 他当然会生病, 越想越多。 如何叫自己不生病? 想佛, 想菩萨。 你看看, 哪一个佛菩萨生病? 想个半年, 一年, 一身的毛病都没有了, 体质改变了。 不要看医生, 现在医生医得好的不多, 都骗人。 也不要吃药, 假药很多。 把你的观念改过来,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真的从根本上改变体质。 可是最究竟圆满的, 身都不想他了, 那最高明, 没有身了。 知道这个身是刹那生灭的连续香,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那你还有什么毛病? 凡是缘起的, 都没有自性。 这个性是讲体, 都没有自体。 体决定是空的, 是空记的, 缘起性空。 全精之药指在后半部, 前半部教我们离四香, 后半部教我们离四箭。 箭是什么? 念头。 念头也不能有。 二十五, 眼说者, 若不达后半部之意, 前半部便不得要领。 受持者, 若不知从后半部所说者入关, 亦复不得要领也。 眼说者, 若不达后半部之意, 前半部便不得要领, 这是讲, 金刚精, 的难处。 所以, 金刚精, 不能全部贯通, 前半部你就讲不好。 它的中心, 主指在后半部。 可是讲前半部, 如果引用后半部的经文来解释, 到后半部就没得讲了, 这也是个苦恼事情, 这是自古以来讲, 金刚精, 的法师很头痛的事情。 因为它前后是照应的, 所以讲前半部涉及到很深的意思, 只能把后面略略提出来轻描淡写一下。 不能把后面精彩的意思统统说出来, 说出来, 到后面叫犯下, 下头没得讲, 这是讲这不经的难处。 世尊在此地是交给须菩提尊者, 如何接引众生, 如何开导大众, 告诉他这个刚领, 为人眼说要记住这个原则, 如如不动, 不取余相。 受持者, 若不知从后半部所说者入关, 亦复不得要领,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 我们这不经从头讲下来,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看破, 放下不知道交互的用这个功夫, 你就没有门可入。 所以一定要懂得看破, 放下。 古德为我们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这个境界很粗很粗, 跟金刚经来比, 相差太远太远了。 但是不知道一里今生之处, 听了祖师这两句话的劝告, 依旧不相信, 依旧不能够依教奉行, 还要造业。 这原因是什么? 对于祖师这些话, 了解的深度不够。 要是真正深度的明了, 决定不造业。 晓得使法界一正庄严, 我们眼前这个现象, 就是夜因果爆刹那生灭循环的相续象。 你造恶业, 必定受恶爆。 世间人也常说, 人生不如意是长八九, 这是自古以来, 大家所体会到的事实真相。 为什么会不如意? 有没有再深入的去观察一下? 我们希望事事如意, 我有没有给别人如意?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关怀我, 我有没有关怀别人? 希望人家关怀我, 这是果爆。 果爆从哪里来? 我要关怀别人。 我只关怀几个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 我不关怀了, 喜欢跟不喜欢的, 大概是十跟一的比, 你不如意是就长八九。 诸佛菩萨用的什么心? 平等心, 清净心, 大慈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所以一切众生见到佛都顶礼膜拜。 他的因广, 我们造的这个因太宅小, 所以果爆就小, 不如意的事情就长八九。 还是一个业因果爆相续的现象? 古圣先贤教训我们,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话讲得很明白, 很清楚, 我不喜欢的, 不可以用这个心态对别人。 事法里头, 因缘是多生多结结下来的, 不是一生一世。 缘是生生世世结的, 结善缘就得到大众的拥护, 结恶缘是三土苦报, 这就是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你在世间, 说实在话, 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 明文立养权是假的, 才色明时睡一场空。 所以明了之后, 你才懂得什么叫, 入观, 进入观照, 也就是在我们眼前, 无论对人, 对事, 对物, 事实真相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亦丝毫不迷惑, 这样功夫才得利。 二十六, 观诸法原生, 即是观诸法空相。 相若空时, 岂负有取, 则如如不动矣。 观诸法原生, 即是观诸法空相, 原生是什么? 旧事业因果报,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因又变成果, 因果循环永远不断。 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才明白佛在经上所说的,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这两句话的意思懂了。 菩萨因为事实真相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起心动念噪音的时候, 他一定是纯善无恶, 他的果报圆满。 众生不了解事实真相, 随着妄想, 分别, 执着造业。 造作的恶业, 这个恶的果报现前, 后悔来不及了。 所以你能够观察原生, 观察生灭相续, 这就是观察到诸法空相, 这个空相就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身心世界统统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三心是蒋心, 心不可得, 诸法皆空, 那是蒋相, 身体是色相, 色相也不可得。 相若空时, 起伏有趣, 彻底了解, 你还取个什么? 你还执着什么? 你还牵挂什么? 彻底放下了, 如如不动的真性就现前, 明心见性。 怎么明的心? 怎么见的性?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只要不取余香, 心自然就明了了。 因为你取香, 取香是无明, 是烦恼, 把你那个本来明的心, 变成无明, 不明了。 今天我一切放下, 一切都不取, 本明的心恢复了, 这是明心见性, 这是彻底解决问题。 一八三, 观法原生, 何以故?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一, 何以故? 问不取余相之所以然也, 所以然有二。 一, 一, 因何而不取? 寄予前三句以足答事。 二, 何以能不取? 则需全济方足答事, 而归重于第四句。 何以故, 这是真问, 问不取余相之所以然也。 佛教给我们, 如如不动, 不取余相,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要不取余相? 要明了不取余相所以然的道理。 因为你真搞清楚了, 你才不取, 你没有搞清楚, 佛教你不取, 怎么可能不取? 所以然有二。 一, 因何而不取? 寄予前三句以足答事。 为什么不取? 这一首寄子前面三句, 说明因何而不取? 因为一切法假的, 一切法是空的, 根本就不存在, 像现在科学家发现的, 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 他发现了, 他取不取。 他照取。 他为什么照取? 诸位要晓得, 他是看到当然, 没有懂的所以然。 这个事实的乡他看到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他不晓得, 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他还是照取。 这就是说明, 科学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古代的宗教家, 印度古老的宗教也很了不起, 他们修定, 有很深的定功, 定中境界里面他看到六道轮回, 定中境界他能够看到地狱, 能够看到飞飞翔天。 这个能力是今天科学家比不少的。 六道里面的情况, 他很清楚, 很明白。 他造不造也, 照样还造也。 为什么造也? 知其当然, 不知其所以然。 佛出现于世, 才把六道轮回所以然的道理, 他怎么来的, 怎么形成的, 怎样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佛才把他说清楚。 二, 何以能不取, 这个问题重要, 怎么能够不取? 则需全济方足答事, 而归重于第四句, 要解答如何能够不取, 这四句既要完整的, 特别着重在最后一句。 要常常做如是官, 不能中断, 你要一断了, 官罩就失掉。 失掉怎么样? 你又胡思乱想了, 你的老毛病, 老习气又现前了。 前面讲得清楚, 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 就用这个官罩。 二, 凡夫之所以为凡夫, 无他, 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 游是越迷越深, 不肯回头, 永备轮转以。 凡夫之所以为凡夫, 无他, 没有别的。 你为什么做凡夫? 误认一切有为法为真实, 就错在这个地方, 以为一切有为法是真实的。 哪些是有为法? 二百四十页有个表解。 一切法, 心法八个, 八心王, 八十, 心所有法五十一个, 心所有法就是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分成五十一类, 五十一法, 色法十一个, 色法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 这个地方不仅是物质, 还包括线箱, 比物质的范围还要广大, 有十一类。 不相应刑法有二十四类, 不相应刑法, 我们现代人所谓是抽象的概念, 它不是事实, 但是有这些事, 是抽象的观念。 因为前面这三大类它摆不进去, 特别给它另外列一类, 叫不相应。 跟心不相应, 心所有法不相应, 色不相应, 虽然跟它们不相应, 跟它们统统都有关系。 合起来一共九十四有位法, 有位法里头九十四大类。 这九十四大类包括世间, 出世间一切法, 总不出这九十四类。 这就知道一切有位法, 包含的是多么的广大。 佛法也是有位法, 凡是有位就是有生灭, 有生灭的现象。 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实在的, 当作真实。 对于自己的深执着, 贪爱, 身外之物换得换失, 都以为是真的, 不知道身心世界都是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 这四个比喻, 告诉你完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漏如电, 是比喻它生灭的快速, 那个速度很快, 像闪电一样, 所以是刹那生灭, 它不是实在的, 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 能够常常这样想, 常常这样观, 自自然然就放下了。 可是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 越迷越深, 不肯回头, 永被轮转, 的确是越迷越深, 永远在六道里面打滚。 这是佛在经上讲, 可怜悯者, 真正可怜。 六道, 佛菩萨看是假的, 梦幻泡影。 这就好比我们清醒的人, 看一个人做噩梦, 在噩梦里头受苦, 好可怜, 统统是假的, 但是他那个苦是真在受, 他不知道那是假的。 像是假的, 受也是假的, 可是他不知道假的, 他那个受是真难受。 这是说明凡夫生活的状况。 三, 入门初步, 先须升官, 一切有畏法, 如梦, 如幻, 如泡, 如瘾, 如漏, 如电。 莫不虚假, 一切皆空。 到底一无所得。 所得, 唯一苦味而已。 所谓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障身。 果能常, 做如事官, 动明皆空之理。 不再受骗, 而能死心踏的老实念佛, 一心求生净土以。 入门初步, 先须升官一切有畏法, 一切有畏法, 简单讲是身心世界。 金刚经, 前面佛举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是佛身。 佛的这个硬化身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说身心世界, 一切都包括在其中。 它的真相是什么? 如梦, 如幻, 如泡, 如影, 如漏, 如电。 六个比喻当中, 是以, 梦, 为主。 幻, 变魔术一样, 那不是真的。 泡, 是水泡, 泡沫, 都不是真实的。 影, 是影像。 莫不虚假, 一切皆空。 到底一无所得。 所得, 唯一苦味而已。 所谓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祖师这两句话, 把六道众生生活的状况说尽了。 可是我们在六道里面, 听到祖师这两句话, 依旧是茫然不觉。 听到了, 又好像懂, 其实懂了没有。 完全不懂。 不懂还自以为懂, 这就糟了, 你永远都不懂。 果能常做如是观, 常是不可以间断, 这样才能看破, 常做如是观才能看破。 看破之后, 当然你就放下了。 放下之后要紧的, 还要提起来, 那个时候的提起来, 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放下跟提起是一不是二, 所谓是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那就得大自在。 放下要没有提起, 就落空了, 就变成消极。 在世间, 就到四空天去了, 在初世间, 就变成阿罗汉, 辟知佛, 堕偏真涅槃, 不起作用。 所谓是有体无用, 不起作用, 这也是过失。 大臣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了解的透彻, 所以他们跟佛一样的大自在,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做根不做是一不是二, 动根进是一, 这就是入一真法界。 我们把事情都分作两边, 就剁在十法界里。 什么叫一真? 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相对的, 没有对立的。 我们在, 谭经, 里面看到, 六祖会能初次跟应宗见面, 应宗知道他是五祖的传人, 五祖将一波传给他, 他是禅宗的第六代祖, 对他非常的敬仰。 那时候他还是居士, 没有出家。 就像他请教, 你在黄梅那么久的时间, 有没有听说五祖讲, 禅定, 解脱。 意思就是, 五祖对于禅定, 解脱是怎么讲法的。 而会能的答复, 也没有解释什么叫禅定, 也没有说明什么叫解脱, 他只说, 禅定, 解脱是二法, 在应宗观念是二法, 禅定, 解脱是两个法,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这个答复非常明显, 两个人的境界不一样。 六祖注一真法界, 应宗注十法界。 十法界从哪里来的? 由妄想, 分别里头来的。 有妄想, 分别, 在实法界, 如果再有执着, 就变成六道。 完全没有执着, 还有妄想, 分别, 超越六道。 由此可知, 身文, 原觉, 全教菩萨, 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 通教佛, 都还有妄想, 都还有分别, 因为他们都在实法界。 如果真正道, 诸法一如, 一切皆是, 他就脱离十法界, 入一真法界。 由此可知, 佛与大菩萨心地清静, 一个念头都没有。 一个念头都没有, 才万法皆如, 一切皆是。 为什么还有不是? 动了分别就不是, 就不是一如, 就不是皆是, 你有分别。 为什么没有分别就是一如? 诸位要晓得, 有了分别, 你动了妄念, 起了妄想, 你折了香, 你错了。 你没有分别, 执着, 一切万法却确实实是一如。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如, 佛跟众生是一如, 极乐世界跟阿比地狱是一如, 怎么是一如? 他的理都是叶因果报的相续, 他的事都是刹那生灭了不可得, 这不是一如吗? 你没有看到这个所以然, 你不懂得, 极乐世界跟阿比地狱怎么会一样? 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你就打了妄想, 你就起了分别, 那就真的不一样。 佛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清清楚楚, 就是如同古代的说明, 已经做气, 气气皆经。 我们用黄金, 那个一斤重的黄金很小, 寸斤, 十斤重的黄金, 大概差不多了, 能够有这么高了。 我们统统用同样橙色的黄金, 做十个像, 佛像, 菩萨像, 身文, 圆诀, 一直做到阿比地狱的香, 摆在面前, 你说一样不一样。 一样, 都是艺术品。 同样价值, 不能说这个佛像价钱高一点, 那个地狱像, 鬼像价值差一点, 没有。 分量一样, 称一称一样重, 都是高度的艺术品。 同样价钱, 那不是一样。 事实真相如此, 你要在这里面分别执着, 那有什么法子? 被你自己搞乱了。 十法界, 六道, 是你的妄念变现出来的, 本来没有。 你要是常做如是观, 动明皆空之理。 不再受骗, 谁骗你? 自己骗自己, 没有人骗你。 自己不了解事实真相, 自己在骗自己, 所以叫你可怜悯者。 别人骗你, 那个不能算你可怜, 自己骗自己, 才叫可怜。 而能死心踏的老实念佛, 一心求生净土, 什么人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一真法界, 而且是一真法界里面高端的。 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的, 十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十地是从初的到等觉, 一共十一个位次, 佛门里面常讲三弦十圣, 这是讲十圣。 史是初的菩萨, 中是等觉菩萨, 从初的到等觉这十一个次位, 统统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的。 可是在经上我们又看到,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倒归极乐, 对象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包括三贤, 十柱, 十行, 十回相, 这三十个位次, 普贤菩萨要劝他们念佛, 到初的以上不要劝了, 他自己知道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利益, 不要劝。 三贤位次虽然看到高位菩萨修这个法门, 他还不知道所以然, 所以还不是死心踏的老实念。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要去教化他们, 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真正讲老实念佛, 是地上菩萨才真老实。 到这个境界了, 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诸位对于无量寿经都念得很熟。 念得熟是真的, 无量寿经是不是真明白了? 有问题。 果然真明白, 你就老实念了。 还不老实, 换句话说, 经念得很熟, 不甚明白。 为什么? 你念得很熟是名字位中, 你没有老实念, 你还没有真干, 没有入观行为。 所以真正明白, 不简单, 地上菩萨了, 这个时候才一心求生净土。 你要问什么原因? 原因很简单, 很清楚, 从原教初诸到如来果第四十二个位次, 这四十二个位次要修行多长的时间? 佛在大臣经上常讲, 三大阿僧纸节。 诸位要知道, 三大阿僧纸节是这个说法, 不是讲从我们今天算起, 不是。 三大阿僧纸节是讲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第一个阿僧纸节正三十个果位, 三贤、十柱、十行、十回向, 三十个位次要修一个阿僧纸节。 第二个阿僧纸节修七个位次, 从初的到七地。 第三个阿僧纸节修三个位次, 八地、九地、十地。 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在一真法界, 不是在十法界。 十法界以前修的那个时间不算, 十法界的时间要算上去, 华严经上讲的那无量节, 哪里是三个阿僧纸节? 所以三大阿僧纸节, 你要晓得, 从什么人算起? 是从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原初驻菩萨算起, 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他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时间就缩短了。 这些人生到西方世界, 十报庄严土, 九品往生。 文书, 普贤为什么要去? 文书, 普贤是等觉菩萨, 我们从这三大阿僧纸节上去观看, 越往上面的位次越难, 时间越长。 第一个阿僧纸节, 三十个位次, 第二个阿僧纸节, 七个位次, 第三个是三个位次。 由此可知, 等觉要成佛, 恐怕一个位次就要一个阿僧纸节。 可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一天就圆满了, 他为什么不去? 西方世界一天可以成佛, 在华藏世界要一个阿僧纸节。 所以文书, 普贤赶紧求生净土, 道理在此地。 观经, 上告诉我们, 下下品往生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十二个大节就花开见佛。 十二大节跟阿僧纸不能比。 你才晓得西方世界成佛是多么快速, 大家抢着去。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一一九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一月九。 请先开经本二百七十二面。 四, 原诀经, 约以轮回心, 生轮回见。 入于如来大祭灭海, 终不能至。 世尊大祠, 经教人观诸法原生, 自有入处。 初不必强习妄念。 虽欲习之, 亦不可得也。 但当相有造作, 有对待之一切有畏法上, 观察其变化无常, 如同梦幻泡影漏电一样。 令此心动明, 一切诸法, 不过原会暂现幻象。 实则生即无生。 全然乌有。 原诀经, 约以轮回心, 生轮回见。 入于如来大祭灭海, 终不能至。 这两句是, 原诀经, 的经文, 告诉我们, 以攀原心决定不能正的佛果。 这个地方讲的轮回心, 就是前面所说的攀原心, 也就是, 华言经, 上讲的妄想执着, 妄想执着的心是轮回心。 因轮回心, 这才生轮回见, 也就是你的想法, 看法完全错了,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 这个见解就是轮回见。 可以说, 这两句不但把六道众生说尽了, 而且包括四圣法界, 身文, 原诀, 菩萨, 佛, 实法界严格的来讲, 都是轮回心, 轮回见。 如来大际灭海, 就是一帧法界, 华言经, 上讲的华藏世界。 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如来大际灭海, 但是这个轮回心, 轮回见,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行。 所谓是代业往生。 如果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没有法子, 决定达不到,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 终不能致。 这也说明, 西方世界是非常的特殊的的确却不可思议, 正是经上所说, 为佛与佛方能究竟, 才晓得极乐世界形成的原理。 即使等觉菩萨, 如果得不到佛力的加持,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是不思议的法界。 世尊大词, 经教人观诸法原生, 自有入处, 我们都是用轮回心, 都是轮回见, 要怎样能够契入如来所正的境界。 这部经好。 佛在这部经上教我们观, 诸法原生, 这种修行的方法, 可以破轮回心, 破轮回见。 怎么观法? 前面讲的很多, 很详细, 我们必须要记住, 要认真去做。 初不必强袭妄念,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很多, 不必勉强去压他。 勉强去压, 诸位要晓得, 压不住的。 越是想把妄念习掉, 妄念越多,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不必勉强, 只把精神着重在做观上, 这样就好。 虽欲习之, 亦不可得也, 念佛也是如此。 许多念佛的同修来告诉我, 他说, 以前不念佛的时候, 好像妄想还少, 学了念佛法门之后, 越念妄想越多, 这个妄想是不是念佛念出来的。 对于念佛生起恐惧的念头, 这是错误的, 不了解事实状况。 妄念多, 平常就是这么多, 因为不念佛没有发觉, 没有发现。 现在想念佛, 想修清静心, 这才发现, 并不是妄想是你念出来的, 不是念佛念出来的, 是发现而已, 原来就是这么多。 因此, 我们要懂得, 妄想发现不要害怕, 佛号老实念下去, 妄想再多, 都不要去理会它, 也就是根本不要管它。 念佛可以跟打妄想同时并行, 没有关系, 只要不理它, 这个妄念慢慢就会少。 妄念少了, 就证明你念佛的功夫得力。 这是初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 不但现在人有, 古人也有, 都要从这个地方经历过。 所以我们知道就好, 不要勉强去压制它, 用不着。 但当像有造作, 有对待之一切有畏法上, 观察其变化无常, 如同梦幻泡影漏电一样, 这就是世尊在这一会上, 叫人降伏其心的方法。 金刚经, 一开端, 须菩提尊者请教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妄念要如何去降伏? 云和降伏其心, 那是妄念、念头。 这一小段, 两个意思都具足。 这是降伏妄念的方法。 关注法原生, 就是你的心要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观照诸法原生。 在一切有畏法里面, 观察它刹那生灭, 观察它叶因果暴循环, 你看这个, 你就看到事实真相。 这个事实真相就跟经上讲的一样, 梦幻泡影, 这是叶因果暴循环生灭的现象。 漏, 殿, 是形容生灭时间的短暂, 它不是常住的, 刹那生灭。 你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地方, 观察事实真相。 令此心动明, 一切诸法, 不过原会暂现幻象。 实则生即无生。 全然乌有。 乌有跟有无的, 无, 是一个意思, 完全没有了。 可见得这个没有, 不是一切法都是空无的, 所有现象摆在我们面前, 有即是无, 有即非有, 有相跟无相是亦不是而。 这就是诸法如意,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的意思。 并不是说这个箱空掉之后, 你才看到无, 不是的。 就在现象上观察, 这个现象确实是空寂的, 是乌有的。 现象是怎么回事情? 这里说得很好, 不过原会暂现幻象, 原是因缘, 无量的因缘, 非常复杂的因缘, 繁琐的因缘, 因缘聚会现出这么一个现象。 现象现的时候, 就是它灭的时候, 生灭几乎是同时的。 因为生灭是同时, 生即无生, 灭亦非灭, 生灭是亦不是而。 这才见到事实真相, 然后你才懂得 可生即无生, 无生即生。 这是智慧, 这叫做观照。 五, 对境欲缘, 部位所转。 应于一切境缘上, 极力作一观之。 虽极小事, 顺逆时事, 皆以如梦幻泡影等道理应之。 即修持佛法, 亦以如梦幻等道应之。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如是久久, 此心见觉空空洞洞。 于一镜香, 见能无动于衷。 看今时, 眼光便觉亮些。 念佛时, 亦觉踏实些。 对境欲缘, 部位所转, 我们今天遇到境界, 遇到一些人与世, 都会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就是你为境缘所转。 通常我们将这两个字分开来说, 境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就是我们常讲的, 对人, 对事, 对物。 欲缘, 人事环境, 对境, 物质环境。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你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你起心动念了, 你就被境缘所转。 换句话说, 是外面境界做主,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这叫凡夫。 六道凡夫如是, 界外的, 以六界为界限, 界外的身文, 原觉, 全叫菩萨, 他们也被境缘所转, 不过他们转得轻, 我们转得严重。 也就是他们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但是很维系, 我们是非常的粗重, 这才限六道轮回的境界。 怎样能够突破这个境界? 这下面教给我们, 应于一切境缘上, 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面对的总是人事物, 我们用这三个字, 就把你所对的境界全部包括在其中。 你面对这个境界, 学佛的人应该怎么去做? 学佛怎么学? 修行怎么修? 这里教给我们, 极力作义观之。 这个极力就是强制的意思, 坚持的意思。 自己一定要勉励自己, 要坚持自己, 要做义观照。 可见得初学, 我们没有离开心意识, 心意识叫我们堕落, 在《冷言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为什么堕落? 心意识在作祟。 如何能够解脱? 还要靠心意识? 《冷言经》上, 佛把意识说之为罪魁祸首。 我们搞六道轮回, 无量劫来受这么多苦难, 它是罪魁祸首。 到将来我们修行正果, 超越世间, 它也是第一个功臣, 它的功劳也是第一大。 它只要变过来就行了。 怎么变法? 观照, 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 金刚经, 上这一首记就好。 像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心里头才起心动念, 就想到佛讲的,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漏意如电, 硬做如是观, 你就常常这样的观想, 人是物,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都是梦幻泡影。 这样一观察, 你那个分别心就淡了, 执着心也就松了, 这就是好境界。 让你的心真正恢复到平静, 清静平等, 清静平等是真心。 虽极小事, 顺逆时事, 皆以如梦幻泡影等道理应之, 这就说明, 我们的观照要相续, 不可以中断。 如果一中断, 你的烦恼, 习气就现行。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要勉励自己? 我们修行人, 其中也有一些人明白这个道理。 明了之后, 他为什么还不能成就? 前面我们讲的, 看破, 跟, 放下, 他真明白了, 看破了, 看破为什么还放不下? 没有用坚持的功夫。 这是我们初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 一定要坚持到底, 也就是说, 看破了马上就要放下。 已经把这个事实真相搞得这么清楚, 还要执着干什么? 已经知道分别执着是错误的, 完全错了, 就不应该再犯这个毛病。 所以看破, 放下要坚持到底。 再小的事情, 都不能放过。 哪些小事情? 穿衣, 吃饭, 我们天天做的这些小事。 穿衣, 梦幻泡影, 吃饭, 梦幻泡影, 没有一样不是梦幻泡影, 没有一样不是夜阴果报的循环, 生灭。 这个循环就是阴变成果, 果又变成阴, 阴又变成果, 果又变成阴, 阴果循环不断, 变现出十法界一阵庄严的幻象。 能变得夜阴是原生的,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它所变现的幻象, 哪里是真的? 哪有可得? 所以一定要记住, 生即无生, 全然乌有, 却确实实是一场梦。 金刚经, 上这六个比喻, 以梦为主, 它是个梦境。 所以要用这四句记来印证, 仔细观察它是不是梦幻泡影, 是不是如漏如电。 即修持佛法, 亦以如梦幻等道印之, 道是道理, 梦幻泡影这一个道理来印证。 前面这个印证是讲世间法, 这一句是讲佛法。 为什么把佛法也看成梦幻泡影? 经文前面有说,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佛法也是原生的。 这就说明, 诸佛如来在实法界现身, 说法, 它怎么现身的。 众生有感, 它才现身。 诸佛菩萨硬化到这个世间来, 是感应道交, 感是因, 应是果, 可见得佛法不离因果, 不离原生, 佛法也不是真的, 也是梦幻泡影,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佛菩萨清楚, 明了, 所谓大做梦中佛事, 心见水月道场。 建道场, 道场是什么? 道场是水中之月, 水月道场, 水里头月亮你能抓得到吗? 可见, 人家建道场是什么心态? 空花水月, 释迦牧尼佛每天讲经说法, 是什么心态? 大做梦中佛事, 梦幻泡影, 那个心多清净, 亦丝毫的妄念都没有。 这个妄念就是讲的分别执着, 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我们学佛要在这里学。 无论是顺境, 是逆境, 这个地方, 顺逆时事。 人是环境, 不管是善人, 是恶人, 善人是顺境, 恶人是逆境。 初学下手, 都要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把时间看成如漏如电, 你这样看法, 这个看法是决定正确的。 所以要坚持, 决定不能放松, 慢慢把它养成一个习惯。 习惯成自然, 你这才能契入如来大寂灭海, 如来大寂灭海就是真如本性, 宗门里面讲的明星见性。 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这个用功的方法, 在一切法门里面的确是第一, 没有比这个再妙了。 直截了当, 中间却确实实没有委屈之乡, 直截了当, 这叫真用功, 功夫决定得力。 观照决定不能够放松, 决定不能够中断。 如是久久, 此心见觉空空洞洞, 你这个心慢慢就空了, 什么东西空? 你心里面的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慢慢就没有了, 就空了。 于一境相, 见能无动于衷, 在境界里面, 在所有一切现相里面, 你渐渐能够如如不动, 这个不动就是不被外境所转。 外面境界无论它怎么现, 自己很清楚, 是梦幻泡影, 与自己毫不相关,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要认为外面境界与自己息息相关, 没这个事情, 毫不相关。 不相干, 你自己去攀缘它, 那叫自找麻烦, 本来就不相干。 佛与大菩萨在实法界里面,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 这个境界与他相不相干。 还是不相干? 唯有真正不相干, 才有感应道交。 要是有丝毫攀缘心, 那个因的能力就没有了。 所以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感应快速的不得了, 就是因为佛心清静, 所有一切现相与他都不相干, 他才能够随缘自在。 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 功夫稍稍得利, 你要问怎样才叫得利。 于一切境缘当中不动心, 功夫就得利了。 一切人事物的环境当中, 真看破了, 真放下了, 心里头不再有这些东西, 功夫就得利了。 如果还没有放下, 心里头还有这些牵挂, 还有这些分别, 执着, 你的功夫不得利。 功夫得利的样子, 是心里头干干净净, 不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真的从心里头放下了。 这个时候叫心里空空洞洞, 空空洞洞是指这个境界。 看经时, 眼光便绝亮些, 这个时候看经, 以前看不懂, 现在看经看懂了。 从前看, 看不出意思, 现在看, 字字句句里头有无量意。 诸位想一想, 那个无量意是从经上升起来的吗? 不是, 是从清静心里面升出来的。 经世缘, 我们这个根遇到这个缘, 清静心里面升无量意, 就明白了。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禅宗的教学, 确实有它的理论根据。 它的方法跟教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禅宗一入手, 就是训练清静心, 一味求清静心。 禅宗用这个方法, 所以不读经, 不听教, 讲经说法它不听。 一天到晚教你用什么功? 用观照的功夫。 古时候用观心, 以后祖师大德改成参画头。 它的原理原则都是从, 金刚经, 这两句话来的, 如如不动, 不取余香, 就从这两句来的, 这是宗门用功的原理。 几时到心清静了, 也就是不为外境所转, 这个时候才读经, 才听讲。 所以他读经, 听讲, 很快就开悟。 教下天天读经, 天天听讲, 听了一辈子都不开悟。 宗门功夫得利的人, 听讲, 看经没有不开悟的, 道理在此地。 念佛时, 一觉踏实些, 有这样的素养, 也就是心地清静的人, 念佛的时候很容易的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最低程度的的功夫成片, 功夫好一点的旧的一心不乱。 回向往生, 没有一个不生净土。 这是对于我们念佛往生, 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人修净土, 对于往生却确实时 使自己能够感觉到有充分的把握。 六, 如如不动, 是说性体圆满显现。 初注以上, 不过分分线, 未知分阵觉。 若性未中, 仅得其仿佛, 所谓相似觉也。 无论相似分阵, 乃至圆满显现, 皆由不取相来。 相字, 不取字, 其意义生广, 贯彻到底。 相则无论空, 有, 双翼, 双飞, 皆设在内。 其总相, 则我法二之也。 如如不动, 是说性体圆满显现。 初注以上, 不过分分线, 未知分阵觉。 经文上这一句,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自信, 是真心。 性体圆满显现, 是如来就近国位上的事。 所以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向着这个方向, 向着这一个目标, 这就是成佛之道。 修学的功夫, 要跟它相应。 跟它相应, 就是要与不动相应, 也就是一般讲与禅定相应, 戒定会三无漏学。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导一切众生, 教的什么? 总归纳起来, 就是戒定会三学。 三学是以定学位枢纽, 戒学是手段。 般若的方法, 有没有离开戒定会? 没有。 戒是方法, 方法无量无边。 般若的方法就是看破, 放下, 用这个方法。 用看破帮助放下, 用放下帮助看破, 这两样辗转相伏相成, 这样就得定。 定就是如如不动, 就是向如如不动这一个目标去精进。 初驻菩萨见一分真性, 所谓,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 或者说之为, 正一分法身。 什么是法身? 如如不动就是法身。 一直到等觉位, 这里面总共有四十一个位次都叫做分正觉。 无名破一分, 就限一分, 限什么? 限如如不动的境界。 破两分, 就限两分如如不动的境界。 如如不动愈来愈深, 愈来愈广, 这叫分正位。 我们现前没有到这个境界。 我们在底下这一句, 若信未中, 仅得其仿佛, 所谓相似觉也, 从初性到实性, 这时各位次没有见性, 虽没有见性, 但是向见性这一条路走, 没错。 确实是这一条路, 确实是这个方向, 没有偏差, 没有错误。 方向跟目标是什么? 就是看破, 放下。 它却确实实是走看破, 放下的路子, 看破, 放下, 放下, 看破, 它走的这个路子, 这就是实性位。 这时各位次教相似觉。 这个地方是讲原教, 初性位的菩萨是什么境界?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在本经告诉我们, 虚陀还正的虚陀还果, 但是他自己没有觉得他正虚陀还果。 确实正得了, 而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就是把虚陀还果放下了。 放下, 他才能更进一步去正二果。 如果自以为正的虚陀还果, 那好了, 就终止在这里, 不可能再上去了。 正的这个位次, 不以为然。 将居士在讲义里面给我们讲, 大而化之, 不以为然, 这两句话讲得很好, 没在意。 而虚陀还的境界, 佛在一切大成经上说, 见思烦恼里面, 见烦恼放下了, 舍弃了。 见烦恼, 三界总共有八十八品, 归纳为五大类, 第一个是, 身见。 凡夫都把身当作我。 初性位的菩萨等于小成的出国, 决定不会把这个身体当作我, 也就是说, 不会再把这个身看作是我, 这是第一个要放下的。 身不是我, 是什么? 是我所。 我所是什么? 我所有的。 像这一件衣服, 我所有的。 衣服是什么? 衣服不是我, 我所有的, 把身体看作这一件衣服一样。 虽然还有执着, 那执着就太轻了。 今天我所有的, 人家要是要的话, 脱下来就送人。 这很简单, 就是看得不那么重, 看轻很多了。 由此, 舍身就很容易, 舍身也不会痛苦了, 身剑放下了。 第二个, 边剑。 边剑是两边,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的, 它放下了。 边剑一放下, 诸位想想, 那就归到一。 虽然没有正的, 万法一如, 但是有一点气氛, 不再执着两边。 为什么不执着两边? 两边都是假的, 有什么好执着的。 譬如是间人执着真的, 假的, 真的, 假的都是假的, 都等于零。 我们常讲真望, 邪阵, 是非, 厉害, 全都等于零。 所以真正聪明人入了这个境界, 刚刚入这个境界这两边舍弃了, 他心才平静。 如果还有真望, 邪阵, 是非放在心里头, 这个心怎么能平静得下来? 这叫边剑, 边剑放下了。 剑取剑, 戒取剑, 这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成剑。 成剑为什么有两种? 一个是阴上的, 一个是果上的。 阴上的成剑, 叫戒取剑, 果上的成剑, 叫剑取剑。 这两种成剑全都是妄想, 分别, 执着, 实在讲没这些事情。 第五种, 邪剑。 前面这四大类, 身剑, 边剑, 剑取剑, 戒取剑, 这四大类全是错误的看法, 全是看错了, 这四大类里面不能包的, 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就归纳到斜剑上。 所以剑烦恼, 剑或有五大类。 这五大类它统统放下了, 正须驮还果。 这个在修行人来讲, 功夫真正得利了, 入了相似位。 如果在念佛人功夫上来看, 出果, 小成出果, 大成出性, 得是一心不乱, 比功夫成片高多了, 得是一心不乱。 在给诸位说, 功夫成片里面, 高段的, 功夫成片也有三倍九品。 上三品的功夫成片, 就生死自在。 这个生死自在, 我们也可以说往生自在, 它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可以去。 想站着去, 想坐着去, 都随心所欲。 功夫成片就有这个能力, 何况是一心不乱。 是一心不乱, 真不好修, 真难。 但是你要是懂得般若, 就不难。 你懂得般若, 可以讲理一心难, 是一心对你来讲就不难了。 如果你不懂般若, 是一心对你也非常困难。 念佛念道功夫成片, 那个不难, 那真的叫万修万人去, 生凡甚同居土。 念道是一心不乱, 是生方便有余土, 这个位次就高了, 往生当然自在。 所以前面讲, 念佛也觉得踏实, 踏实是自己非常有信心。 这是信位当中, 仅得其仿佛, 所谓相似诀。 这个分阵诀, 相似诀, 都是天台大师讲的六集, 天台说的六个位次当中的。 无论相似分阵, 乃至圆满显现, 这个圆满就是究竟诀, 皆由不取相来。 可见得, 如如不动, 不取于相, 这两句, 却确实实是圆满大法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如如不动是理, 是性, 是目的, 不取于相是方法, 是功夫, 是成就。 就是用不取于相的方法, 去正如如不动之理。 方法是事, 是根理相应, 向着如如不动这个目标, 这个方向精进, 这叫相应。 相字, 不取字, 其意义声广, 贯彻到底。 贯彻到底, 一句, 就是从初发心意直到究竟诀, 就是无上正等正诀, 都是由不取相而来的。 相则无论空, 有, 这是把所有一切现相, 归纳为空跟有, 有相, 无相。 双亿, 双非, 亦有相, 亦无相, 非有相, 非无相, 这就把事出世间, 所有一切现相都包括了, 皆设在内。 其总相, 则我法二之也, 把所有一切现相归纳到最后, 归纳到它的根源, 就是, 我, 法, 两种执着。 诸位要晓得, 我执就是执着, 法执就是分别, 两种同称妄想。 所以大乘法里面常常说,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是说到它的根源。 七, 一切不着, 乃未不取? 不取亦不取。 择离之又离, 得魔所离, 即除换矣。 于是如如不动之性体权章。 绝照本性, 是在本源上用功, 是修定。 观一切法, 是在禁源上用功, 是修会。 一切不着, 乃未不取? 这是为我们解释不取余香的生意。 这是心里面的分别执着, 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挂念, 心上挂念着, 挂念就是执着, 就是取向。 一切不着, 一切都不要放在心上, 是法不放在心上, 佛法也不放在心上, 这才行。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决定不能证得。 念佛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的,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决定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决定达不到这个目标。 为什么? 你心上摆上一个一心不乱, 已经就坏掉了。 一心不乱拿掉, 才真正的一心不乱。 所以, 明子相不能者, 心缘相不能者。 心缘像是攀缘, 常常念着, 这个不可以。 心要空, 心要记, 心要清净。 不取亦不取, 择离之又离, 得摩索离, 即除幻矣。 佛教给我们不取, 如果我们执着一个, 不取, 我样样都不取, 那你已经取了。 你取了什么? 你已经取了, 不取, 你已经折香了, 你已经折了, 不着。 不着, 也不着, 不取, 也不取, 这就常讲的放下了, 放下再放下。 我已经再放下了, 他就叫你还要放下。 为什么? 我已经放下了, 他没放下, 我已经放下, 这个他没有放下。 只要有一念, 你还没有放下。 必须一直到没的放了, 真没的放那才成就, 功夫才得利。 得摩索离, 就是说没的再放下了, 你就离了虚幻。 这个幻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你离了。 离了之后, 你的真性就现前。 于是如如不动之性体权章, 章就是章明的意思, 就是现前。 这个境界就是禅宗讲的明星见性, 净土宗讲的李一星不乱。 一星是功夫, 功夫到极纯熟的时候, 李现前了, 所以叫李一星。 李是什么?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的真性, 即现前了。 所以净土的李一星跟禅宗的明星见性, 境界完全相同, 只是用功的方法不一样。 禅宗用参禅的方法, 禅宗用念佛的方法, 方法不一样, 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 教下把这个境界称为大开元解, 见性, 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现前了, 如如不动之性体权章, 这个性体里面有本具的般若智慧, 智慧现前, 这叫大开元解。 绝照本性, 是在本元上用功, 是修订, 绝照的自性本定, 本来不动, 这是修订功夫的原理。 为什么要修订?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 理论的依据在此, 自性是如如不动。 禅宗用的观心, 就是观照, 他这个用功宗门里面常讲, 从根本修, 在本元上用功就是从根本修, 他们用观心的方法。 观一切法, 是在境元上用功, 是修会, 这是照见, 照的功夫。 两种功夫都是佛门修行里面的根本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归纳到最后就是这两个方法, 一个修订, 一个修观。 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 定里面有观, 观里面有定。 定根会是一不是二, 你要把它分开来, 那定也没有了, 会也没有了。 所以修定会开会, 修观会的定。 观, 我们在一切现香上, 一切静元上, 看它夜因果报循环的香续香, 这是观。 现香怎么来的? 观察它, 刹那生灭, 乐不可得, 乐不可得, 这是观察一切万象存在的石香, 我们走这个路子。 理事都清楚, 都明白了, 我们放下了, 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 乐不可得。 放下是定, 岂不是观里头有定。 观是会, 你真正明白, 彻底了解, 这是智慧, 放下就是定。 前面一个是修定, 只从如如不动本源上去修定, 如如不动自信里头什么也没有。 所以得了定之后, 晓得一切万法的真相, 他也明白了。 定中有会, 会中有定, 定会等学。 所以佛法里面修定, 不是死定,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宗门里面常常讲, 什么时候会开悟。 定会均等的时候开悟了。 会多定少, 定多会少, 都不能开悟, 定会均等就开悟了。 这个道理在哪里? 诸位一定要记住, 都是金刚经上说的, 一如, 的道理。 定会不等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觉悟, 二法不会觉悟, 依旧觉悟。 定会等了, 定会是一, 金刚经上讲的, 诸法如意, 定如会, 会如定, 万法亦如, 定会亦如, 这就入境界。 宗门是这个道理, 教下也是这个道理。 金刚经, 不是法华经, 法华经, 不是, 冷言经, 你能开得了悟吗? 大开元解没有分。 为什么没有分? 分别, 执着, 打妄想。 几时你看一切经都是一个, 你就悟了, 你就入境去了, 华言, 上所讲的, 一级是多, 多级是一, 亦多不二, 不二就是一如。 世间法不是佛法, 佛法不是世间法, 佛法跟世间法是二法, 你永远不得其门而入。 你哪一天忽然悟了, 佛法跟世间法是一如, 你就入境去了, 你就开悟了。 所以六祖那一句话, 那个意思不可思议, 无限的声广, 他给我们讲,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我们想想, 根本的道理在哪里? 因为你二, 二是分别才有二, 执着才有二。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哪里来的二? 万法一如。 世间人为什么过得这么苦? 就是不知道万法一如, 不知道一切皆是。 他在一如, 不二里面起分别, 在分别里面起执着。 每个人分别不一样, 每一个人执着不一样, 于是就发生冲突, 冲突里面就斗争, 就互相残害,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变现出六道三图的苦暴, 是这么来的。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 把这些事理都看清楚了, 佛都为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仔细想一想, 一点都不错, 这才感佛之恩。 事实真相虽然就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无量节到今天没看出来, 经佛这么一点, 我们才醒悟过来。 悟后起修, 起修的秘诀就是要坚持, 坚持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真实受用就是真正幸福美满, 自在快乐。 不但现前你能够做得了主宰, 你在整个大宇宙里面, 你自己可以做主宰了,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 外面境界, 佛来, 动不了你, 磨来, 也动不了你。 从这一段, 我们也对于福会双修, 定会等持, 这两句话的意思更深一层的了解,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知道这世行门两大总纲。 八, 如是, 二字, 故事纸上文如梦如幻等说。 须知如梦如幻, 正为诸法之相本空。 亦正为诸法之信亦如。 可见如是亦言, 时涵有亦如皆是亦味。 观一切法如梦如幻, 即是观亦如皆是也。 这个文艺越说越清楚, 越说越明显。 如是, 就是记子里的, 硬做如是观, 这是如是两个字的意思。 从表面上, 如是, 是指前面六个比喻, 如梦幻泡影, 如漏意如电, 这是文字表面上的意思。 一切有畏法, 包括是出世间一切法, 佛法都包含在其中, 要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把它的存在, 看出如漏如电, 这就是诸法之相本空, 这是观象。 相空了, 诸位要晓得, 信就显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见性? 我们把相当作真实, 折了相, 折相, 就不见性。 离开了相, 信就见到了。 信, 是什么? 信是如如不动的空际之体。 你晓得万法皆空, 在深入一层去体会诸法之性一如。 诸法在相上讲不一样, 千差万别, 信上讲完全相同, 都是空的。 不二法门从哪里讲的? 不二法门不是从相上讲的, 相上千差万别, 怎么会依? 从信上讲的, 从理上讲的, 理上讲却确实实不二, 不二就是一如。 经文上所说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诸法如意就是万法亦如, 万法亦如就是法法皆是。 法法是事, 皆是什么? 理。 理是一个, 法法皆是一个理。 诸法是现象, 森罗万象, 现象不一样, 可是森罗万象的性是一样。 你从一切现象里面见到他的性, 性是一个, 性相不二, 性相亦如。 这样我们才懂得, 经中祖师, 语录, 里面所讲的不二的意思。 六祖讲的不二, 也是一经上说的, 唯摩洁经, 讲不二法门, 金刚经, 上讲的不一不一, 就是不二法门。 不一, 一切法不一是从相上讲, 从事上讲, 不一就是多, 不一, 就没有两样, 那就是一, 一是从理上讲, 从性上讲, 是一不是二。 江卫农居士在, 金刚经讲义, 里面, 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 不一不一, 这一句经文, 他指出这一句经文是班若的总, 这句话要是真的懂的, 真的明白, 这不, 金刚般若, 你就能全部贯通, 你就没有障碍了。 金刚经, 所有一切解说, 都离不开, 不一不一, 的总刚领。 此的, 如是, 两个字意思很深, 时实在在含有, 亦如皆是, 亦为。 观一切法如梦如幻, 这是教给我们修学般若下手的办法, 这种方法最适合于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知识分子, 用这个方法最为契机。 对知识分子, 教他老实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说这是迷信, 他不能接受。 你教他用这个方法, 观察一切万法现象的来源, 观察这个现象的存在, 到底是存在, 不存在, 他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这个很符合现代科学的思想, 科学的方法, 他能接受, 接引知识分子, 这是最殊胜的方便法。 看到一切法的真相, 看到一切法存在的真相, 再深入一层观法, 就见到亦如, 就见到皆是。 亦如, 皆是, 就是从世上见道理, 这个理是所以然的道理。 前面观, 一切法如梦如幻, 那是观他当然之事, 竟一步是能够发现其所以然之理, 这个就深入, 就透彻了。 所以才晓得万法一如。 一如, 自然就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了。 皆是, 你的清净心, 平等心, 大慈悲心就现前了。 说老实话, 皆是。 皆是什么? 佛与大菩萨对于九法界众生, 为什么要那么慈悲? 我们晓得世间人, 大家所佩服的, 所敬仰的一些所谓义人, 牺牲奉献, 这是值得社会大众所佩服的, 所敬仰的。 你仔细去观察他, 他为什么那样认真努力勤奋的在工作? 不是为民, 就是为力, 名利都拿掉了, 谁肯工作? 没有人肯工作了。 如果没有民利, 拼命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 这个人是傻瓜, 诸佛菩萨既不要名, 也不要力, 为什么在实法界里面这样的牺牲奉献, 认真努力在工作? 这是佛讲的大慈大悲。 慈悲心从哪里生的? 就是从, 一如, 皆是, 里面生出来的, 自自然然的生出来。 一如, 给诸位说, 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体。 皆是, 一切万法皆是自己, 不是别人。 这就是佛法里头所说的, 同体大悲, 无缘大词。 无缘是皆是, 无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无条件, 没有话好说的, 无条件。 父母照顾子女是有条件的, 他是我的儿子, 我才照顾他, 他不是无条件的。 如果不能体会, 不能契入一如皆是, 无条件的, 那是有名无实, 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契入一如皆是, 那真的是无条件, 无缘大词自然就显露出来了。 九, 圆绝经, 云, 生死涅槃, 犹如昨梦。 无起无灭, 无来无去。 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 无取无舍。 其能正者, 无作无止, 无助无灭。 于此正中, 无能磨锁。 毕竟无正, 亦无正者。 一切法性, 平等不坏。 此中一切是同梦幻而无知。 正是诸法空相, 不取于相知一也。 平等即是如如, 不坏即是不动。 这一段是, 圆绝经, 里面的经文。 生死跟涅槃, 使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 生死是生灭, 涅槃不生不灭, 生灭跟不生灭是两桩事情。 凡夫从相上看, 有没有看到事实真相? 没有看到。 只看到相的表面。 凡夫是生死相, 佛与大菩萨是涅槃相。 如果真的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生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生死跟涅槃不二。 所谓是,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烦恼是迷惑, 菩提是觉悟。 觉跟迷好像也是对立的, 这个对立都是看表面, 没有深入的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 它是一不适二。 怎么会观到一? 我们用这个经上的话来说, 生死的现象, 涅槃的现象怎么形成的? 都是涅槃果报变现出来的。 生死是染的涅槃, 涅槃是禁的涅槃, 或者说, 生死是为理的涅槃。 理是什么? 如如不动。 违背了如如不动, 自性理体造的涅槃, 涅槃就顺着如如不动, 自性理体造作的涅槃。 为顺不同, 为的是自性, 顺的是自性, 离开为顺, 自性是一个, 怎么不同? 绝的是它, 迷的还是它, 所以为顺不二, 绝迷不二。 迷什么? 迷自性。 绝什么? 绝自性。 深入一观察, 才晓得它们变现出来的果, 有液因就变果, 现香。 为自性的, 现生死的香, 六道众生生死的香, 顺自性的, 现涅槃的香。 佛与大菩萨不生不灭, 是一真法界的香, 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你看它的夜因果报, 果报就是现香, 同一个原理, 你在看这个现香的存在, 都是刹那生灭, 没有两样。 你才看出这个事情是一如, 皆是。 即不一样的, 对立的, 你从这个现香的原理跟存在的事实去观察, 是一如皆是, 这才知道不二, 入不二法门。 不二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真正觉悟了。 犹如昨梦, 生死涅槃, 佛与大菩萨来看那是一场梦。 生死要离, 涅槃要不要离? 当然要离。 如果不离, 生死离了, 住在涅槃里面去了, 这就是阿罗汉, 屁知佛, 不能见性, 还是谜。 这就是说世间法舍掉了, 出世间的佛法他没有舍。 金刚经, 上告诉我们, 法上应舍, 涅槃是佛法, 也要把他舍掉。 舍了之后, 出离十法界。 舍了之后, 回头再看看, 就像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 生死是六道, 涅槃是四圣法界, 六凡四圣,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十法界。 出了十法界, 想想从前那个境界, 修学, 就跟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 醒了以后怎么样? 无起无灭。 生死哪一天起来的? 什么时候起来的? 什么时候断掉的? 涅槃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什么时候离开的? 没有。 这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无始的意思。 佛经上讲, 无始, 是根本没有开始, 这个意思很难懂。 为什么说没有开始? 因为生灭同时, 你到哪里去找开始? 冷言经上讲的, 冷言经上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那个起灭, 从哪里去找? 那个速度太快了, 就以, 仁王经, 上佛所说的, 我们已经抓不到, 不但我们抓不到, 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 仁王经上讲, 一坛止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从这个说法, 我们就能够体会观察到, 它生灭是同时的。 既然是同时, 就无起无灭, 不生不灭。 一念迷是不生不灭, 一念觉也是不生不灭。 你就晓得其灭不二, 就是生灭不二, 这是真的事, 这不是理想。 不是假设, 是事实。 不二是事实, 不是理想, 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 无来无去, 既然刹那生灭, 哪有来去? 来去之乡也了不可得, 来去不二。 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 无取无舍, 得失不二, 取舍不二, 都归到一如皆是里面去了, 这是说外面境界, 你所正的。 下面一段是讲能正的。 由此可知, 所正不可得, 这个不可得, 就是前面经上所讲的, 万法皆空。 事出事间法,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所正的如是, 能正的也不例外。 后面这半段是讲能正, 然后才晓得能所都不可得。 所, 上, 就是, 金刚经, 上讲的诸法皆空。 能正的, 就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三星不可得, 金刚经, 讲, 过去星不可得, 现在星不可得, 未来星不可得, 能正。 能所聚不可得, 这就是说, 能所不得。 所有一切法到最后统统归起来, 都归到不二法门, 归到不二就是回归到易如, 回归到皆是。 我们才晓得, 诸佛菩萨为什么那样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有他的根本, 他从那里生出来的。 所以, 你入这个境界, 一定是大慈大悲, 你是真相搞明白了, 真相没有搞明白, 天天叫大慈大悲, 怎么叫也叫不出来。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120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2月0。 请先开经本273面, 9、 9、 元绝经, 云, 生死涅槃, 犹如昨梦, 无起无灭, 无来无去, 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 无取无舍, 其能正者, 无坐无止, 无住无灭, 于此正中, 无能摩索, 毕竟无正, 亦无正者, 一切法性, 平等不坏, 此中一切是同梦幻而无知, 正是诸法空相, 不取于相知一也, 平等即是如如, 不坏即是不动, 元绝经, 云生死涅槃, 犹如昨梦, 无起无灭, 无来无去, 其所正者, 无得无失, 无取无舍。 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的意思很深, 如果我们明白当中的一句, 其他的都能够迎刃而解。 它是一个道理, 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特别就生死涅槃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你懂得之后, 然后你才晓得, 所谓其灭, 其灭就是生死,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来去, 得失, 取舍, 都是空的。 确确实实都是, 原生之法, 无有自信,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是说你所执着的, 所取的这些。 下面是讲能证。 其能证者, 无作无止, 无助无灭, 能证, 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两句八个字, 这八个字就是平常佛门里面讲的修学的纲领。 佛在这部经上交给我们,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摩锁住就是止, 而身心就是坐。 这里说, 无作无止, 换句话说, 把无助身心也否定掉了, 也没有这个。 由此可知, 无助身心是对什么人说的? 对实法界里面的人说的。 实法界里面的人没有离乡, 换句话说, 他没有离妄想, 没有离执着。 六道没有离执着, 他要是离开执着, 六道就没有了。 实法界没有离分别, 离开分别, 实法界就没有了。 给你说, 无作无止, 无助无灭, 这是什么境界? 实在讲, 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前面我们曾经用古人的比喻, 像传靠岸, 那个时候叫, 无功用道, 什么都不能用。 有一念止, 一念做, 都不行, 那都错了。 这是实法界里头, 佛教给你,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离开实法界, 这个念头都不能有, 有这个念头就错了, 正是六祖在, 谈经, 里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你有个做, 有个止, 有个住, 有个灭, 还是有一物, 那不是无一物, 换句话说, 你的心还是不清净, 还是有污染, 还不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里, 确确实实没有。 佛法里面用功, 不是指持就是做持, 特别在戒律上, 这个意思就更清楚。 大臣戒, 菩萨戒是做持, 小臣戒是指持。 指, 是什么? 就是禁止。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一切都不, 这是指。 做, 是什么? 你一定要做, 你不做就犯戒了。 菩萨戒里许许多多叫你要去做, 三福, 里面, 佛教给我们要,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你要做, 你不能说我不做, 你不做就犯戒了。 指持, 你要是做了就犯戒。 在行持当中不外乎, 只做, 在关门里面不外乎, 祝灭, 所以这四个字, 把整个佛法修行的刚领统统都包括在其中。 世上有, 理上没有, 因为这些法都是原生之法, 所以要晓得, 我们可以用它, 不能执着它。 不但我们在六道要用, 决定要遵守, 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能做, 这是指持, 佛教给我们做的, 我们决定要做, 这是坐持。 一定要遵照佛的教训去做, 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不着香, 离言说香, 离名字香, 离心源香, 要离香。 为什么? 离香才能提升。 如果不离香, 照着佛的教训去做, 你得到的是福报, 不能出三界, 所以学佛修的是来生人天福报。 你要想超越三界, 你就不能执着, 要做, 又不能执着, 这样才能够超越。 超越六道, 这就入四圣法界。 入四圣法界, 当然你不执着了, 但是还有分别, 到那个时候连分别也不要了, 你就超越十法界, 就入一真法界。 分别的妄想, 比执着的妄想轻, 执着的妄想很重。 所以都给你说真话, 真话是, 无作无止, 无助无灭, 这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 与此阵中, 这个地方讲的阵, 是法身大事一样的。 最低的阵是原教初驻, 因为这个时候超越了十法界, 契入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 无能磨锁。 一真法界用功, 就是大乘经上讲的, 无功用道, 因为他们心都是清净的。 一真法界, 你是初驻菩萨, 他是二驻菩萨, 决定没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不就是有分别, 有执着了吗? 他们的功夫确实有浅深, 但是都没有分别, 功夫深的人没有分别, 功夫浅的人也没有分别。 由此可知, 佛给我们讲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觉, 是为我们凡夫说的。 在他那个境界里有没有的说? 没的说。 为什么? 没有分别, 你说什么? 没有执着, 你说什么? 说这些话, 是对有分别, 有执着的人说的。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哪有这些名词? 在给诸位说的明白一点, 一针法界里头没有言语, 说话多累人, 多麻烦。 在一针法界彼此交换意见沟通, 那是电, 我们今天讲用电, 光, 用这个。 彼此都有他心通, 六通都具足, 哪里还要开口说话? 不需要。 在我们六道里面, 高级凡夫都不用言语来沟通意见。 经上讲的色界四禅, 二禅天叫光阴天。 你们晓得, 光阴, 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出禅还有言语彼此讨论, 二禅以上不要说话了, 用光。 光行吗? 行。 十字路口, 红绿灯不是放光吗? 不需要交通警察, 你这边走, 你停住, 你不可以走, 多麻烦。 光一放, 你就晓得, 红的光一亮, 你就不走了, 绿的光一亮, 你就通过, 那不是光在说话吗? 二禅天以上, 不用言语。 言语的能力很有限, 而且听的时候还容易听错, 还把话曲解了。 用光, 用电, 绝对不会产生误会, 不会产生错误。 越是网高级的, 哪里要用这么笨的方法? 现在我们逐渐对于这个状况能体会了。 譬如, 我们执着在这个文字书本上, 佛的经典流传到今天, 佛教的经典真正浩如烟海。 这些点击几个大房间都装不下, 你说多笨重, 多麻烦。 现在电脑发明了, 诸位晓得, 一个磁叠片全部佛教资料都在其中, 进步到这样, 再往上进步, 连磁叠片都不要了。 这才知道越往高级去, 我们今天科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 佛菩萨那个科学技术, 我们望尘莫及, 我们还要用这些硬体的笨重东西, 他们不要。 所以, 从这些地方能够体会。 这个证, 我们要晓得, 证有没有这个事情? 有。 但是在他们有没有这个意念? 没有,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念头, 能锁就没有了, 哪有能证, 锁证。 有能锁, 诸位就了解, 一定落在意识里头, 一定落在四项, 四件里头。 正果, 谁正果? 我正果了, 我相不就具足了。 我正了虚陀还, 我正了斯陀汗, 四相具足, 没有这个道理。 经文前面讲, 虚陀还已经没有虚陀还这个念头, 他真正正的虚陀还果, 有这个念头, 他是凡夫, 他不是圣人。 毕竟无正, 亦无正者, 我们讲修行正果都是佛的方便语, 方便语是不是讲假话? 不是的。 确确实实有这个事, 但是在人家心里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可是我们要不加以分别执着, 我们对于这个境界就亦无所知。 所以佛说法, 他基本的原则, 一二帝说法。 什么叫, 二帝? 一个是随顺众生的尝试, 给你讲你才会懂, 你才会体会, 随顺众生这样说法, 叫俗帝, 随顺佛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相, 叫真谛。 佛说法, 这两种方法交互来运用, 真谛讲的你听不懂就讲俗帝, 俗帝听懂再给你讲真谛, 让你把俗帝舍了, 你能够契入真谛, 这是佛讲经说法度众生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 在金刚经, 上也处处都显示, 像末后这一段, 这是最重要的两句话,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就是二帝。 不取余香, 俗帝, 如如不动, 真帝。 你仔细去观察, 这个经文里头都符合这个原则。 然后你才能看出佛讲经说法的善巧方便, 我们形容它寻寻善诱, 引导我们契入更高的境界。 一切法性, 平等不坏, 到这个地方都是, 原诀经, 的经文, 这一句座位总结。 为什么前面给你讲, 生死涅槃, 犹如昨梦, 为什么讲没有其滅, 没有来去, 没有得失, 没有取舍, 没有能正所正, 这是什么道理? 这两句话说出来了。 所以这两句话, 决定不能没有, 因为一切法性平等。 有其有灭不平等, 有来有去不平等, 平等就是不二法。 有能正, 有所正, 有能有所那是二法, 哪里是平等的? 统统都归到不二法门。 不坏, 就是不灭的意思, 不灭就是不生。 一切现相, 现相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为心所现, 那个心是真心,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是体, 体当然它有相, 当然它有作用, 体相用是一而三, 三而一, 说是有体没有相, 没有作用, 这是决定讲不通的。 相会变, 决定不会灭, 佛法讲不生不灭, 就是从这个地方说出来的, 从这个理体上讲的。 此中一切是同梦幻而无知。 正是诸法空相, 不取于相之意也。 平等即是如如, 不坏即是不动。 这世将为农居士将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 原诀经, 这一段经文, 可以拿来注解这个地方,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两个讲法是一个意思, 统统是梦幻泡影。 正是诸法空相, 不取于相之意。 不取于相, 就是前面经文里面讲的, 无助身心。 平等就是自信, 自信是平等的, 就是真心。 诸位要晓得, 不平等是妄心, 起了妄念就不平等。 离开一切妄念, 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 法法平等,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同一个自信变现的, 哪有不如, 哪有不适的道理。 所以平等就是真如。 用两个如, 第一个如是, 性, 第二个如是, 相, 性如其相, 相如其性, 决定没有两样。 中国古得为了这两个字不太好体会, 做了一个比喻,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黄经, 经就是第一个如字, 是体, 做成气, 气是有样子, 有形状的, 形状是第二个如。 这个我们容易懂, 经就是气, 气就是经。 如果折了香, 经就没有了。 我们叫一个人, 你去把黄金拿来, 他看到一大堆精气, 这里头没有黄金, 所看到的是金镯子, 金链子, 没有一样是黄金。 这是什么? 这像。 比喻我们六道凡夫者了香, 没有见性。 如果你真正通达, 原来香就是性, 你要拿黄金, 哪一个不是? 禅宗, 学生开悟了, 老师考他, 捏取一法来, 他随便捏一个, 老师点点头, 对。 给他印证, 那就是所谓是,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无有一法不是, 这是真正见到如如。 到如如的时候, 这个心清静了, 心平等了, 心里头一念不深, 才真的见到。 没有见到, 假装不得的。 人家问, 自信在哪里? 他在地下捡一片树叶比一比, 老和尚点头, 没错。 我们也去捡一个树叶比一比, 行不行? 不行。 他是真见到了, 我们没见到, 我们学不来的。 现在学禅的人, 拿到古人的语录, 人家怎么笔法, 我也来怎么笔法, 结果笔的都不像, 不是见到那个境界。 所以禅宗的沉传必并很多, 你不是真正明白人, 往往被他骗了, 还有一个, 蜜, 也容易骗人。 所以, 妖魔鬼怪渗透在佛门里头, 宗门跟蜜教渗透的最多。 唯独, 教, 里头他渗不进来, 为什么? 教要讲经, 你讲错了, 人家马上听出来了, 这个很不容易渗透进来。 尤其没有办法渗透是净土的经典, 这个他没有办法。 魔也讲阿弥陀佛, 也劝人念佛, 他就是佛了, 他就不是魔, 魔就变成佛了。 教下, 假的东西不太容易进来, 禅根密是最容易的。 不坏就是不动。 大佛顶守灵言经, 上讲守灵言大定, 自信本定, 守灵言, 就是不坏的意思, 是属于自信本定。 十, 无谓者, 魔所作为也, 若无所为, 妄赫能处, 真赫能振, 凡何能转, 胜何能成。 故无谓法, 需从有谓法作出。 故曰, 应作, 也。 应明了者, 是以无谓法为目的。 借有谓法作路径, 若只认无谓, 舍弃有谓, 是自觉也。 无谓者, 魔所作为也。 若无所为, 妄赫能处, 真赫能振。 凡何能转, 胜何能成。 无谓跟有谓的意思, 要辨别清楚。 无谓跟有谓不是对立的, 这是佛法的关键, 一定要明了。 不是对立, 就是六祖讲的, 佛法是不二法, 二就不是佛法。 有谓, 无谓要是二, 那就不是佛法, 这就变成世间法。 佛法是绝, 世间法是谜, 由此可知, 二法就谜, 不二就绝, 这是整个佛法, 特别是大乘佛法关键的所在。 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不二法。 你要把它分作二, 无谓, 无谓是魔所作为, 这个解释的没错, 如果真的要是魔所作为, 好了。 我们也不要修, 也不要持戒, 也不要修定, 什么都不要干了, 这样子我们的烦恼能断吗? 无明能断吗? 菩提自信能证吗? 你就把佛的这个意思搞错了。 佛法里面这个无谓意思深, 不是世间法的概念, 是教你断恶修善, 心里头若无其事, 那叫无谓。 无谓而无所不谓, 这才行。 不是偏在一边, 世间人讲, 谓是一边, 无谓是一边, 总是偏在两边。 所以菩萨走的是中道, 部落两边, 两边都是障碍。 经上常用河流来做比喻, 两边是两边的岸, 你那个船走的时候, 靠着岸就被障碍住, 就行不通, 要走到河道的当中, 畅通无阻。 两边不着, 这才是真正的无谓。 故无谓法, 需从有谓法做出, 这是真正佛说无谓的意思。 故曰应做也。 应明了者, 是以无谓法为目的。 借有谓法做路径, 若只认无谓, 舍弃有谓, 是自觉也。 这个意思深。 所以大臣, 尤其是原顿大臣法, 义臣法, 通常是不跟初学人讲的。 为什么? 怕初学人听错会了一丝, 那个麻烦就大了, 佛在经上讲, 破戒的人好救, 破见的人没救。 你, 班若今, 要是听错会了一丝, 一切皆空, 那什么都没有了, 杀到淫妄都没有了, 什么都可以干了, 这不是糟糕。 这是佛没有法子救的。 就怕听到一切都没有, 一切都空, 那就错了。 所以大臣法特别交代你,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这是事实, 这个我们也讲得非常透彻。 因果不空, 所以你要断恶修善, 这才是个正理。 事出世间这些现象, 凡夫执着有, 坚固的执着, 佛与大菩萨们看到, 没有。 看到这是什么? 梦幻泡影。 那个梦有没有事? 有, 有相, 有相有事, 没有实体, 不是没有相。 我们晚上做梦, 睡觉醒过来, 那个梦中境界还很清楚, 还能记得起来, 怎么会没有。 有, 相有, 作用有, 体没有。 这样说法, 进了一步。 彻底究竟的说法, 那就是这经上讲的, 相也没有, 作用也没有, 体相作用都没有, 这是, 原觉经, 上这一段讲法, 那是完全事实。 佛与大菩萨的境界, 这个大菩萨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原教地上菩萨的境界, 却却实实没有。 一切都没有了, 体相作用统统都没有了, 我们要问, 佛跟这些地上菩萨, 我们以我们的见解, 分别, 执着来说, 佛讲的十二位次, 从初的到时的十个位次, 等觉一个位次, 佛一个位次, 这十二个人他度不度众生, 普度众生, 他不是不度众生, 哪个地方众生有感, 他就有应, 他那个感应, 到底是有位还是无位, 给诸位说, 有位, 无位都没有, 这是真的, 为什么会有感应? 因为是一体, 使法界一正庄严是自己的平等性显现的, 它是一体, 所以感应道教是自然的, 没有意思在里头。 在前面这个阶段, 我们讲三贤卫的菩萨, 其实来说, 在一真法界里面这四十一位法生大士, 都是自信的感应道教, 都没有分别执着。 使法界里面的菩萨, 声闻, 原觉, 菩萨, 还有佛, 天台大师讲的藏教佛, 通教佛, 贤手大师讲的, 贤手讲武教, 小始终顿元, 小教的佛, 始教的佛都在使法界, 没有超越使法界。 使法界的这些佛菩萨, 众生有感他有应, 那是他在出发心时 曾经发过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说话要算话,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众生来求他, 他要不来的话, 那被信,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使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愿力, 是过去身中的宿愿, 宿世的愿力。 但是在一针法界里已经不是愿力, 完全是信德, 就是自信的本能, 比那个愿力还要高, 所以称之为无缘大词, 没有条件。 使法界的愿力还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 因为从前发了愿, 还有条件在。 道义真法界, 什么条件都没有了, 自自然然的感应道交。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 无畏真的是目的。 无畏而无所不畏, 无知而莫所不知, 这两句话合起来讲, 就是一般人赞美上帝, 全知全能。 莫所不知, 莫所不能, 那是我们的信德, 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从外头来的。 现在我们的本能失掉了, 佛说了, 就是妄想执着。 佛法教我们修什么? 除妄想执着而已。 除妄想执着, 还是要从有位做起, 换句话说, 还是要从妄想执着做起, 用妄想执着把妄想执着打掉, 这是佛法教学第一个阶段的手段, 我们要懂的。 所以要, 硬做, 你平常持戒, 修订, 戒定会三学都是有位法。 到开了智慧之后, 这就契入到无畏。 到了无畏之后, 还要不要有位? 还要有位? 为什么? 有位来表现他的无位, 如果没有有位, 无位法就落空了, 空了。 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映在世间, 那就是他视现的无位法。 释迦牧尼佛就是个好例子, 在这不经上一开端, 入舍位大臣起时, 这一持播, 他是无位法, 他无位表现在有位上。 无位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上, 表现在工作上, 表现在应酬上, 那叫真无位。 无位不是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干, 心里头干干净净, 亦成不染, 若无其事。 心是无位, 身口是有位, 就是这个意思。 十一, 修有位法而不着, 便是无位。 除此别无所谓无位法也。 设有而不住有, 观空而不住空。 虽中日行六度万行, 中日讲经说法, 而时中日涅槃。 由此可知, 不取法, 当从不取非法做出。 即非, 当从世民做出。 不执着, 当从不断灭做出。 无时, 当从无须做出。 修有位法而不着, 便是无位。 除此别无所谓无位法也。 如果你是错解了意思, 那叫三世佛冤,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把他的意思解错了, 那个不叫做无位法。 无位是有位法里头不执着, 心地干干净净, 亦成不染, 若无其事, 这就是无位法, 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你要学习, 会学得能够契入一点, 有一点功夫, 你在生活上会得真正的幸福, 快乐, 会得真正的自在, 那是真实的受用。 世间人要是不懂这个, 他所有一切享受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们一般是奸于痴人, 看到世间大富大贵生起羡慕的心, 这是只看到表面。 真正大富大贵的人, 他信不信服? 不见得。 你深入一层去观察, 他有他的苦。 你贫穷下贱, 你有你的苦, 他有他的苦, 他的苦并不比你差, 你们两个要是仔细比较一下, 我看不分上下。 你有你的乐, 他有他的乐, 你的乐可能超过他的乐, 他的苦可能比你更苦, 有什么好羡慕的。 这是真实话。 位子越高权力越大, 越容易堕地狱。 一个念头错了, 一桩事情错了, 要多少人受害, 那个业因就堕地狱。 你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这个位子, 你天天起田恨心, 骂人, 恨人, 不会堕地狱, 你没干多少坏事。 人家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不得了, 他要负多大的责任。 如果他心不清静, 还有贪甜吃慢, 还有是非人我, 怎么可能不造业。 所以现在人鱼吃, 跑去竞选, 这真叫莫名其妙。 从前人, 人家来请你做官, 听说的时候, 赶快逃。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许游, 诸位念过古书知道, 请他去做皇帝, 他跑到深山里去, 找不到了。 刘备请诸葛亮请了三次, 他绝对不会出来竞选, 什么原因? 知道这个责任太大, 答应出去干这个事情, 真是,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就怕事情做错了要负因果责任。 我们佛法讲因果责任, 他们那些人讲对历史负责任, 对群众负责任。 如果不负责任, 你去做, 没有一个不堕落的。 你现在不管怎么样, 好像炫耀一时, 没有几年就往三途去了。 你要是看到这个现象, 你才晓得这是多悲惨的事情, 哪有值得羡慕的。 财富, 财富是你的吗? 不是。 那个财富是从你面前过一下, 就像流水一样。 在你面前过一下, 你有机会去处理它, 你处理得适当, 你修服, 处理得不当, 你造罪业。 或根服, 一面之间。 中国人造的, 或, 福, 字很像, 差不多, 要不注意就把福看成祸, 或看成福。 要很仔细地去辨别。 我们中国古代这些老祖宗真有智慧, 这是外国人比不少的, 中国文字充满了智慧。 这个修学法, 实在讲就是, 金刚经, 教给我们观行的纲领。 我们在生活上, 像佛, 早晨起来, 早晨起来穿衣, 吃饭, 上班工作, 带人接物, 样样都要认真做, 样样都要负责做, 对人, 对事, 对物尽忠职守,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修善, 不为自己这是断恶。 诸位要晓得, 为自己就是恶, 这是一般初学佛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哪个人不为自己? 为什么为自己就是恶? 念了, 金刚经, 就晓得。 为自己, 是增长我值。 金刚经, 教你要破四项, 破四项, 你起心动念为我, 你还能破得了吗? 道理在此地。 所以他那个善恶的标准, 是十法界的水平, 十法界里面是恶, 十法界上面是善, 一真法界是善, 十法界是恶。 你起心动念有个, 我就不行, 就是恶。 起心动念有个, 我,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折了我相。 起心动念都为国家, 为民族, 为一切众生, 行不行? 不行, 还是恶。 这个恶在哪里? 这个可以出六道, 不能出十法界。 为什么? 你折了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一定要做,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 连那个众生的相也不着, 这是, 班若经, 上给我们讲的三轮体空。 我天天在做, 不着我相, 我为一切众生做, 不着众生向, 我所做的这些工作, 也不着这些工作的相, 这叫三轮体空。 三轮体空, 意思是什么? 就是做而无所谓。 将为农居士讲, 大而化之, 不以为然, 你这个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等的, 永远是无畏的, 这个心就无畏。 所以在世相上是无所不畏, 心里面是无畏, 这叫真的无畏法。 舍有而不住有, 观空而不住空, 空有两边都不住。 我们晓得, 真性是空的, 性体是空的, 万法也是空的, 万法因原生, 当体集空, 了不可得, 这是真的, 是事实。 佛法也是空的, 佛法也是原生的。 如果住空就坏了, 这又住到一边了。 哪些人住空? 学佛的人住空, 阿罗汉, 辟之佛, 他们的目标是赶紧正的涅槃, 那个涅槃是空, 偏真涅槃。 佛在, 冷言经, 里面把他那个境界说出来, 也就是把他错误的地方说出来, 这个其他经上说的很少。 他说阿罗汉偏真涅槃的那个境界, 内守悠闲, 由未法成分别隐士。 佛要不说出来, 我们以为阿罗汉的涅槃还真了不起, 他入了班涅槃, 哪里晓得是内守悠闲, 还是法成分别隐士, 换句话说, 依旧在妄想的圈子里。 他搞无畏法, 他什么都不干, 所以佛说, 堕无畏坑。 毕竟他还有善根, 在无畏坑的时间不会太长久, 不长久, 在我们看起来也相当长久, 两万大劫。 两万大劫之后, 他会后悔, 他会再出来。 毕之佛比阿罗汉善根厚, 一万大劫。 佛讲的这个数字, 这是极限, 就是最长是这么长的时间, 也有善根深厚的, 他很快就离开, 就觉悟了。 但是最长就是这个数字, 小乘阿罗汉两万大劫, 他就会回小巷大, 毕之佛是一万大劫。 这是出世间的, 走错了路子, 折了空。 世间里面没有能力超越三界, 要是把佛法学错, 也住了空, 那个麻烦就更大。 四空天, 四空天最高的是飞想飞飞想触天, 那个寿命多长。 八万大劫, 比阿罗汉长太多了, 换句话说, 躲在那个地方八万大劫动弹不得, 住在无谓法里面, 一点作为都没有。 等于好像大家在一起修学, 在一块用功办到, 他退出去睡大劫了, 什么也不干了, 这一下睡, 睡了八万大劫, 可能别人已经成佛, 他还在当凡夫。 所以佛把这个事情列在八难之一, 学佛有八大丈难, 升到无色戒天是其中的一难。 升到无色戒天, 你什么作为都没有了, 这是住空。 底下举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法。 虽中日行六度万行, 这一句是把释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里面。 佛菩萨每天用六度万行自行化他, 世间这一切人, 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也都是行六度万行。 只要你会了, 你的生活就是的。 这一次我们在《金刚经》说得很详细, 在《华严经》上,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五十三位菩萨为我们表演, 为我们做示范, 就是他们以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行业, 为我们做出, 就在他本分上修六度万行, 统统是菩萨。 家庭主妇管一个家, 家庭主妇菩萨。 他那个修行统统都能成佛。 所以佛法真的在, 华严, 上世无障碍法, 理事无碍, 世事无碍。 你懂的道理, 懂的方法, 没有一个不成佛, 就在你本分工作行业上做佛。 中日蒋经说法, 而时中日涅槃, 六度万行, 蒋经说法, 是有位, 中日涅槃是无位。 涅槃从哪里做出? 从六度万行, 蒋经说法这里做出来。 蒋经说法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 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聚集在一堂, 我们展开经本在这里, 这叫蒋经说法, 这是蒋经说法模式里面的一种, 实在讲, 蒋经说法的方法无量无边, 这只是无量无边法里面的一种法, 不可以局限在一种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 其心动念, 全是蒋经说法。 特别是在大乘法里面, 佛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把它做到,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行, 让我们周边人看到, 听到, 这都是属于蒋经说法。 所以它是广义的, 不是狭义的。 这就是终日做, 心里面若无其事。 若无其事就是涅槃, 涅槃是无座。 六度万行, 讲经说法是有座, 座而无座, 无座而座, 这叫真无味。 由此可知, 不取法, 当从不取非法做出, 非法是空, 决定不执着空相, 执着空是大错特错。 大臣经上佛常讲, 宁可知有如须弥山, 不可知空如戒子, 戒子是戒菜子, 像芝麻一样大, 就是这一点点小的空都不可以, 那个就大错了。 执着有不要紧, 不怕执着有, 就怕执着空。 所以, 这事要从不取非法做出。 即非, 当从世民做出, 即非是讲空, 从哪里做起? 是明。 金刚经, 上, 即非, 是明这个句子讲得太多了。 凡是讲即非, 譬如这经上讲, 佛说三十二相, 即非三十二相, 是明三十二相。 即非, 是从性上说的, 是从理上说的, 是明, 是从世上说的, 是从相上说的。 从哪个地方显这个理? 从世上显理? 从什么地方见性? 从相上见性? 可见得, 不能不要是, 不能不要相, 是相离了, 理, 性没有了, 哪有这个道理? 所以这才交给你, 应模锁住, 而身其心, 因为事实真相是即非, 你住就错了, 因为有事相, 所以有事明, 你身心就对了。 身心不着空, 无住不着有, 空有两边不住, 这就对了。 不执着, 当从不断灭做出, 无时, 当从无须做出, 无时无须, 这也是, 金刚经, 上重要的一句话, 无时是体, 无须是相。 这是教给我们怎样去修学无畏法, 换句话说, 怎样去过佛菩萨的生活, 这是佛菩萨的生活, 换句话说, 怎样过真实的生活, 真实, 幸福, 美满, 自在, 快乐的生活, 你懂得这几句的意思, 你就都能做到了, 这是大圆满, 大自在。 十二, 乃至无圣无凡, 即从有圣有凡中见, 此位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无住之指, 于是乎圆满, 而其枢纽, 即在观法原生, 如梦如幻, 乐其皆空, 所以无住, 故学人最要方便, 应做如是观,也, 乃至无圣无凡, 即从有圣有凡中见, 无圣无凡是事实, 有圣有凡是假相, 若不从这个事相上, 你怎么能证到这个事实? 我们把整个佛法分三个阶段来看, 六道是各阶段, 四圣是各阶段, 一真法界是各阶段, 无圣无凡是一真法界, 有圣有凡是十法界, 不从十法界逐渐向上提升, 再突破超越, 你怎么到无圣无凡? 所以从有圣有凡中去见, 此位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应摩索住, 这个摩索住, 是生死涅槃都不能住, 无住之指, 于是乎圆满, 才能真正达到圆满, 无住, 不能说无住一边, 两边都不能住, 住生死就是六道凡夫, 住涅槃就是身闻, 圆绝, 菩萨聪明, 两边不住, 这才是佛讲无住的真正意思, 而其枢纽, 即在观法原生, 如梦如幻, 了其皆空, 所以无住, 究竟圆满的两边不住, 枢纽就是关键, 这个关键的所在, 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清楚, 观法原生, 法, 是世出世间一切法, 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原生的, 凡是原生之法, 就没有自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使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很清楚的明了, 真相是叶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现象, 这个现象到底是真是假, 刹那亿万生灭, 你说是真是假, 不止刹那九百生灭, 九百生灭是佛在, 仁王经, 上讲的, 不止, 真实像是刹那亿万生灭, 你说它是真的, 是假的, 所以讲梦幻泡影是事实, 它不是比喻, 你把它看作比喻, 你已经看错了, 你没有体会到真正的意思, 事实上确实是梦幻泡影, 我们从这个事实真相里面, 把大臣经许许多多名词术语的含义搞清楚了, 像经上讲的, 无实, 金刚经, 上说的最多的, 即非是明, 这意思我们透彻了, 虽然透彻了, 好像我们现在还不太自在,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还没有做功夫, 譬如, 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 我们现在研究地图, 这个路已经很清楚, 很熟了, 还没有开步走, 你的开步走, 一步一步接近, 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感受就不相同了, 所以现在知道之后要做, 怎么做? 在生活上去做, 在生活当中改变我们的观念, 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一切都照常, 观念改变了, 什么观念? 从前错误的观念, 分别, 计较, 执着, 这里头搞贪甜吃慢, 是非人我, 烦恼的不得了, 现在这个念头改变, 万法皆空, 若无其事, 做得更有精神, 做得更好, 真的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厌, 你不懂这个道理, 这个事情天天重负在做, 做得讨厌, 会厌倦的, 你现在明了了,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怎么会厌倦? 何况晓得, 我现在天天在做的, 是修六度万行, 我现在每天这个生活, 原来是在行菩萨道, 是契入大涅槃, 他怎么不快乐? 整个佛法就在生活之中, 而且在生活任何一桩事情, 都显示出究竟圆满的佛法。 《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穿衣是一,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佛法是多, 四十九所讲的一切法, 我穿一件衣服的时候圆满具足, 我吃这一口饭的时候圆满具足, 那才有味道。 并不是整个佛法要在一身当中每一面都是, 不是。 每一点都是究竟圆满的佛法, 这才是真正, 一切即一, 一即一切,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 这不经上讲, 法法皆是, 法法皆如。 现在我们要紧的, 就是要怎样去做。 要在生活当中体会, 金刚般若, 那就是法为无穷, 法喜充满。 所以, 如梦如幻, 是事实, 绝对不是比喻, 要了解它。 它的意思就是万法皆空, 体是空的, 刚才讲了, 香也是空的, 作用也是空的。 空一定在, 有, 当中显示。 有是什么。 我们日常生活是有。 所以无助, 这真的是无助。 故学人最要方便, 应做如是观, 应做如是观, 是我们开头初学的人, 这是讲到最初方便。 我们从哪里下手? 要从这里下手。 佛法在修学上, 教下常讲, 观行, 这个总纲领是两个字。 观, 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是怎么看法, 我们讲宇宙观, 人生观。 金刚经, 交给我们, 诸佛如来的宇宙观, 人生观决定正确, 没有一点偏差, 就近圆满的宇宙人生观, 你要常常做如是观, 把你的观念改变过来。 观要行, 这个地方就叫给我们要行。 要在有味上显示出无味, 在有相处显出无相, 从事上去显理, 从相上去见性, 这事行, 这叫真正修行。 底下这一段说得更好。 十三, 不废有味, 不爱无味。 自然而然, 遮罩同时。 一部圣身经典, 归道极平淡, 极切静, 四句记中。 一切众生, 无论利盾, 皆可随顺而入。 此之位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此之位真实义。 故得此四句记, 不但全经在握, 一切佛法在握。 不废有味, 不爱无味。 自然而然, 遮罩同时。 这四句话说得非常之好。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过日子? 怎样去工作? 如何度过我们这一生? 这四句话就太好了。 菩萨的生活, 不废有味, 有味法我们要认真去做。 不爱无味, 一定要学佛跟大菩萨一样, 无味是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怎样显示无味法? 在有味法当中, 譬如, 无味法是讲真的, 有味法是假的, 假的里面显示真的, 离开假的也没有真的, 有真才有假, 在这个真假里面做到不二, 佛法修学的目的就达到, 永远向不二的目标上去走就对了。 大臣经论上教给我们, 不但是听经学教, 实在讲日常生活当中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离言说香, 离名字香, 离心原香, 这个原理要用在生活上, 我们心才清净, 才干净, 真的教义成不染, 离一切香, 及一切法。 离了香, 人家来问, 法师,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一句话不说, 装得像个木头人一样, 那行吗? 那, 不行。 这是个纸片, 那你不就又分别执着了吗? 对, 在分别里面显示不分别。 怎么显示? 你叫它做纸片, 你怎么说, 我随顺你的说法, 自己心里干干净净, 确实没有执着。 不会说这是一张纸片, 这是什么颜色, 确实没有, 我这里是无畏, 跟你们沟通是有畏, 因为是你的执着, 随你的执着而执着, 随你的分别而分别,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我们相处就皆大欢喜了。 众生在迷, 佛菩萨物, 迷物可以处得很融洽, 这就是在有畏里头显示出无畏, 决定没有计较,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佛菩萨跟众生相处, 经典里面是加木尼佛对这些人说法, 无论是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妖魔鬼怪都有, 是加木尼佛都接见。 问什么, 佛都点头都好, 样样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你行善好, 你作恶也好, 你上天堂好, 你堕地狱也好。 为什么都好? 梦幻泡影, 哪是真的? 都是假的。 但是迷人, 执着的人, 他不好受。 天堂, 地狱苦乐的感受不一样, 那是他的迷知, 其实有没有? 没有。 迷知里头产生的现象。 佛为什么不帮助他? 佛观机, 你的缘没有成熟, 跟你讲你不相信, 听不进去, 那就随顺, 你喜欢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哪一天你苦头吃够了, 想回头, 想觉悟了, 佛一定来帮助你。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不肯回头, 不必去找他, 找他是去找麻烦, 找他是增加他的罪业, 棒佛, 棒法, 棒僧, 他会造更重的业。 不能接受, 佛菩萨走得远远的, 不让你造重业。 能够接受, 佛菩萨一定马上就来, 不来对不起你。 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我们懂得, 佛菩萨是这样接引大众的, 我们跟大家相处也就明了了。 每个人的业因, 那个缘非常复杂。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上, 许许多多外教徒毁谤佛教, 骂佛教是魔鬼, 我们听了也很欢喜。 我们欢喜的是什么? 他阿赖耶实里头已经有佛, 他将来一定会成佛, 虽然毁谤造罪业, 他要受那个恶报, 恶报受完之后, 他回归正法, 他会成佛的。 所以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他骂我, 我也骂他, 我要报复他, 没有。 他骂我, 我到旁边笑一笑, 很欢喜, 他将来会成佛。 他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 我们看得清楚。 三宝种子, 一粒耳根, 永畏道种,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不费有畏, 有畏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照做, 就是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一定要按照世间法去做。 按照世间法做, 世间法防不妨碍佛法。 不妨碍。 诸位要记住, 他决定不爱无畏。 我们深深感觉的他对我们有妨碍, 那时实在在讲, 不是外面境界妨碍, 是你自己妨碍自己。 你自己要分别, 要执着,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哪有障碍? 妨碍我用功, 你用的什么功? 妨碍你盲修瞎恋是真的, 你要是真用功的话, 决定不会妨碍的。 真用功, 我们在金刚经上得到金刚经, 交给我们是, 看破, 放下。 看破, 放下, 谁能障碍你? 没有人障碍你。 人家骂你, 我不生气了。 为什么不生气? 我放下了, 我不接受。 他为什么会生气? 他瘦了。 他骂我, 我接受了。 他骂那个人, 为什么你不生气? 他骂他, 不是骂我, 我没有接受, 他接受了。 人家骂我, 我没有我, 我是空的。 到无我, 你就不接受, 不接受你就不会生气, 你就放下了。 所以看破放下, 什么人能障碍你? 没有人, 只有人帮助你。 人家赞叹你, 毁谤你, 侮辱你, 统统都是帮助你。 金刚经, 上讲的, 忍辱波罗蜜, 怎么修成的。 没有人侮辱你, 你忍辱波罗蜜, 怎么修得成。 人家来侮辱我, 糟蹋我, 阿弥陀佛。 他帮助我, 我忍辱波罗蜜, 修成了。 你要是明了, 却确实实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能够障碍你, 除非你自己障碍自己, 那没有法子。 自然而然, 亦丝毫勉强都没有。 这照同时, 这, 是定, 照, 是会, 这是自信本定, 如如不动, 照是一切明了, 绝而不迷, 同时的。 一部甚深经典, 归道及平淡, 即切尽四句记中, 四句记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佛法极深的经典在哪里?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越是深奥就越是平常, 而且跟诸位讲, 越是简单越是容易, 不要看极深奥的东西一定很难, 那你就错了。 在我们中国典籍里面, 讲宇宙人生大道理, 讲的最究竟, 最圆满的, 那个书叫, 易经, 易, 是简单容易。 所以佛法最殊胜的法门, 最简单的是一句, 阿弥陀佛, 但人不相信就没有办法了。 千经万论到最后总归结, 归结到一句阿弥陀佛, 多简单, 多容易。 要把这一句阿弥陀佛讲清楚,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还没有讲完。 所以, 这一句佛号, 是整个佛法的归结, 整个佛法的大总持法门。 我们在这部经上也读到, 将为农居士在, 讲义, 里面也详细跟我们分析过, 依照, 金刚经, 的方法修行, 到最后把真实的要领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定会。 定, 就是放下, 会, 就是看破, 看破, 放下, 放下, 看破, 这两个方法交互运用, 相辅相成,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前面详细说过, 没有别的法子。 这是总原则, 总纲领,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违背这个原则, 你不会成就, 你决定得不到受用。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只要跟这个原则相应, 你一定得受用。 为什么到最后还要回归净土? 我在前面跟诸位说得很清楚, 用, 金刚经, 的方法, 突破了六道, 再突破十法界, 入一真法界。 入一真法界就是, 华严经, 上讲的法身大事。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这是金刚经, 上讲的诸佛如来, 你已经成佛了, 你是诸佛如来一员。 但是从原教出诸到如来的果的, 四十二个阶级, 这里头四十一品无名破镜了, 成就尽缘满佛。 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修成。 佛讲要三大阿僧止节, 要这么长的时间。 三大阿僧止节不是对普通人讲的, 是对法身大事讲的。 第一个阿僧止节修满三贤位,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阿僧止节修七个位次, 初的到七的, 第三个阿僧止节是八地, 九地, 十地三个位次。 这就是说这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前面四十位修成的时间要三个阿僧止节, 修满他才是等觉菩萨。 等觉修成佛果, 要照前面那个样子来看, 比例来看, 可能也要一个阿僧止节才能够圆满成佛。 因为越往后面越难, 时间越长。 所以这些人聪明, 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这个时间缩短了。 这些法身大事伸到西方极乐世界, 观无量寿佛经, 上讲得清楚, 十报庄严土上品上身。 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 太快了, 恐怕一劫都不需要, 他马上就成佛了。 这是为什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道理在此地。 诸位要想一想, 如果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突破十法界?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摆在面前。 你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六道? 突破六道, 见思烦恼要断掉, 你才能出得了六道, 成沙烦恼再破掉, 你才能出得了十法界。 我们学佛修行不是这一生, 这一世。 无量寿经, 上我们读到, 阿蛇王子他们一个小团体五百个人, 佛说得很清楚,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那个亿, 印度人讲亿没有标准的, 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万万教义。 印度人, 百万也教义, 十万也教义, 到底他是用那个标准, 我们不晓得。 我们就算最晓得, 十万教义, 四百亿佛, 一亿是十万, 那有四千万。 四千万尊佛, 一个人出世, 不见得每一生都遇到佛, 你才知道过去身中修行时间之长, 我们看恐怕不止三个阿森指节。 修到今天, 还是这个样子, 这才知道出头难。 为什么修无量节还是这个样子? 习气, 毛病不断。 一轮回, 一投胎, 修行的功夫完全退掉了, 退得干干净净, 每一次都要从头来, 你说这个多苦。 虽然累积一点善根福德, 他不管用, 这个成就就大难大难了。 我们想到, 弥陀经, 上讲的, 造五逆十二极重的罪业, 这个人觉悟了, 回过头了, 真正念佛想求生净土, 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世代极重罪业, 下品下身。 下品下身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假设没有佛力的加持, 他要多久突破十法界。 十二大节 这经上讲的, 下品下十二大节就花开见佛物无身。 换句话说, 不得阿弥陀佛威力加持, 在西方极乐世界单靠自己修行, 十二节他就正的原教出驻菩萨的果位。 那跟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比, 我们这个世界千倍, 万倍都达不到这个境界, 这才知道西方世界殊胜。 观经, 上讲的四图, 三倍, 九品, 讲的十节, 都是随顺我们说的。 为什么?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清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他的受用, 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你念, 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 你就晓得。 所以, 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国土, 都不能跟它相比。 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 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赞叹, 就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 佛佛都赞叹, 十方三是佛, 阿弥陀第一。 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可以突破十法界。 突破十法界就是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 到了华藏世界, 遇到文书, 普贤, 十大愿王岛归极乐, 到最后统统要到极乐世界去。 今天不管他学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参禅也好, 学秘也好, 我们都很欢喜。 为什么? 将来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不过我们去得早, 他去得很晚, 这我们很清楚, 我们直截了当就去了, 他还要搞到华藏世界, 然后遇到文书, 普贤劝他再去, 我们到那里早就成佛,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我们清楚, 他不清楚, 他迷惑颠倒, 不肯相信这个法门, 这是业障深重。 十实在在讲, 他修其他的法门, 能不能突破六道, 突破十法界, 太难太难了。 老实讲, 许许多多的人, 道理都没有搞清楚, 他用功, 实在讲用功的人我们看得出来, 你功夫到什么境界,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不深入精脏, 没有办法知道境界。 理论, 方法, 境界都要清楚。 所以最高的东西, 最深的东西, 一定是最简单, 最容易的, 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以为高深的东西都是很难的, 很难的东西决定不是最高的, 最高明的东西一定是最简单, 最容易的。 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常常用照相机做比喻, 他说高级照相机又要对焦距, 又要摄温, 那是一大套的学问, 照出来三十六张, 未必能照出一张好的东西出来。 他说那个不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是傻瓜照相机, 不懂的, 按一下就张张都漂亮, 张张都好, 那才是最高明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一切众生, 无论力盾, 这是讲根性, 无论是根性力的, 根性盾的, 皆可随顺而入。 金刚经, 讲的是最高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 你真正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 就在你现前生活上, 你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死之位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是开经济里讲的话, 没错。 金刚经, 闲深了, 是深了一点, 可是讲清楚了, 也就很平常了。 难在哪里? 很不好讲清楚, 难在这个地方。 净土法门这一句阿弥陀佛, 懂不懂都没有关系, 只要肯老实念就行了, 所以那个法比这个法更高, 更简单, 更容易。 成就比这个更殊胜, 这是一定的道理。 依照, 金刚经, 这个法门, 还是要念佛归净土, 不归净土, 还是不行。 正的原初住的菩萨, 还要搞三大阿僧止截, 哪有净土这么简单, 这么殊胜。 此之位真实义。 故得此四巨迹, 不但全经在握, 一切佛法在握。 这四巨迹, 两句一记是世尊二十二年讲般若精华之所在, 两句旧事,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一记旧事,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这六句你真正掌握到, 金刚经, 全经掌握到了, 世尊二十二年讲的般若你也掌握到了, 四十九年讲的一切佛法也掌握到了, 总不出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一二一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二月一。 请先开经本二百七十四面。 十四六欲以梦欲为总, 于欲为别。 令人一闻, 便明了原生之法, 当体皆空。 一切悲欢离合, 得失穷通。 转眼成空, 勒摩所得。 若乃迷恋成事, 计较分别, 执着不舍。 真痴人说梦也。 此季正唤醒众生素绝尔。 末后这一首季里面, 一共说了六个比喻。 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不仅是比喻, 实在说完全是事实。 把它当作比喻来看, 我们对于事实真相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应当把它看作事实。 梦, 有这桩事情, 而决定不是真实的, 决定没有实体。 不能说它有, 也不能说它无。 你说它无, 它有相, 你说它有,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我们是间现象, 不但人是, 六道, 乃至于实法界, 都是梦境, 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唯有超越实法界, 到一真法界, 那个地方讲真, 可见得实法界都不是真实的。 超越实法界之后, 这才正的真实。 唯有一才是真, 二法就不是真的, 就是迷惘, 唯有一是真的。 这六个字, 梦, 这个字是总说, 换, 跑, 饮, 都是比喻梦境不实在, 都是形容这个梦是虚假的, 决定不是真实的, 漏根垫, 是比喻它存在时间的短暂, 它不是永恒的存在, 不是长时间的存在。 而它存在时间之短, 说实实在在的话, 这个漏根垫都不能未必的。 但是佛在三千年前, 说漏根闪垫, 因为大家平常都见到, 知道这个时间很短暂, 容易体会。 所以佛不往深处说, 知道它是很短暂的, 就算是不错了。 实际上, 我们在前面经里面详细地说明过, 这里面最重要的, 佛说围成, 即非围成, 是名围成。 这一句把物质现象讲得最彻底, 最究竟。 围成, 就是我们今天科学里面发现的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就是说的这些东西。 实法界一阵庄严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晓得是基本粒子组合而成的。 基本粒子的性质是什么? 你只要把它认识清楚, 你对于, 世界, 就明了。 这个东西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做四大, 物质称为四大, 四大是说它有四大特性, 地, 水, 火, 风, 四个字来形容它。 得大, 它是物质, 我们今天讲它是固体, 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当然这是肉眼看不见的, 在高倍的显微镜下看见了。 它有温度, 它有湿度, 温度我们称它做火大, 湿度称它做水大, 水, 火是代表它的特性, 现在科学称之为带电, 带阴电, 带阳电, 阴电就是水大, 阳电就是火大。 风大, 表示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是基本物质有这四个特性, 四大皆空, 它不是真实的。 既然组成宇宙万法的基本物质是空的,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那么它组成的现象当然不是真实的。 组成最大的现象就是, 世界, 佛在经上说, 世界即非世界, 世明世界, 说一个最大, 说一个最小, 当中全部都包括了。 这里面所说的十法界一正庄严, 不但是我们人士, 四圣法界里面身文, 圆诀, 菩萨, 佛也不例外, 都是不可得。 像有体无, 体确确实实没有, 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这个像是真的, 是假的, 就要看它存在的时间。 佛法里面讲真假, 凡是不变的, 永恒的, 就叫它做真的, 凡是会变的, 就叫它做假的, 真假的定义是这个说法。 用这个标准来看, 只有真如本性是真的, 因为它不变, 永远不变。 本性所起的相分, 性一定会起相,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因为性不生不灭, 所以它起的相也是不生不灭。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像是不生不灭。 像是不是真的? 相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是真的? 相会变? 性不会变, 相会变, 像是千变万化。 相怎么变? 随着众生心念, 它变。 华言经, 上所讲的, 为时所变, 时就是分别, 就是执着, 第六意识分别, 第七时执着。 随着念头, 相会变, 它会变, 所以不是真的。 它变的状况如何? 它变得实在太快了, 不止刹那九百生灭, 所以它存在的时间比闪电还要短, 真正是, 冷言经, 上讲的,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也就是它一生就灭了。 我们细细体会佛在经上所讲的, 却确实实它是生灭同时。 生灭同时,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 说个生灭同时, 真正的含义就是, 像是虚假的, 像是决定不可的的。 我们今天看到, 好像这个相存在还蛮久, 停的时间还蛮长, 那是我们错觉。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是相续相, 一个相接着一个相, 相续相, 所以一刹那当中就有九百个相续相, 我们看的是这个相。 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 就被这个假相迷了, 以为这个假相是真正的存在。 第一个被迷就是我们的生相, 我们的生相的确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 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己, 坚固的执着它, 在这里面起贪甜吃慢,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实在讲, 一切享受全是落空, 决定没有, 但是所造作的罪业不空。 为什么说罪业不空? 罪业是妄念, 妄想。 妄念是能变, 能改变现象, 刹那生灭的幻想, 是所变的现象。 法相为实宗里面所说的, 能变的是真的, 所变的是假的。 因此, 佛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是能变。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他看实法界是什么? 实法界的现象, 只不过是善恶因果循环相续的现象, 除这个现象之外, 亦无所有, 不但六道, 实法界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间空无所有, 勇家大师, 正道歌, 里面讲,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句话现在我们听起来, 体会自然就不一样。 绝后空空无大千, 是不是大千的实法界的现象没有了? 不是的, 实法界现象在, 看法不一样, 观念改变了。 以前以为实法界是实在有的, 现在晓得实法界无非是善恶业因果报循环相续的幻相, 梦幻泡影之相, 决定不是事实, 决定不可得, 这是事实真相。 它存在的时间是极其短暂, 短暂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原则, 是依二帝而说。 二帝是真帝, 俗地, 真帝就是事实真相。 一切大成经所讲的都是实相, 大成经是以实相为体, 佛说的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说出来, 众生要是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佛就不讲事实真相, 讲俗地。 俗地, 是众生的知见, 也就是迷失自信的人, 他们的想法, 看法可以接受的, 佛说这一方面的, 这是依俗地而说。 譬如经典上常说, 小城四果四象, 大城五十一个阶位, 这是随俗地而说的, 如果说真话, 这话统统没有。 我们读, 金刚经, 快念完了, 到这里晓得, 确实是没有, 哪有什么大小城, 哪有什么四果四象。 没有。 依俗地而说, 你容易懂。 譬如, 佛讲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止截, 这是随俗地说的。 仁王经, 上讲的, 一刹那九百身灭, 随俗地说的。 这种讲法凡夫可以接受, 想想佛讲的满有道理, 可以接受。 如果讲真的, 不能接受了, 为什么? 超越他的尝试太多了。 超过一点点还行, 还勉强能同意, 超过太多了, 就不能接受。 现在我们可以能够接受佛所讲的真谛, 实在讲的利于现代的科技。 佛讲宇宙人生许许多多现象, 现在科技逐渐观察到了。 惊人的修学比古人实在讲方便多了, 但是我们对古代人不能不佩服。 现代人有一些科学尝试, 讲到甚深境界, 我们点头同意, 佩服佛所说的。 古时候科技没有发明, 那些人怎么能够相信? 那些人是真正有智慧, 真正有善根。 若不是深厚的善根, 真实智慧, 那佛讲的这些超越我们的想象, 超越我们的尝试, 他们怎么能相信? 这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地方。 这一首剂子, 让我们听到之后, 就明了, 原生之法, 当体皆空。 实法界是原生之法, 世间法, 初世间法都是原生之法, 因原生法。 因原生法没有字体, 所以说当体皆空, 就跟做梦完全一样。 我们对于这个事实, 能够体会的, 可以说是表面, 没有能够深入。 表面上的体会, 我们用天台家的讲法, 天台家讲六级佛, 我们今天在什么地位? 名字为中。 我们对金刚般若的体会在名字为中, 意思确实是懂得一些, 没错, 是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说名字为中? 不管用。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是会分别, 执着, 不管用。 像底下讲的, 一切悲欢离合, 得失穷通。 转眼成空, 了摩索得。 我们懂得, 但是了摩索得我们还是要得, 还是拼命追求, 这就是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这叫名字为中, 不得受用。 金是正确的理解了, 但是不得受用。 要怎样才得受用? 要认真去做。 怎么做? 把我们错误的看法转过来。 我们没有把世间当作梦看待, 你把这个世间看作梦, 这个看法正确了。 你觉得这不是梦, 样样都是真实的, 这就错了。 如何能在现实环境当中把它转成一个梦境来看待, 这转境界了, 这就叫真正修行。 把一切现实的环境, 要看成梦幻泡影, 要看成如漏亦如电, 真正这样去做, 你旧的受用, 经里面的理论, 境界, 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了, 改变了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看法与想法, 这就叫观行为。 观行是真正去做, 我们讲修行, 真正在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那就得受用了。 所以到观行, 才可以说是从表面就渗入进去了。 对于经意, 经里面讲的理论境界, 你能够深入一层, 入得还浅, 还不够深。 但是浅入就有受用, 什么受用? 烦恼轻了。 平常烦恼重, 重, 是妄想多, 分别多, 执着多, 得失的念头多, 贪甜吃慢多。 这些东西多, 变得境界就变三途, 不会变好境界。 你能够入进去一分, 二分, 这些念头轻了, 心地逐渐恢复清静, 清静新生真智慧, 金刚经, 前面讲, 信心清静, 则生十相, 十相般若现前了, 真实智慧现前了, 真实智慧就是佛之佛剑。 所以你的受用了, 的受用, 超六道了。 观行的功夫身, 就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之后, 再不断地深入, 你旧的相四位。 相四位是什么? 有一点像了, 像佛, 像菩萨。 相四位在哪里? 再四圣法界。 六道超出去了, 身文, 原觉, 菩萨, 那个虽然不是真实的正果, 很像了。 跟菩萨接近了, 跟佛接近了, 这叫相四位, 再要深入一层就道分正位, 超越相四。 分正就是出了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虽是真的并没有圆满, 你是正的一分, 二分的真, 不是圆满的真。 古人把这个境界用个比喻来说, 因为这个境界很难讲清楚, 我这样讲已经是相当清楚了。 我讲六道, 四圣法界, 一真法界, 这大家好懂。 古人比喻月亮, 天空当中月亮是真的, 水里面的月亮是假的, 是月亮的影子。 月亮的影子是什么? 观形位, 比喻你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相四位, 相四位是相四, 还不是真的, 那是什么月? 古德交给我们, 叫捏幕所看的第二月。 你晚上看月亮, 把手指在眼睛上用力一按, 看到两个月亮, 那个月亮是从真的变现, 那不是纯真, 但是很接近真了。 用这个比喻来说, 当然那个月比水里面越要真, 水里月完全是假的, 这个是接近真, 相似味的。 好眼睛看的这个月亮, 那是真的, 那是分阵。 分阵, 初三, 初四那个月牙是真月, 不是假的, 真月亮, 但它不是满月, 这叫分阵, 要到十五月圆, 满月, 那叫旧静圆满阵, 那叫旧静绝, 旧静位。 古人用这个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我们也很容易懂的。 但是我们在修行果位上合起来看, 诸位就更清楚, 更明白了。 这是说明, 你要不真正用功夫, 不是真正深入, 光是听, 听懂了也没用处, 要做, 要真正的做。 从哪里做? 第一个, 从德师里面去做。 因为我们烦恼里面, 德师的烦恼看得最重, 样样总想具味极有,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不肯放下。 从这个地方去做, 不要害怕, 这是真修行。 不要以为我不要了, 不要不就没有了。 我不要钱, 明天吃饭怎么办? 所以人都打妄想, 不晓得事实真相, 你以为你打妄想, 我拼命赚钱, 明天钱就赚到了, 哪有这回事情? 在《金刚经》上明白了这个道理, 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这是夜阴果暴循环的相续, 与你那个妄想毫不相干。 如果打妄想就可以得来的话, 那佛菩萨又何必来教化众生? 不是打妄想能够得来的, 你的来的是命里有的。 他到那个时候刹那刹那就现钱, 不打妄想也现钱, 何必要打妄想? 礼与是确实都有相当的深度, 声明是礼的人, 他不打妄想。 我劝初学同修, 一定先要把, 了凡四训, 念三百遍, 希望你真正能够肯定,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你还想什么? 什么都不要想了, 心自自然然就定下来。 命运确实是有, 但是命运可以改变, 我们必须要知道, 每天从早到晚起的念头, 有善念, 有恶念, 就在你命运里头, 其善念就加一点, 其恶念就减一点, 天天都有加减乘除。 但是你那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 你一个善念, 那个善不是大善, 是小善, 起了恶念也是小恶, 也不是大恶。 所以天天加减乘除, 距离你那个标准都差不多, 幅度都不大, 所以你的命就被人算得很准, 如果加减乘除幅度大了, 就算不准, 你有大善, 大恶, 加减乘除就大, 就算不准。 只要幅度不大, 命像是很准确的, 能够看得准。 命从哪里来的? 前身造作的夜阴, 这一身受的是果报, 夜阴果报的相续相。 夜阴变成果报, 果报又变成夜阴, 永远在那里循环不息, 就搞这个把戏。 这个现象不是梦幻泡影是什么? 真正觉悟的人, 看清楚, 看明白了, 所以, 悲欢离合, 得失穷通, 有没有? 没有。 转眼成空, 那是讲报尽了, 这是世间人看的。 觉悟的人看, 悲欢离合, 得失穷通根本就不存在,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哪有这个东西在? 只要你还有悲欢离合, 得失穷通, 你还迷在这个境界里头, 才会起这个现象。 你真正觉悟了, 哪里会有这种念头? 真正觉悟的人, 心是清净的, 心是平等的, 心里充满真实的智慧。 没有觉悟的人, 心里面充满妄想, 分别, 执着, 烦恼。 弥根觉的受用, 显著不同的地方在此地。 觉悟的人心清净, 觉悟的人显露出来的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要用现代话来说, 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他那个爱护, 关怀是平等的, 不是说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特别爱护他, 那个人跟我过不去, 我就远离他, 没有。 决定是平等的。 平等就是正确的, 正知正见, 不平等, 就迷了, 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使法界一正庄严是自性变现出来的相分, 同一个自性, 所以平等是正确的。 这个正确是平等跟自性完全相应, 不平等就跟自性相违背, 全是自性变现的, 离开自性, 却确实实无有义法可得。 前面是讲觉悟的境界, 真正知道, 勒摩索得, 不止转眼成空。 说转眼成空是随俗地说, 一般是俗人能体会, 能理解, 讲当体皆空, 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当体皆空, 是随真谛而说的, 转眼成空, 是随俗地而说的。 后面是讲不觉之人, 不觉是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知道事实真相, 他还是迷恋成事。 成, 是五欲六成, 在佛法里面把它归纳, 归纳为财, 色, 明, 食, 睡, 心里头放不下。 迷, 是以此为食, 这叫迷了。 恋, 是在这里面起了贪甜吃慢, 顺自己心意的就起贪爱, 不顺自己心意就起甜慧, 这就造业了。 六根锁对的境界, 六成, 六成, 是色, 生, 香, 味, 处, 法。 六成包括世间跟初世间, 都离不开境界相, 在这里面, 计较, 分别。 计较, 既就是极度, 分别, 既就是心里头起心动念, 就是记的意思, 叫是比较, 起心动念在境界里头比较。 分别执着不舍, 不舍就是坚固的执着, 哪里晓得他的计较, 分别, 执着, 不舍是一场空, 就跟在梦中完全一样。 人在做梦, 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梦里头还干这个事情, 这个愚痴。 醒的时候, 你干这个事情还情有可原, 做梦也干这个, 也分别计较, 也坚固执着。 梦的时间短, 醒来的时候, 想想那是什么味道。 可是有几个人梦醒之后, 他会去想一想。 梦醒之后果然去想一想, 那个人觉悟了。 这一想, 梦中境界全是假的, 我刚才大错特错了。 梦到一只老虎要吃我, 下了一身冷汗, 你说冤枉不冤枉。 晓得是做梦, 我就舍身喂虎, 跟佛一样, 他就不肯舍身喂虎, 他要到处乱跑去躲避, 吓得一身冷汗, 醒来一场梦, 这才后悔没有把身体喂老虎。 这就是说明嫉妒分别。 真痴人说梦也, 如何能把眼前的境界, 从眼前的境界扩大到六道, 到十法界。 都是一场梦, 都是梦境。 佛在经上讲的, 大作梦中佛是, 这句话我们就体会到一点意思了。 佛菩萨在六道里面是现度化众生,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即现佛身而未说法。 三千年前是加牧尼佛降身在印度, 那是什么回事情?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 即现佛身而未说法。 佛出现在世间,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他干的什么? 大作梦中佛是, 佛知道这是梦境, 这个不是事实, 所以佛说他没有度众生, 佛说他没有说法。 这些经文几乎大成经上都常说, 本经就有。 所谓, 新见水月道场, 道场见力流不留恋。 不留恋, 水中之月, 假的不是真的。 我们从这两句要能够体会, 不要以为这是佛菩萨视线他们的境界, 他们境界就与我们不相干, 我们听了他这个话, 要想到自己, 我们自己建一个家园, 是水月家园, 我们一家人的组合, 每天生活, 这是梦中生活。 你要是能把你的生活, 把你的工作, 看作梦中的事业, 看所有一切的建树是水月道场, 那就恭喜你, 你就成佛, 成菩萨, 你就不是凡夫。 你执着你的家园, 执着你的事业, 你是凡夫。 所以我们听听人家的话, 马上要消归自信, 我也得受用。 他那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他建各道场, 我建各家, 这是一桩事情。 他那个道场是水月道场, 我这个家不是水月家庭吗? 他的工作是梦中佛式, 我的工作又何尝不是梦中工作? 一样的道理。 所以听到这些话要能够消归自信, 就是我们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上, 我们就得受用了。 我们对生活, 对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毫不执着, 真正做到随缘而不攀缘。 一生生活当中,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 你说多自在。 充满了真实智慧, 你的一生生活就生活在智慧里面, 跟别人不一样, 这样就转凡成圣。 念头转过来了, 你的行为生活统统转过来了。 成佛, 成佛, 成菩萨, 转凡成圣不一定要出家, 出家不会, 照样不能转。 出家见各道场, 这是我的道场, 它不是水月道场, 它认为是它自己真正的道场, 死了也不肯放手。 不肯放手怎么办? 来生, 道场里头很多蚊虫蚂蚁, 它去投胎, 搞这个, 它舍不得离开。 这都是真的, 都是事实。 我们曾经看到, 道场里面养的一些动物, 养狗, 养猫, 很有灵性。 谭虚法师讲的, 地贤老法师早年在温州投驼寺做住持, 那个庙里养了一只公鸡, 那个公鸡就很有灵性, 那个公鸡前身就是庙里的和尚。 为什么投个畜生胎, 还舍不得离开道场? 大概见道场它出了不少力, 化了不少缘, 舍不得离开, 这就很糟糕。 早年, 我们在台湾听说, 高雄小港有一个寺庙里面养了一条狗, 那个狗以后被人发现, 是过去庙里头的住持。 怎么发现的? 那个狗每天跟大家一样做早晚课, 大家绕佛, 他跟在后面, 一道打三归一他就走了, 他不参加打三归一, 那是住持, 还有这个习气在。 以后时间久了, 被另外一个法师知道这个事情, 把他叫过来训一顿, 你现在是畜生不是住持, 早晚课一定要做完你才能走。 他也真的很有灵性, 他就做完才走。 这就是放不下, 不晓得是水月道场, 梦中佛事。 金刚斑若, 教给我们修行的两个刚领, 没有别的, 看破, 放下, 放下, 看破, 这是前面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就是这两个方法互相交换, 相辅相成。 我们读到这首记子, 要有高度的警觉, 这首记真是, 唤醒众生速觉, 快快觉悟, 决定不能够迷恋。 迷恋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一生所修的只是一点福报而已, 三界有漏的福报。 有漏的福报, 给诸位说, 决定不能想, 这是世间人很多不知道, 因为享福没有不造罪业。 正因为如此, 佛在这部经上叫菩萨, 不受福德, 为什么交代菩萨不受福德? 就是享福会造罪业, 享福很容易迷惑。 菩萨有智慧, 菩萨绝而不迷, 虽修福不享福。 给诸位说, 不享福才是真正的享福, 这是一般人不懂得的。 我们世间人有福报, 好多人伺候, 这个很有福报。 伺候什么? 他身体不好, 需要人伺候。 身体好, 像从前里老师九十五岁都不需要人照顾, 还是自己烧饭, 自己洗衣服。 我们看到老师九十五岁了, 都没有人照顾, 没有福报。 他真有福报, 他真享福, 他身体健康。 到许多人照顾, 自己不动了, 他身体就坏了。 所以身要动, 活动, 活就要动, 不动, 人就不活了。 许多人伺候, 他就不动, 不动那就快了, 就不活了。 要懂这个道理, 那是真正的享福。 世间人确实把事情往往看颠倒了, 佛经上常讲的颠倒错乱。 十五, 佛法做梦观者, 令其勤修佛事, 而归于了不可得。 树基能所双亡, 至理名何也。 住于生死, 故事做梦。 住于涅槃, 亦是做梦。 必亦无所住, 乃未大绝尔。 佛法做梦观者, 佛法也是因缘所生, 也不是真的。 令其勤修佛事, 而归于了不可得。 树基能所双亡, 至理名何也。 其实, 佛菩萨不但是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更难得的是他表演给我们看, 是现在这个世间做出来给我们看。 在中国古大德里面, 有出家, 也有在家, 佛菩萨化身的。 在静代相印光法师, 向虚云老和尚, 这距离我们静, 说起来大家都还能够熟悉。 这两位大德注释的时间都很长, 印光法师八十岁元济的, 虚云老和尚一百二十岁走的, 他们一生生活行持所表演的, 那就是榜样, 那就是, 佛法做梦观, 他们做到了, 晴修佛事, 而了不可得。 是现在家居市的, 在大陆上向下连居居市, 在台湾向李炳南老居市, 绝对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出来。 真正视觉而不迷, 静而不染, 他真做到了。 他一生生活非常辛苦, 一天吃一餐, 吃的什么菜? 都是些酱菜, 小菜, 简单的不得了。 别人要过那个生活, 那还得了, 太苦了。 他们不改齐了。 我们吃东西, 餐餐要换味道, 换口味, 人家一个味道一年吃到头, 他也没有感觉的吃厌了, 没有。 我们为什么吃东西要挑口味? 三餐吃一样的, 就觉得吃不下去。 这香, 妄想, 分别, 执着。 人家一个菜吃一年, 他也没有觉得不好吃, 他不着香, 他没有分别, 执着。 人家过的是智慧的生活, 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 生活里头打妄想, 人家生活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就是智慧。 所以他们真正是情修佛事。 无论是现得在家, 出家, 莫不是自行化他。 虽然天天做自行化他的事业, 心里干干净净, 若无其事, 他才真清净。 如果我替佛法做这么多的事, 替众生做这么多的事, 我还过这么苦的生活, 这个华不来, 这是凡夫见解, 这哪里是菩萨。 菩萨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四相都具足。 由此可知, 凡夫做不到的, 因为他有四相。 有四相就有烦恼, 就有轮回, 就有果报, 无四相就没有轮回, 就没有烦恼。 如果无四见, 那就超越十法界。 破了四相, 超越六道轮回, 破了四见, 超越十法界, 这叫学佛的人。 我们在佛法无论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 这里给我们讲的是原则, 佛法也不能执着。 金刚经, 上讲,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佛法我们可以用它, 不能执着它, 执着就错了。 所以要勤修, 虽勤修, 心地要清净。 不要想到我做了多少功夫, 那就坏了, 有这一念就错了。 认真努力勤修, 而若无其事, 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 这个样子才能做到, 能锁双亡, 智里鸣和。 能锁双亡, 是断德, 断一切恶。 有能有锁这个念头是一切执着的根源, 说一切执着的根源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这是把烦恼的根本拔除掉了。 智里鸣和, 这使锁之杖破掉了, 明心见性, 能锁双亡, 是断德, 这是智德, 真实智慧现前了。 注于生死, 故事做梦, 这一句是讲的六道凡夫。 六道凡夫都是搞生死轮回, 升天也好, 堕三图也好, 都是做梦, 那个境界全是梦境。 注于涅槃, 亦是做梦, 有一些超越六道, 正道阿罗汉果, 正道辟之佛果, 注在偏真涅槃, 还是错了, 那也是在做梦。 必亦无所住, 乃未大绝尔, 佛教给我们无住, 两边不住。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两边不能住, 住就错了。 所以佛在这部经上叫人, 叫须菩提就是教我们大家, 住魔所住, 这就对了, 有所住就错了。 十六, 若注于所修之法, 注于所说之法, 注于所得之法, 则皆是做梦。 总之, 观一切染尽法如梦者, 亦在通达一切有谓法本无可得也。 一心清净, 有何可得乎? 若有所得, 即非清净已。 作如梦之官, 正是照破我法二执之宝净也。 若注于所修之法, 注于所说之法, 注于所得之法, 则皆是做梦, 这是特别对我们学佛真正用功的人, 怕你错用了心。 在我们一般看, 这很不错了, 他的心安住在他所修之法, 所说, 所得之法, 他安住在这里, 我们看起来不错, 很难得。 好不好? 不能说不好。 毛病在哪里? 不能出十法界。 注于所修, 注于所说, 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们, 注于所得, 阿罗汉, 辟知佛他所得的是偏真涅槃。 四圣法界里还有佛,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他正的佛果了, 住在佛果上, 坏了。 他这一住就不能再往上提升。 好像我们上楼, 有十层大楼, 我上到五层就住在那里, 第六层你就上不去, 要不住才能上得去, 住了就上不去。 十法界里面的佛, 为什么正不到一真法界, 就是他住了, 住, 就是这项。 诸位要晓得, 所修不能住, 你修行的功夫就不断向上提升。 所说的不能住,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诸位说, 为什么? 因为犯这个毛病很多。 哪些毛病? 讲经的法师, 譬如讲金刚经的法师, 到处讲金刚经, 他有一本讲义, 到哪里都照这个讲义讲, 便便都一样, 他境界不能提升。 像学校里教书的老师, 教医年级的国文老师, 年年教医年级, 年年用这个课本, 年年用一样的笔记, 他的境界永远不会提升, 他就在这个境界里头, 这个错了。 不住, 是什么? 金要常讲, 要多讲, 但是每一次讲, 你这些资料都要重新去准备, 决定不能用旧的, 你才会有进步。 你要想偷懒, 还拿旧的笔记, 那就坏了, 那就完了, 就不会有进步。 你讲十遍, 就要做十次不同的预备, 你会变变不一样, 变变有新的误触, 变变有新的境界。 住, 不得。 不但连修根说, 自行化他不能住, 正果不能住。 小乘有四果四项, 住了, 不能往上提升, 大乘有菩萨五十一个位次, 你一住, 上头就没分, 决定不能住。 不住是一直往上进, 则皆是做梦, 这都是梦中佛事。 知道是梦中佛事, 要不要做? 要做。 为什么? 梦没醒, 没能突破。 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 这就是往清醒的道路上走, 这才真正可贵, 真正的难能。 总之, 观一切染尽法如梦者, 意在通达一切有位法本无可得也, 这是目标的所在。 佛讲, 班若经, 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 教我们, 观一切染尽法如梦, 染是六凡, 净是四圣, 染净合起来就是十法界。 佛法里面常用莲花做比喻, 我们造的佛像, 菩萨像, 无论是站着的, 坐着的, 都在莲花上。 诸位想想这有没有道理? 如果坐着, 站着底下都有一朵莲花, 这多麻烦讨厌, 多此一举。 莲花是表法的, 不是真的, 要懂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脚底下有一个莲花,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莲花代表染尽都离, 莲花藏在污泥里面, 根深在泥土里面, 泥土代表六凡, 染法, 莲花的金在水里面, 水代表净, 花开在水的上面, 染静都离开了, 表这个意思。 不但染要离开, 静也要离开。 所以花开在水的上面, 这个意思显示着六凡我们不染, 六道不染, 四圣也不染, 身闻, 原觉, 菩萨, 佛也不染, 超越十法界, 不得已说一个一针法界, 表这个意思。 佛菩萨站在莲花上面就是超越十法界, 代表这个意思, 这就是, 观一切染尽法如梦, 莲花表这个意思。 意在通达一切有位法本无可得。 为什么要舍? 舍实在讲就是放下, 六凡要放下, 四圣也要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为什么佛叫你放下? 因为本来不可得。 佛不是无缘无故教你放下, 教你放下是真有道理, 如果真有所得, 那佛叫你放下是对不起你, 却确实实不可得。 我们了解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 搞清楚了, 现象的存在情形我们也搞清楚了, 才知道却确实实不可得。 六道如是, 实法界亦复如是, 所以佛才教我们统统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这个世界就包括实法界, 讲到实法界就讲到三千大千世界。 一心清静, 有何可得乎? 若有所得, 即非清静矣。 作如梦之观, 正是照破我法二执之宝境也。 这个比喻得好。 一心清静就是真心显露, 本性显露。 一心, 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性, 这是自信。 这世世世世世间一切法的本体, 这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禅宗里头常说,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一心。 一心清静,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慧能大师在, 谈经, 里面所说的, 本来无一物, 这就是自信, 这就是真心, 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若有所得, 就不清静了, 这个意思要懂, 要明了, 要清楚。 我们今天念佛, 心里面有没有一物? 有, 有阿弥陀佛, 有六字名号, 六字, 四字都一样。 心里头有一物, 有一物就不清静。 所以有些人说念佛这个法门不是究竟法, 我们听了不要受它动摇, 我们不究竟没错, 你那个法究竟吗? 你那个法还不如我这个法。 我这个法虽然不是真究竟, 接近究竟。 我, 这一关突破就究竟, 但是这一关在娑婆世界不容易突破, 我们用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去, 到那边再做突破, 换句话说, 是不究竟, 我换一个环境修行, 这个环境太困难了。 什么困难? 第一个困难, 寿命太短了。 修行的时间长, 我这个地方的时间不够, 佛在经上讲, 修行成佛要三大阿僧止节, 我们寿命还不到一百年, 那怎么能成功? 这不能成功。 到了西方世界寿命是无量寿, 三大阿僧止节太短了, 那个无所谓了。 到那里寿命长, 有的是时间, 这才能成就, 这都是事实真相,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你要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就晓得这个世间不可留。 西方一切无量, 寿命是第一, 第一个条件, 寿命长。 四种念佛里面, 佛教给我们持名念佛。 净土三经, 无量寿经, 教我们持名, 弥陀经, 也教我们持名。 而, 观无量寿佛经, 说得很好, 观想你做不到, 观想做不到, 最后教你持名。 所以十六观, 最后第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 为什么持名有好处? 这里就有了, 若有所得, 极非清净。 你要观想, 观佛的想, 不要说报身, 报身是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我们观不出来。 就算是列印身, 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 你观成了。 所谓观成, 睁开眼睛, 佛在你面前, 闭着眼睛, 佛也在你面前, 那叫观成。 你修行功夫成就了, 那决定往生。 那个香, 我们讲印象多深刻, 睁眼闭眼香都在面前, 可是有这个香, 你心不清净, 必须把香拿掉, 才能恢复清净心。 好不容易观成, 将来把它拿掉, 好不容易拿掉, 因为印象太深了。 哪有这一句名号 简单。 明号是假明, 所以明号拿掉容易。 这就是四种念佛当中, 为什么佛菩萨劝你持明, 就是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还要拿掉, 决定不能执着。 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支持明号, 要靠他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可不能支持了。 名号可以念, 不能支持, 支持, 你的心就不清净。 所以拿掉名号容易, 比拿掉形象容易太多太多了, 理就在此地。 现在我们懂得一点斑弱的道理, 这是金刚经,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知道一切法无有自体,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现在就知道事实真相, 就能够把分别, 执着, 虽然不能完全断掉, 总是淡掉几分。 希望随着我们的时间, 一年比一年看得淡, 这就是你的功夫提升了。 能够看淡一分, 智慧就透一分, 看淡二分, 智慧就透二分, 将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一生有把握决定往生。 功夫不能间断, 行住坐卧念念之中, 要把境界看作梦境, 要知道在这个境界里一无所得。 我们所有一切享受, 全是业因果报的现前, 绝对不是真实的, 你就心开一解, 心地就会清净。 所以这一手记就是照破我, 法二值, 把它比作宝镜。 不但破我值, 而且破法值, 身心世界统统是梦幻泡影, 再也不执着了, 再也不计较了, 什么都好,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这事真正恢复到平静了。 十七, 当之人生在世, 一切遭逢, 莫非望时业缘所变现。 世间即是戏场。 顺逆诸境, 虽历历身受, 其时皆如患耳。 智者便当自尽, 转眼即下台以, 其可当真。 当之因果难逃, 因果可畏。 当之人生在世, 一切遭逢, 遭世遭遇, 逢世遇到, 一切的遭遇都是因果。 因果是深深世事累积的业缘, 非常复杂, 自摆脱, 对游来报仇了, 他做你儿子, 做你孙子, 你说糟糕不糟糕。 这没有法子。 缘稍微输一点的, 就是亲戚, 朋友。 如果没有缘, 对面不相识, 遇到就像没有遇到一样。 凡是人与人相聚, 要晓得是四种缘, 都不是真的。 学佛的人跟一般人不一样, 学佛的人开了一点智慧, 不管他是善缘, 是恶缘, 我们都要把他变成法缘。 只有学佛的人才懂得, 才有办法转变, 不要再继续搞下去了, 继续搞下去, 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太可怕了。 善, 不是永远善, 善会变成恶, 恶也会变成善, 就在那里搞循环。 循环里面总是善的少, 善的时间短, 恶的多, 恶的时间长, 所以日子很难过。 人与人之间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一定要晓得他的真相。 知道真相, 这是梦幻泡影, 不要放在心上, 要把他统统放下。 事实真相, 莫非忘时叶缘所变现, 这是他的事实真相。 你要问怎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情。 时事分别执着,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事实。 叶缘, 过去身中跟这些人物交往, 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待? 你是善心, 善行, 那节的是善缘, 恶心, 恶的手段, 那节的是恶缘, 其心动念无不适业。 既然造的有叶因, 到以后遇到原一定起现行, 果报就起现行。 所以六道, 使法界就是叶因果报循环的相续现相, 这才是事实真相。 除了叶因果报循环相续的幻相之外, 是一无所有, 这是唯独佛法里头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世间即是戏场, 人生是一场梦, 人生是一场戏, 戏也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用这些名词都是告诉我们不是真实的。 所以诸佛菩萨映画在世间, 经上常讲, 游戏神通, 可见得佛菩萨眼里看使法界是戏场。 顺逆诸境, 虽历历身受, 其实皆如患耳, 我们在一生当中的感受, 顺境是乐寿, 逆境是苦寿。 历历, 是亲身经历, 它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 给诸位说, 完全是假的。 但是世间人因为迷恋执着, 把假的当作真的。 觉悟的人细心去观察, 就知道完全是假的。 我们在前面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当中, 心再粗的人, 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事实真相。 我举的是, 去年过去了,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上个月过去了, 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昨天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前一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回来了, 前一分钟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诸位想想看, 这个事实是真的, 是假的。 这是从极其粗的现象里面, 教你观察没有真实的存在。 金刚经,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可得是真相, 是事实真相。 顺境也不可得, 逆境也不可得。 好人好事也不可得, 坏人坏事也不可得。 从不可得上看, 平等了, 你的心就清净, 就平等了。 一切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个心就平等了, 这才看出事实的真相。 所有一切善恶现象是什么? 缘。 缘也了不可得, 缘虽然变现这个香, 但是香一现了, 马上就没有了, 惧不可得。 我们所受的是什么, 岂不是梦境? 其实皆如幻, 也就是如梦。 这才是事实真相。 智者便当自警, 有智慧的人能够体察到这个事实, 就应当自己警觉。 转眼即下台以, 岂可当真, 这一句话很要紧。 六道的凡夫, 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 只要稍稍有一点权力, 往往不知不觉他就欺人, 压人, 烦恼, 习气自自然然是这样的。 这个习气在佛法里面讲, 就是傲慢, 贪甜吃慢。 儒家也观察到, 礼记, 一展开, 第一篇就说到, 傲不可尝, 这就是承认肯定这个习气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现在学的, 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多生多节的习气, 我总比别人强一点, 总觉得别人不如我。 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说, 人这个傲慢习气, 没有一个人没有。 举世间要犯的, 在大陆上常有讨犯的, 讨犯的在这个社会上是完全没有地位, 凭见到了极处, 凭是没有财富, 见是没有地位。 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傲慢? 一样有。 看到一个富贵人从他面前过, 他还哼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 他还觉得他很傲慢, 这是实实在在的。 稍稍有一点权力, 他就会压人, 就会欺负人, 这就造业。 俗话常说, 世间不如意是长八九, 为什么不如意? 是因为我们造的一些不如意的业, 得得这个果报。 有几个人在自己有权有势的时候, 想到帮助一切众生, 那就造善了。 如果那么样想, 那么样做, 那他一声如意的事情应该是长八九。 由此可知, 也因果报自作自受。 不明了事实真相的人遭遇到了, 怨天尤人, 总觉得人对不起他, 社会对不起他, 老天爷对不起他,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个造的罪业更深了, 怨生宰道, 造的更深, 他将来剁得更苦。 一世不如一世, 所以从这里要觉悟。 真正聪明人, 在台上的时候, 他就想到将来怎么下台, 那是高明的人。 在台上为老百姓, 为社会造福, 将来下台的时候才自在。 不但当时的人尊重他, 爱戴他, 连后代在历史上提到, 哪个人不尊敬他, 哪个人不敬仰他。 那是个聪明人, 不迷惑。 当我们有力量, 一定要想到为一切众生造福, 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能力, 各个人都有能力, 只是你的能力大小不一样, 你的缘分浅身不一样, 没有一个人没有能力, 要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 自己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侮辱, 不要放在心里, 晓得自作自受。 我们想做一春装好事, 好事多磨, 磨是折磨。 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不让你的好事做成功, 这是什么原因? 过去别人做好事, 我障碍他, 现在我想做好事, 人家障碍我, 这一报还一报。 没有说是没有原因的, 决定没有。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因果循环。 当知因果难逃, 因果可畏, 所以我们在受报的时候, 我们要很坦然地来接受。 我的的确却是善心, 是好意, 要想来做好事, 很多人来障碍我, 我要知道这是我的果报, 我不能怪那些障碍的人。 要想到他为什么不障碍别人来障碍我, 必定是过去身中我障碍他, 今天他障碍我。 我不愿天不由人, 甘心受这个果报, 我们这一笔账就消了, 下次再见面就好了, 就聊聊。 这就是你的佛法没有白学, 你真的的受用, 真正明白了。 其实真正发心做好事, 纵然有障碍, 你的这个心是圆满的, 你的功德是圆满的。 不是你不做, 是别人障碍。 障碍什么? 众生没有福。 这个人把众生的福占住, 他造的罪业就中了。 佛教给我们随喜功德, 随喜的功德跟修功德的人是一样大, 他修多大的功德, 只要我随喜, 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 占不了。 占, 只有自己造罪业, 他的功德还是那么大。 佛在, 冷言经, 上告诉阿南, 发意圆成, 圆满功德, 这一发心, 功德就圆满了。 他还没做, 他为什么没有做? 有障碍。 有障碍, 但是他的心是圆满的, 他的功德是圆满的。 由此可知, 真正发心修行, 没有人能障碍, 世上可以障碍, 理上不能障碍, 形式上能障碍, 心理不能障碍, 那颗善心是没有办法障碍的。 明白这些道理, 明白这些事理, 我们就晓得, 样样随缘就好, 随缘而不攀缘, 知道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不能当真, 不能计较, 不能执着, 却确确实实万法皆空。 十法界一正庄严都不可得, 金刚经, 上说得不错。 要记住, 因果不空, 这个不空, 我们也是多次的说明, 希望大家印象能够深刻。 因果是改变现象的, 那个, 能, 我们今天讲能力, 因果是改变现象的能力, 所以境界随着能力产生变化。 它是能变, 使法界这个现象时所变, 能所不耳。 在佛门里面, 大乘八大宗派里面的为时宗最重是这个。 最重是这个, 用粗俗的来说, 就是他着重因果。 学为时的人对于因果看得最重, 他晓得因果不空, 所以在起心动念之处, 他就谨慎小心, 不但不造恶业, 恶的念头都没有, 这才达到纯善, 这才真正是断恶修善, 激功累得。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22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2月2, 请先开经本二百七十五面。 十八, 世界则由一切众生, 于性海中, 岂无名风, 造此贡业之所结成。 故意, 炮, 欲之。 色身则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意, 隐, 欲之。 此事此身, 与炮影同一原生。 可见身事, 亦与炮影同一虚妄。 岂可迷未真实。 这一段说得非常好。 说明我们的身体, 我们这个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首先告诉我们, 世界是由一切众生共业变现出来的, 《冷言经》上跟我们讲业有两种, 一种叫, 同分望见, 一种叫, 别业望见。 望是虚望。 同分就是共业, 大家有相同的, 相似的地方, 别业是不相同的, 个别的。 无论是同, 是别, 都是虚望的。 这一段文虽然不长, 已经说得相当详细。 性, 是真如本性。 海, 是比喻, 真性广大无有边际, 所以把它比喻做海。 这个名词在现代哲学里面称它作本体, 宇宙万法从这一个本体生出来的, 你说现出来的都可以。 它是能变, 它是能生, 无量无边的世界是它所变, 是它所生。 我们把这个本体称之为性海, 这是佛学里面用这个名词来称它。 一切众生是同一个性体,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 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平等, 平等从哪里讲起? 是从同一个性体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平等的。 诸佛菩萨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六道众生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不但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动物, 人也是动物之一, 是性体变现的, 植物, 矿物乃至虚空, 还是这个性海变现的。 所以离了自性之外, 就没有一法可得, 全都是自性变现。 佛在《华言经》上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说的。 情, 是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识法界里面的正报, 无情, 是我们讲的生活环境, 植物, 矿物。 因为都是自性变现的, 所以叫, 同源种制, 源是圆满, 种制是成佛。 佛说这个话, 这是超越我们的常识, 我们乍听起来很难体会。 这一句话要说的粗俗一点, 就是人可以成佛, 一切动物可以成佛, 植物, 矿物也成佛, 这个我们就很难懂。 为什么植物, 矿物也成佛? 同源种制, 就是统统都成佛了, 因为它是一个自性, 一个性变的。 在有情叫做佛性, 在无情我们叫他做法性, 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无二无别, 都是自性变现的。 这个境界确实是很难体会, 如果我们用梦做比喻也能够略知一二。 梦境怎么产生的? 现在一般人大概都晓得, 是我们的下意识变现出来, 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梦境里面有有情众生, 有自己, 也有许多人物, 梦境里头, 也有植物, 也有矿物, 也有虚空山和大地, 不都有吗? 可见得, 整个梦中境界, 都是自己的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成佛是什么事情? 成佛是讲你觉悟了, 清醒过来了。 这一清醒过来, 梦境就没有了, 梦境消失了, 消失是同时消失的, 没有先后, 梦的发生也是同时的, 也没有先后。 我们从整个梦境里面, 来体会, 华严经, 上讲的,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比较容易一点, 都是自信变现之物。 怎么会变现这个复杂的世界? 岂无名风? 风, 是比喻, 比喻他动, 心动。 因为对于事实真相不明, 无名就是不明, 他才会动。 假如对于事实真相统统明了, 那个心就不动, 不动就是不起妄念。 起妄念就是因为对事实真相不了解, 他才会起妄念, 这就叫无名风动, 无名的心动了。 每一个人所谜的浅身, 广辖都不相同, 所以一切众生共同造的夜暴, 这就是实法界一阵庄严, 这个世界的生起, 是这么一个原因生出来的。 经上用一个, 炮, 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让我们容易体会。 性海像大海, 真如本性像大海一样, 大海遇到风, 风吹的时候会起水泡, 水泡无量无边, 大海是一个, 都是海里面起的水泡。 形成水泡的时候, 是一个水泡, 一个水泡, 它是有个别的, 不相同的, 可是水泡要是破裂, 又回归到大海, 又是一样的。 这就是你迷的时候, 好像每个人, 每个人不一样, 觉悟了之后, 这个水泡破碎了, 回归大海, 就完全一样。 迷了, 各个不相同, 悟的时候是一样。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我们从事实的现象里面, 要仔细观察能够看得出来。 当我们起心动念, 可以说每一个人的妄想都不一样, 纵然你说同, 痛中还有不同。 不可能说, 两个人的妄想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这回事情, 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把妄想都洗掉了, 都没有妄想, 那是决定相同的, 无量无边众生也是相同的。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就完全一样, 回归到自信, 回归到信海。 所以起心动念就是无明风, 这样造成了十法界, 佛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世界, 是这么造成的, 这么来的, 经上用, 炮, 来做比喻。 这是说明, 世界是怎么回事情, 不是真的。 底下一段跟我们讲身体, 这个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这个身是怎么回事情。 色身则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意隐喻之。 本性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色身, 那个色身相非常之好。 佛经里面讲的报身,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是我们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的。 经上讲的佛有三身, 法身, 法身就是性体, 就是前面讲的性海, 法身没有相, 报身, 报身是智慧极具之身, 那个相好光明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今天这个身, 也是性光变现的, 这是讲的, 硬化身。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性的光迷失了, 或者说这个光里面掺杂许许多多的污染, 不清净, 于是变现这个身, 这个身的色相就不庄严。 我们掺杂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烦恼, 无量无边。 经上讲的八万四千烦恼, 无量烦恼, 我们今天却确实实是堕在无量烦恼里面, 把我们本性的光明完全遮盖住了。 虽然遮盖, 它还是起作用, 就如同下雨阴天, 云彩把太阳光完全遮住, 它还起作用, 它还会从云层透一点过来。 我们今天这个色身, 六道的身, 乃至于恶鬼, 地狱身, 都是浓云密布里面性光透露出来的一分。 障碍越严重, 这个色身的样子就越不好看。 这讲迷雾的浅身, 迷得浅的人, 他的色相就好看, 清净光明, 迷得重的人, 色相就不好看。 我们看三恶道众身的色相比不上人天,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世间人常讲, 相随心转, 不但相随心转, 你应当要了解, 这个身的体质也是随心转。 心轻静, 你身体一定健康。 疾病从哪里来的? 疾病是从妄想, 烦恼里面来的。 人如果离开妄想, 离开烦恼, 他怎么会生病? 所以妄想, 烦恼是毒素。 佛经上讲贪甜吃叫三毒, 你要是有严重贪甜吃, 那你的心坏了, 心不正常了, 变现这个色身, 身就不正常, 不正常就多病, 多灾多难。 如何的一个健康的身体? 清净心 清净心得健康的身体, 慈悲心得相好光明。 人慈悲, 那个像就好看。 你要想象貌好, 修慈悲心, 身体好, 修清净心。 这是你真正能得到的, 因为这个身心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诸佛菩萨的体质, 相貌圆满, 它为什么圆满? 人家心心清净, 人家是大慈大悲, 换句话说, 心里面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没有一丝毫的恶念, 它的相貌当然圆满。 所以我们见到果, 要知道因, 世间人相貌不相同, 为什么不相同? 因为它念头不相同。 每一个人的妄想, 念头不一样。 假如你发现两个人面貌一样, 他们并不是双胞胎, 你再仔细观察, 那两个人的动作, 举止会一样, 这两个人的命运会一样。 什么原因? 因为它这个因很接近。 就是说它的妄想, 分别, 执着非常接近, 所以才会一样, 这是共同的命运。 到什么时候, 这个相貌身体完全相同? 成佛, 佛佛道同。 因为成了佛, 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都断干净了, 那个时候的相貌完全相同。 成了佛才行, 菩萨都不一样。 菩萨的相貌是大同小异, 你仔细观察还是不一样, 但是非常接近, 到成佛就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色身是自信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的。 本性里面智慧光明, 在我们佛教的名词称之为菩提。 但是迷了以后, 菩提就变成烦恼, 我们在《带经》上常看到, 生死及涅槃, 烦恼及菩提。 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 觉悟了, 烦恼叫菩提, 迷了, 菩提叫烦恼。 它是一个东西, 一个觉, 一个迷。 生死, 涅槃也是如此, 觉悟了, 叫它做涅槃, 迷了, 叫它做生死, 是一桩事情。 我们今天在迷, 所以我们的色身是烦恼之所变现, 烦恼就是性光迷失了, 变成了烦恼。 诸佛菩萨的色身是性光之所变现, 我们六道凡夫性光变成了烦恼。 烦恼就是性光, 性光就是烦恼。 但是变成烦恼, 变成现在这个色身, 所以用影来比喻, 自信智慧光明是体, 这是体的影子, 那就更不实在, 所以这个身体更不实在。 此事此身, 此事, 讲我们的世界, 世界是假的, 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这是真的。 现前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经上讲的, 与泡影同一原生。 可见身是, 亦与泡影同一虚妄, 这都是事实, 身体很脆弱, 这个世界也很脆弱。 岂可弥味真实, 你要是把它当真, 以为它实有, 这个错了, 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合。 下面影, 冷言经,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来说明。 十九, 冷言经, 曰, 任务终迷, 惠媚为空。 空惠媚暗中, 结暗为色。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此段经文, 明白开示, 虚空, 世界, 色深, 全由众生昏扰扰的妄想之所变现。 一切法从心想身, 妄想本非真实。 刹那生灭。 由其变现之身是, 岂能真实乎。 冷言经, 曰, 任务终迷, 惠媚为空。 空惠暗中, 结暗为色。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经文只有六句。 这六句把宇宙人生的来源, 形成, 变化, 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如果不是究竟透彻的明了, 绝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语句, 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 起因是什么? 任务终迷, 这一句就是讲得无明, 一般经上常讲的,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这句话就是, 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 这就迷了。 为什么会迷? 那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字, 任, 这个东西麻烦。 冷言经, 上, 妇楼那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起无明? 无明起了以后, 我们变成凡夫, 我们要费许许多多时间去修行, 把无明破掉再恢复自信。 恢复自信之后, 什么时候再会起无明? 这些问题是大问题, 根本的疑问, 妇楼那尊者在冷言会上都替我们提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无明? 佛讲得很明白, 知见立知, 是无明本, 无明的根本, 就是知见里头你再立一个知见, 这就是无明本, 在这句话里头, 认, 认就是立知。 这个话意思很深, 我们还是很难懂。 什么叫, 知见? 知见是本有的, 是本能, 是真的不是虚妄的。 我们今天睁开眼睛, 外面境界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在佛法教知见, 这是真的不是虚妄的。 你怎么迷了? 你在这个知见里头再去建立一个知见, 怎么再去建立一个知见? 我们看这个, 这是花, 这是叶子, 米了。 这就是无明本。 这不叫花, 叫什么, 那你就迷得更深, 越迷越深了。 这个意思, 佛法没到中国来, 我们中国的老字懂得,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 所有这些明像是人给他起的, 我给他起这个明, 他给他起那个明, 个人起的不一样, 于是就有真执, 就有误会, 麻烦就来了。 这个荔枝, 荔枝, 就是妄想。 你在一切境界里头,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所见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 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佛菩萨没有烦恼, 法界是平等的, 法界是易如的, 法法皆是。 亦有分别, 执着, 麻烦大了, 亦如, 结实都没有了。 悟, 这个悟就是知见, 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要在这个清楚, 明了里面去建立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坏了。 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是无明。 无明的意思是, 不觉心动, 我以为自己有知, 这心就动了, 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就是无明本。 前面说过, 无明没有开始, 所以叫, 无始无明。 无始生死根本, 无始菩提涅槃,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明什么叫无始, 这个意思很深, 一定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因为你有一, 认, 好了, 你本来是在物中, 本来是觉悟的, 这一, 认, 就错了, 你在觉悟当中迷了。 物中的心是清净的, 是光明的, 是不动的。 迷了, 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心动念, 你心动了, 这就迷了。 迷了之后就现香, 这个像就改变了。 诸位要知道, 物中的香, 佛经上讲, 大光明藏, 所以它是明的, 光明的, 可是一念迷了之后, 光明就没有了。 惠媚, 惠媚, 是黑暗的。 第一个现象, 明相失掉了, 在无明里面。 我们的现象是不是无明? 是的。 太空是黑的。 现在如果我们把日月灯拿掉, 这个现象就现前了, 日月灯拿掉, 漆黑一片。 惠媚未空, 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 咪的像。 如果是雾的像, 这个像是光明的, 不需要日月灯, 本来光明, 佛法里称之为, 大光明藏。 所以咪的时候境界变了, 自信本明变成无明, 变成不明。 空会暗中, 你在这黑暗的虚空当中, 这又打妄想, 打妄想它就变现象。 变什么现象? 物质就出来了。 在法相里面讲, 妄想是见分, 见分它要见, 实在讲它没有东西可见, 于是在惠媚之空里面, 结暗未色, 就变成物质。 其实我们晓得, 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 物质是什么? 波动的现象。 剑要剑, 这个剑的念头越来越强, 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坚持, 这个波动的幅度就越大。 这就是现在所讲的, 从基本粒子组合成电子, 再组合成原子, 组织成分子, 组织成万物。 什么人在这里主宰, 组织, 妄念, 都是从妄想生的。 这是从见分变成了相分。 可是诸位要知道, 见分跟相分都是从惠媚之空里头变出来的, 所以无明是一切万法的根源, 一切万法的根本。 无明是自信不觉变现的状况, 他的体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真的是一念不觉。 我们迷失自信很久了, 这个很久就是讲, 迷失以后念念都迷, 我们看的是迷惑的相续相, 念念都迷, 真的是无量节来我们念念都迷。 有没有可能觉? 当然有可能。 如果一觉了之后, 你念念都觉, 这问题马上就恢复了, 就解决了。 无明是无始, 无始就不是真的, 要是有始有终, 那就不能说是假的。 没有开始。 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的现象。 迷失以念迷, 觉也是以念觉。 我们今天听到佛法, 仿佛好像有一点觉的味道, 为什么还觉不过来? 这一念觉了, 第二念又迷了。 怎样保持第二念不迷? 绝了要放下, 就不迷了。 放下什么? 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就不迷了。 这叫从根本上放下, 从能变现幻想的那个地方放下。 从是上放下不行。 我们今天讲贪甜吃慢, 贪甜吃慢放下行不行。 那你是得一些自在, 是得一些好处, 可是你境界转不了。 因为你是从枝叶上放的, 不是从根本上放的。 枝叶上放下, 的确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也就是减轻你的烦恼, 减轻你的恶暴, 有这个好处。 放下贪甜吃, 这最明显的, 就是放下三恶道。 你在六道里头不会剁三恶道, 这不就减轻负担, 减轻烦恼吗? 可是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超越十法界。 所以放下要从根本放下。 根本, 是什么? 念头, 起心动念。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从根本放下。 不要从枝枝叶叶, 枝枝叶叶上没有什么大用处。 我们眼见色相, 张开眼睛见外面的现象, 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的见就跟诸佛菩萨的见没有两样。 我们用的是见性, 见外面是色性, 起心动念, 分别, 执着, 这是用眼识, 见外面是色尘。 尘是比喻, 尘是污染, 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污染, 也就是说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动心。 动什么心? 动分别心, 执着心, 贪甜吃慢的心, 你会动这个念头, 这就是心被境界转, 自己在境界里做不了。 主。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境界转不了你, 转不了你, 你就可以转境界, 冷言经, 上讲,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什么人不被境转, 而能转境? 原教出注菩萨。 出注菩萨有什么本事? 跟诸位说, 就是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是原教出注菩萨, 就超越了十法界。 起心动念就把这个境界变成了十法界, 分别执着就在十法界里头又变成六道轮回, 那就愈来愈糟糕, 事实真相就是这么来的。 结暗卫色, 这是说明宇宙怎么来的, 世界怎么来的。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这两句是说明, 一切有情众生的身是怎么来的。 色, 是物质, 我们这个身, 肉身是物质, 里面掺杂着, 妄想, 妄想是精神, 我们现在讲动物, 动物它必须有色身, 有妄想, 就是说它有物质的身体, 还有精神的一部分。 这个妄想, 我们讲心法, 色心二法, 色里面杂着妄想。 想象未深, 深是怎么来的。 深是想象得来的。 这个相貌, 相貌是怎么得来的。 想象得来的。 我们世间人不明这个道理, 讲什么? 遗传。 你细细去想想, 这个遗传讲得很勉强, 为什么? 遗传是儿女的相貌一定像父母, 多数是像父母, 如果讲遗传应该普遍都是这样的, 可是还有少数儿女根本不像父母, 确实是父母生的, 她不像父母, 这个遗传怎么讲法? 佛经上讲得好, 想象未深, 这个相貌, 是她投胎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的妄想。 佛经上讲的, 儿女跟父母有四种缘, 报恩, 抱怨, 讨债, 还债。 这是冤家债主一下遇到了, 遇到谁? 遇缘。 她来投胎, 大概男的喜欢女的, 女的就喜欢男的, 把父母之身, 她以为是她自己的身, 所以相貌就接近了。 还有这个亲属很近的, 如果她也很喜欢, 那相貌也就像其他亲属这个相貌, 是她的欢喜兴取的那个相。 所以确实是, 想象未深, 相貌是这么来的。 但是这个相貌会变, 为什么会变? 相随心转。 中国古代对于教育非常重视, 教育是教导你做人, 怎样对人, 对事, 对物, 怎样面对着我们生活环境, 环境里面包括天地鬼神。 所以中国的教育, 是交进, 教效, 那个相貌自自然然端庄。 现代人不一样了, 现代人对这个东西不讲究, 认为这是很落伍的思想, 这是过去专制时代的思想, 把这些伦理道德完全舍弃了。 现在人想的是什么? 奇奇怪怪, 真的叫不伦不类。 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妖魔鬼怪, 现在的想法都是妖魔鬼怪, 像貌样子也是妖魔鬼怪, 这非常可怕。 社会怎么能得到安定? 人生活在这个世间, 怎么能够得到身心安稳? 所以现在人身心不如古人, 古人身心是安定的, 现在人身心是浮动的, 不晓得哪个地方安定, 你说这个生活多苦。 所以教育非常重要, 教育是教人觉悟, 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教育是教这些。 这是讲生怎么来的, 相怎么来的。 一般人讲, 一个人四十岁以后, 相貌与先天的距离远了, 先天影响不大了。 四十岁以后的相貌, 那就是你后天要负责。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行为, 四十岁是个很大的变化。 四十岁以前, 这个相貌是你投胎那个时候影响的, 四十岁以后, 是你这一生修善修恶所变现的, 那个完全不相同。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的相貌一年比一年好, 这个人心很好, 行很好。 相貌一年比一年觉得可怕, 那心术有问题, 他的行为上有问题。 从相貌, 言行,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地, 看出一个人的吉凶, 或福。 所以, 冷言经, 上只有六句经文, 就把宇宙人生的来源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此段经文, 明白开示, 虚空, 世界, 色身, 全由众生昏扰扰的妄想之所变现, 就跟我们做梦一样, 梦中有世界, 梦中有虚空, 梦中有色身。 一切法从心想身, 诸位要常常把这句话记住, 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境缘当中常常能够提得起, 这个人算是清醒, 不迷了。 一切法从心想身, 你心里面想善, 身心世界都善, 确实随着念头就变了, 心想恶, 这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可恶, 都在一念之间。 我们念佛会成佛, 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往生, 根据什么道理? 也是这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想身, 我想佛, 慢慢就变成佛, 所以你何必打别的妄想? 为什么不念佛? 念佛就是想佛。 念不是口里头念, 诸位想想中国文字, 念佛那个念, 念是什么? 现在的心, 经, 心。 现在的心里面就是想佛, 这才能起变化。 口里面念, 心里头不想, 没用处, 最重要是心里头要有, 所以这个, 念, 自从心。 想, 心里面就有相, 心, 里头有个, 香, 叫想。 那个香要好香, 佛的香好, 究竟圆满没有丝毫的缺陷? 你为什么不想佛? 为什么不想菩萨? 想佛, 想菩萨,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 退休之后没事情做了, 在家里天天想佛, 想菩萨, 慢慢就变成佛, 变成菩萨了。 许许多多退休的人, 退休之后没有工作, 感觉的无聊, 天天想无聊, 天天胡思乱想。 没有两年, 头发也白了, 皮肤也皱了, 两年好像过了二十年一样, 衰老了, 什么病痛都出来了。 那是什么? 妄想打出来的。 胡思乱想把这个身体糟蹋掉了, 这个念头改变了身体的组织, 使这个组织不正常, 它就产生病, 有了病, 就天天想病, 于是这个病越想越严重, 越想越复杂, 这个病怎么能好得了? 这是我们看到很多退休的人, 已两年就衰老。 你在看那个样子, 很可悲, 变化太大了, 什么原因?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要是真能够天天想菩萨, 想佛, 就不容易衰老, 不容易变化。 变化是有, 它一年相貌比一年庄严, 一年身体比一年好。 不需要进补, 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 用不着。 那些东西都会起负作用, 都会伤害身体。 只是一个清静的念头, 清静心, 能够叫你的身体恢复正常。 妄想本非真实。 才是事实真相。 真相清楚明白了, 自然就不起妄念, 对着这个境界不会再起心动念, 不会再有分别执着, 这个就恢复到正常。 底下还是解释迹里面这六个字。 二十, 水中之泡, 极其脆薄, 罪易坏灭。 殊不知世界亦然。 人言, 曰, 空生大绝中, 如海一欧发。 有漏为成国, 皆依空所生。 欧灭空本无, 旷富诸三有。 三有, 三界也。 有漏, 名其必坏也。 一切学人, 当常观此理。 虚空上是会昧昏扰扰乡, 渺小如泡。 何况世界, 何况此生, 何足道也。 水中之泡, 极其脆薄, 水泡很容易破掉, 罪易坏灭。 殊不知世界亦然。 今天我们对于世界沉住坏空这一个事实, 知道得相当清楚。 在天文台上, 从天文望远近中观察宇宙, 每天都发现有新的星, 世界形成, 每天都观察到星球消失, 或是爆炸, 或是没有了, 这就是经上讲的世界的沉住坏空。 我们这个世界也不坚实, 很脆弱。 外面这个星, 地球经不起碰撞, 一碰撞就完了, 碰撞的机会有没有? 当然有, 这个机会很少就是了, 不是没有。 何况现在科学技术发达, 人类自己糟蹋这个世界, 自己要毁灭这个世界, 这也是, 一切法从心降生, 这是大家的共业。 所以事实真相唯有佛法看得清楚, 看得真实, 看得透彻。 世间人以为的这些疾凶或福, 贪图种种享受, 在佛法里面看到都是一场空, 都是了不可得, 而且都是经上所讲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我们举一个浅显的比喻, 诸位能很清楚地看出来。 我这个年龄, 小时候念书, 身在抗战时候, 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贫乏。 我们上学没鞋子穿, 出门没有车, 都是走路。 抗战期间我走了几万里路, 我走了八年当中, 江南走了十个省, 都是两条腿走的。 现在人上学都开车, 说是现在人有福报, 我们那个时候没福报, 我不以为然。 我觉得,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当中, 有乐趣。 好比我们是野生动物, 现在年轻人是家里养的, 不一样。 那个快乐不相同, 我们的快乐它想不到, 我们跟大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 现在人出门驾汽车, 我们那种快乐它做梦都想不到, 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还是那个生活乐。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 真的是,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看到佛经, 不能不佩服释迦牧尼佛。 你身在哪一个时代, 你在那个时代享受, 那里头有真的乐趣。 那个见闻, 常识, 经验, 智慧不相同, 不是现在年轻人能够有的。 现在年轻人却确实实笼子里头养出来的, 虽然很幸福, 什么都有人为你, 可是那个智慧, 经验, 阅历差太远太远了。 所以说哪一个有福, 哪一个没福, 都一样。 在佛法里头, 我们能够看到平等法。 冷言, 曰, 空深大绝中, 如海一欧发。 有漏为成果, 皆依空所生。 欧灭空本无, 旷富诸三有。 冷言经, 对于宇宙, 我们今天讲的是物理, 讲的很多, 经文里面讲的很丰富。 现在所讲的这是太空物理学, 冷言, 上讲的多。 空深大绝中, 大绝, 就是前面讲的性海, 真如本性。 虚空不大, 过去人认为好像虚空没有边际, 现在科学家认为, 虚空有边际, 而且虚空是有弧度的, 这些科学家头脑相当聪明。 佛经上讲的就是这样的, 虚空不是无际的, 性海是无际的。 所以佛在, 冷言经, 上用一个比喻说, 把性比作虚空, 把真如本性, 性海比作虚空, 把我们现在这个虚空比作云彩。 虚空多大? 太虚空当中的一片云彩而已。 所以虚空的确不大。 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 个人做个人的梦, 个人有个人的虚空, 醒来之后, 虚空都没有了。 才知道, 虚空不是真的。 但是在, 百法, 里面, 有味法没有列入虚空。 什么原因? 虚空生灭的香不显著, 所以把虚空列在无味法里头。 无味法有六种, 六个无味法里头, 只有一个, 真如无味, 是真的无味, 那是性海, 其他五个无味法, 生灭的现象不显著, 所以列到无味, 是相似的无味, 不是真正的无味。 虚空什么时候会没有? 觉悟就没有了。 你没觉悟就有, 觉悟了就没有。 觉悟, 自己晓不晓得? 晓得。 哪一天起, 你看到这个虚空统统是明亮的, 你就觉悟了, 虚空就没有了。 诸位要知道, 虚空是黑暗的, 在密宗里面叫大黑天, 那就是虚空, 惠魅魏空。 觉悟之后, 这个暗的现象没有了, 一片光明, 那个虚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境界, 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性的时候, 虚空就没有了, 突破了。 信是光明的, 时是黑暗的, 转阿赖耶位大元净制, 虚空就没有了, 就突破虚空。 空声大觉中, 如海一欧发, 欧是水炮。 虚空是什么? 虚空在信海里头是水炮而已。 有漏为尘国, 为尘是比喻多, 就是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星球。 无量无数的星球, 这星球存在哪里? 都存在虚空当中, 都没离开虚空。 皆一空所生, 空是信海里头的一个水炮, 迷失了自信, 在自信里头变成这么一个境界。 有漏为尘国, 就是前面讲的, 空会暗中, 结暗未色, 这就变成有漏的为尘世界。 欧灭空本无, 这个水炮要是破了, 灭掉了, 虚空本来没有, 禅宗积风化里头, 所谓是, 粉碎虚空。 虚空能粉碎吗? 能, 不是不能, 因为虚空不是真实的, 虚空是情史所变的, 也是从心想身。 虚空是假的, 世界是假的, 哪里说, 三有, 是真的。 三有, 是有情众生, 欲界有, 色界有, 无色界有, 这是讲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这个身哪里是真的? 虚空世界都是假的, 我们的身还会是真的吗? 佛在经上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说破了。 我们读多了看多了, 再读, 金刚经, 上这一段经文, 你体会的就更深。 三有, 三界也,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叫做三有, 也叫做三界。 有漏,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漏的意思就是不健全, 不是完好的。 名其必坏也, 它存在的时间长短, 我们今天讲存在是讲它的相续现象, 它相续现象能够支持多久? 全在想象, 一切法从心想生, 全在众生的想象。 念头转了, 境界就转。 这个想象, 不会永恒不变, 实在讲, 想象是刹那在变, 但是变得幅度不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似乎是一个相同的相续像。 其实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刹那生灭, 实实在在是了不可得。 一切学人, 当常观此理, 学人是只修学佛法的人, 一切学佛的人, 要常常观照这一个事实真相, 要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这个道理。 虚空上是会昧昏扰扰相, 这是佛在《冷言经》上讲的。 虚空是什么? 虚空就是会昧昏扰扰相。 通常用两个字来说它, 无明, 无明就是会昧昏扰扰相。 渺小如炮, 这个地方说它渺小, 它要跟性海来比较, 它就太小了, 虚空就太小了。 何况世界, 虚空跟性海比, 虚空像空中一片云彩一样, 而世界是包括在虚空里面, 世界不就更小了。 何况此身, 何足道也, 我们身在跟世界比一比, 太渺小, 为不足道。 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 21, 虚妄现有, 考识则无, 因心造业, 寻业而现。 受妖好丑, 因果难逃。 然五蕴本身, 以了不可得, 何况假何之换身, 其为似有时无可知。 了不可得者, 有即非有也。 虚妄现有, 考识则无, 眼前种种境界是虚妄现的假有, 不是真有。 虚妄是什么? 妄想。 所有一切境界都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 实法界一阵庄严全是妄想变现出来的。 考识则无, 你要是细心去考察一下, 实实在在没有,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从她的本质上说, 她没有, 从她存在的时间来说, 她几乎是生灭同时。 因心造业, 寻业而现, 这两句是说明她所以然。 这个世界的假乡, 为什么会有假乡? 假乡是依据什么而发生的? 这两句话回答得清楚, 是, 因心造业, 心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造业。 寻业而现, 现的就是乡, 所有这一切乡就是业所变现出来的。 叶是阴, 像是果报, 叶因果报。 但是诸位要晓得, 叶因果报的变现, 它却确实实是现香, 但是它所现的这个像是极其短暂, 真的就像闪电一样, 一刹那它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看的香好像存在, 就是它刹那刹那的香续香, 并不是这个香真的会存在一段时间, 没有这回事情, 决定没有。 它相续的时间长短, 完全看你因心造业的时间长短。 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都是寻业发现的。 受妖好丑, 因果难逃。 受, 是长寿, 妖, 是短命。 这两个字是代表着一个幻象, 连续香, 它连续时间的长短, 时间长的我们叫它作寿, 时间短的我们叫它作妖, 你所看到都是一个相续香。 好丑, 是讲它现出来的香, 受妖, 是讲它存在的时间。 因心善, 现出的相就善, 三善道的香, 四圣法界的香, 身闻, 原觉, 菩萨, 佛。 因心不善, 现的是六道的相, 现的是三恶道的香, 那就是丑。 好丑就是讲境界的善恶, 都是自己造的, 因果难逃。 十法界一正庄严是一回什么事? 实实在在讲, 就是因心造业循环无间刹那生灭相续现相, 就这么回事情。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一样是实在的, 没有一样是常住的, 没有。 全是刹那生灭。 然五蕴本身, 以了不可得。 五蕴, 是我们讲的精神, 物质那些因素, 这是造成身心世界的条件, 这些条件都是虚幻而不可得的。 何况假合之幻生, 四大五蕴假合的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决定是虚幻。 其为似有, 好像是有, 我们能够见到, 能够接触到, 好像是存在, 就跟梦境一样, 实实在在是, 实无可知。 了不可得者, 有即非有也, 你这样才能真正见到事实真相。 有即非有,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哪有这些事情? 唯有也随身, 造业它没有中断, 我们现前清醒的时候造业, 造业就是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睡觉了, 睡觉还在造业, 没有中断, 还是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做梦, 你觉得你在那里造作, 你不做梦, 还在那里造作, 如果你不造作的话, 你的身相就没有了, 还是在造作。 所以这个造作永远没有间断, 因此这个色相, 相就不灭。 你造作的因心变, 这个相它就会变, 你变得幅度大, 那个相变得幅度也大, 念头变得幅度小, 这个相变得幅度也小。 现象是果报, 果报是随着因心去变的, 正因为事实如此, 佛法里头才说,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菩萨晓得事实真相, 他要想献好的相, 他一定修善因, 他不希望见到恶的相, 所以他决定不起恶念。 恶的念头, 一定感得不善的相, 好的念头, 一定是感得美好的相, 这一定的道理。 谁做主宰? 自己念头在做主宰, 决定不是外面来的, 却确实实是自作自受。 一定要认清楚, 有即非有, 即使境界相限前也若无其事, 可以受用, 不可以执着, 这就得自在了。 二十二, 时心如幻, 世界如泡, 此生如影。 身心世界, 虚幻非时。 一切有为法相可知已。 如漏如电, 所谓生命在呼吸间。 当家仅用功, 如旧投燃也。 时心如幻, 时心是旺心, 旧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佛法里面也说三心, 这个三心跟, 金刚经, 上三心的意思不一样, 金刚经, 是讲过去, 现在, 未来。 佛法一般讲三心, 是讲心意识, 心, 就是讲阿赖耶时, 一, 就是讲莫纳时, 时, 就是讲第六时。 六时, 七时, 八时, 我们称它做三心, 叫心意识, 这是所有一切现象变化的根源, 它是能变, 一切现象时所变。 心意识是能变, 它是幻, 不是真心。 世界如炮, 此身如影, 梦是总欲, 梦幻炮影, 身心世界, 虚幻非时, 一切有位法相可知已。 有位法相不但包括世间一切法, 出世间法也包括在其中。 世出世, 界限是在六道。 六道里面是世间法, 超越六道, 四圣法界叫出世间法, 合起来, 世出世间法就是十法界, 十法界都不出这个范围。 所以一切有位法, 包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如漏如电, 这两个字是比喻它存在的时间短暂, 极其短暂。 所谓生命在呼吸间, 这是我们要警觉的。 人命无常, 要有这个认知, 这才是个觉悟的人。 当家警用功, 如旧投燃, 了解事实真相, 才知道光阴之可贵。 我们今天在世间, 世间哪一样东西最可贵? 光阴可贵。 迷的人把时光浪费掉了, 那叫真可惜, 觉悟的人, 一分一秒都不空过, 他要用功办到。 用什么功? 看破, 放下, 这叫真功夫。 什么叫看破? 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这不经上所讲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看在眼里, 这事看破, 一点都不迷, 晓得所有一切境界无非是叶因果暴循环的刹那生灭相续而已。 念念如是观, 知道所有现象是刹那生灭根本不存在, 这叫看破。 什么叫放下? 在境界里面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放下了。 把起心, 动念, 分别, 执着放下了, 这叫真看破, 真放下, 彻底看破, 彻底放下, 用这种功夫。 这个功夫用的, 你看不出来, 你所看出来的是什么? 人家念佛, 拿着念诸阿弥陀佛, 这个用功你看出来了, 再读经, 你看出来了, 再拜佛, 你看出来了。 你看到的是有形的, 那未必是真的, 真功夫是一切明了, 心无挂碍, 那叫真功夫, 这个功夫要念念无间。 如果一念功夫失掉了, 你一念就迷了。 迷得像是什么? 又分别, 又执着, 又搞牵挂, 这就迷了。 所以光阴宝贵, 宝贵在这个地方, 决定不容许一念迷惑颠倒, 决定不容许一念又搞分别执着, 这里讲, 加紧用功, 如就投燃, 是这个意思。 二十三, 观此六欲, 虽是观诸法空相, 即是观如如之性, 以性相本来融通, 故观原生, 即可弃入如如不动, 无畏法性, 从观有畏法相如梦幻入手, 便是两边不着, 合乎中道, 观此六欲, 这首祭子里面讲的这六个字, 虽是观诸法空相, 身心世界, 了不可得, 有即非有, 经文表面上是在这一面, 这一面是从事相上说, 理事不二, 性相亦如, 从这一面就能看透到另外一面, 即是观如如之性, 所以从相上你就见性了, 以性相本来融通, 融是圆融, 通是无碍的, 正是清良大师在, 华言经上所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故观原生, 即可气入如如不动, 前面两句,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讲自性, 性体, 性德, 不取于相是讲功夫, 修德, 性修不二, 性修易如, 你在诸法空箱里面, 当然就气入如如不动, 你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就如如不动, 就回归到自性, 这是古德常讲的消归自性, 消归自性是讲的, 法法都消归自性, 佛在这部经上为我们显示, 释迦牟尼佛一开端, 入舍位大臣起时, 者依持波, 穿依消归自性, 吃饭消归自性, 走路消归自性, 样样都消归自性, 自性是什么? 如如不动, 所谓如如不动,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样消归自性, 由此可知, 消归自性就是在世上见到理, 理是不二, 就消归自性, 在相上见到性, 性相不二, 就消归自性。 无畏法性, 这四个字是形容真如本性, 一切万事万法的本体, 它是无畏法。 所谓, 无畏, 没有其灭, 没有生灭, 没有来去, 所谓如如不动。 从观有畏法相如梦幻入手, 这是教给我们修观的方法。 所谓修观, 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 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 从哪个地方下手? 金刚经, 这句记非常好, 教我们观一切有畏的法相, 身心世界如梦幻泡影, 虚空如泡, 人生如影, 都不是实在的。 便是两边不着, 何乎中道, 两边是空有两边, 有畏的这一边我们要修, 修而不着相, 就是无畏。 换句话说, 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而不着相, 心地清净若无其事, 但是在世上还是认真努力的去断恶修善, 这就对了。 这就是两边不着, 这就是中道第一异地。 佛与大菩萨们的成就, 就是这样修成的。 二十四, 三性, 三无性, 为法相宗知经要义。 佛说法相, 原为名词。 若知此义, 则于原起性空, 更能撤了。 修持观行, 更易得力。 三性, 三无性, 底下这几段在细数, 性是性智, 法相宗为我们分析, 是出世间一切法不外乎这三种性智。 第一种, 便记所执性。 便, 是普遍, 即, 是计较, 这是妄想执着所变现出来的。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是抽象的概念, 决定没有事实。 可是这种抽象的概念, 是普遍存在的, 你不能说没有这个事, 但是它确实无实。 百法, 里面讲的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 就是属于便记所执性。 第二种, 依它起性。 这是讲所有一切的现象, 现象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原生之法, 原, 就是条件。 它, 就是条件, 是依许许多多条件而生起的, 这一类就属于依它起性。 可见得, 依它没有自体, 真的是,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譬如, 我们的身体是依它起的, 四大五蕴集合现起这个身相, 四大五蕴离开了, 这个身相就没有了, 这个身没有字体, 是四大五蕴组合。 它, 就是我们今天讲, 种种条件凑合而有的。 像这个房子, 房屋是依它起的, 这个我们更容易看得出来。 这个房子里有钢筋, 木材, 砖瓦, 水泥, 许许多多这些条件组合才成一个房子。 这些材料堆在那边, 我们不叫房子, 把它组合起来, 纳成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依它起的。 所有一切的色相权是依它起的, 所以叫圆起性空, 它没有自体,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第三种, 圆成实性。 这是真的。 圆, 是圆满, 成, 是成就, 实, 是实在, 不是假的。 这是讲什么? 这是讲宇宙万有的本体, 是讲我们的心性, 心性才是圆成实。 除了心性之外, 不是依它起, 就是便寄直, 依它起, 便寄直完全是假的。 为什么叫, 三无性? 你要执着有这三个性, 你又错了, 这是妄想。 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 建立这三个名词, 你要以为这三个名词是真有的话, 那你就又错了, 你又迷了。 佛要把你这个妄想执着打掉, 所以用三无性, 相无性, 生无性, 圣义无性, 才叫你心地干干净净。 这是法相宗的经要之一。 佛说法相, 目的就在此的, 就是叫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法相说得很详细, 很繁琐, 它的好处就是样样都说得仔细, 它的缺点就是太啰嗦, 讲得太多了, 费的时间太长。 班若经, 跟他恰恰相反, 班若完全是抓纲领, 一点都不啰嗦。 若知此意, 你对法相稍稍能够通达明了一些, 对于, 班若, 里面讲的缘其性空, 你就会更清楚, 更明白了。 法相是细说, 班若经, 是略说, 但是内容只去完全相同。 一个是不厌其烦的细讲, 一个是简单明了的略说, 这是对不同根性的人所用的善巧方便。 上根之人听佛一说, 他就明了, 不需要那么麻烦, 那么解释, 那么啰嗦。 中下根的人, 听佛略说他不能够了解, 必须要细说。 上根人听了佛的细说, 他更清楚。 中下根人听了佛的细说之后, 然后再听佛简单扼要的来说, 那在修持上更容易抓到纲领。 这样, 修持观行, 观, 是修正我们看法, 想法, 行, 是修正我们做法, 说法, 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思想行为依照佛真实的教会来修行, 这样就更容易得力了。 今天时间到了。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123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2月3。 请先开经本276面。 25, 便记直信, 为普遍计较执着。 即信宗常说之分别, 执着, 攀援, 无明, 妄心, 妄想等。 意在明其虽是无明妄想, 然为真心之所变现。 非离真性而别有也。 三性, 与, 三无性, 这是相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它将是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这三种性质。 便记, 便是普遍, 即就是计较, 我们用计较, 大家好懂。 相踪他们的论点里面称为嫉妒, 分别, 度是度量, 就是计较, 度量, 分别。 也就是信宗常常讲的, 像我们在, 金刚经, 上常看到的, 我们净土经论当中也常看到的, 所谓, 分别, 执着, 攀援, 无明, 妄想, 等等, 这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大。 而在, 百法明门, 里面, 我们看到比较具体一些, 就是属于不相应形法。 百法一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 心法, 第二类, 心所法。 心法, 跟, 心所法, 以及, 色法, 都是属于, 依他起性。 依他起, 是许许多多条件形成的, 这些条件就是依他起, 就是因缘所生的。 遍迹所值,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抽象的概念, 它没有事实。 譬如, 百法里面, 不相应形法, 第一个是, 的, 得失的得。 说, 的, 当然是也包括在其中, 讲一个就行了。 的, 有这么一个概念, 像我得到了, 我得到财富, 我, 是心法, 财富, 是色法。 把这两边离开, 单单讲, 的, 的是什么? 的, 既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但它确实有这么一个概念。 它虽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它是从心法, 色法连带发生的, 也离不开它们, 但是不可以归纳在它们那一类, 这叫做不相应刑法。 凡是这一类的, 都是遍际所执性,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在性宗, 总而言之, 就把它称之为妄想, 这是属于妄想。 意思是说明, 它虽然是无名, 妄想, 可是它是真心所变现的, 真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 其实我们讲的, 三性, 统统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 离开真如本性就无有义法可得。 打个妄想, 也是从真心里面起来的, 所以不是离开真性而别有义法。 这一句话, 特别说在遍际所执性上, 因为它完全是虚妄的, 不像心法, 色法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存在一样, 这个我们都知道, 完全不存在, 完全是一个妄念。 26, 依它起性, 即性宗所说之缘起, 缘生, 性起。 此正本性随缘献起之相用。 缘不离性体。 依着, 随也。 它, 指缘而言也。 这个地方的注解, 实在讲比相宗讲的简单, 容易明了, 相宗讲的非常繁琐。 一, 就是依靠, 它, 用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许许多多的条件。 要依许许多多的条件才能够生起现象, 凡是这一类的我们都称作依它起性。 依它起性, 就是信宗所讲的缘起, 班若经, 上讲的缘起性空。 缘起, 是出世间一切法, 包括佛法, 也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就叫做缘起。 缘起的法, 决定没有自体, 我们讲性空那个性是实体, 它没有实体, 它是许许多多条件合起来现象, 这个条件散开来之后, 这个象就不存在。 所有一切的形象都是, 依它起, 像我们人的身体, 身体是属于依它起。 它, 就是四大五蕴。 四大五蕴还是用归纳的方法来说的, 因为细说太繁琐了, 把它归纳为色, 受, 想, 行, 实, 这五样东西合起来, 有这个身体。 四大五蕴要是离开, 这个身像就没有了, 可见得这个身却确实实没有自信。 身, 实在讲有没有身灭。 没有。 原具的时候是不身而身, 它的确没有身, 我们看到好像是身了, 原散的时候不灭而灭, 实在讲它没有灭, 它只是原具原散而已, 哪里会有身灭? 身灭是我们看一种粗的香, 看的是具散之相。 具, 我们叫它身, 散, 叫它作灭, 实际上只有原具原散, 决定没有身灭, 这是我们佛法里面常讲, 不身不灭。 不身不灭的意思, 我们通常也觉得很含糊, 搞不清楚。 什么叫, 不身不灭? 原具的时候不身, 原散的时候不灭, 从原上去观看, 没有身灭的现象。 讲, 原起, 原生, 性起, 都是一个意思, 这是在性宗, 特别是在, 班若, 跟禅宗里面讲的最多。 这正是, 本性随原献起之相用, 它随什么原。 原非常复杂, 无量复杂的因缘, 它也有一个头绪, 那个头绪就是, 一念不觉, 就是无名洞香, 统统从这个地方起来的。 不决心就动, 决心是不动的, 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今天求什么? 求觉, 希望觉悟。 怎样才能够觉? 如果你妄念不止, 怎么可能觉? 一定要把妄念洗掉。 妄念洗掉, 恢复到清静, 这个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 佛法修学, 定是枢纽, 戒是方法, 应戒的定, 因定开会, 我们的目的是开智慧。 智慧不是学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不需要向外学, 外面没有, 一定要向里面用功。 本经告诉我们,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信, 用戒定会三学来看, 信就是戒学, 清静, 就是定学, 实相, 就是会学, 这两句话里面戒定会三学都圆满具足。 由此可知, 一念不觉就起了魔明, 无明是动向。 随缘, 第一个缘就是指的无明妄动。 一厢宗的说法, 无明起来之后, 无明不觉生三系, 这就把真如本性变成阿赖耶实。 阿赖耶实里面有三系相, 无明夜相, 转相, 静界相。 转相, 也叫做见分, 静界相, 也叫做相分。 见分,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这一部分, 相分, 讲物质这一部分, 精神跟物质都是无明夜相里面变现出来的, 所以心跟物是同源, 同一个根源。 相综说的详细, 它就变现出这个现象。 念头, 也就是妄想, 它愈来愈复杂, 于是变现的现象也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要问, 我们妄想究竟是多么复杂? 你就看它变现出来的相分。 使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复杂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 它跟我们的妄想完全成正比例。 这个复杂现象怎么复杂, 我们的妄念就这么复杂, 妄念是因, 现象是果。 原不离性体, 它也是自性随着染源变现出来的境界, 使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依它起性。 27, 原诚实性 原, 未圆满。 臣, 未本具。 原臣, 约体说, 明其本来圆满具足, 非造作法。 实, 即真实。 此即信宗常说之法界, 真如, 如如, 真心, 实相, 原觉, 自信, 清静心等。 其名无量。 信宗亦未知真实性也。 原诚实性, 原, 是圆满, 成, 是成就的意思, 为本具, 本来具足的。 原诚实性是讲真如本性, 它从体上说的。 约体说, 明其本来圆满具足, 非造作法, 它不是有位法。 依它起, 根, 便记直性, 是有位法, 在, 百法, 里面总共分为九十四法, 原诚实性是属于无位法, 而且是六个无位里面最后一个, 真如无位, 才是原诚实, 其他的像虚空无位, 它还不是原诚实。 实, 就是真实, 决定不是虚妄的, 前面两类都是虚妄的, 绝对不是真实。 原诚实性, 它是真实的, 它是没有生灭的。 此极性宗常说之法界, 真如, 如如, 真心, 实相, 原诚, 自信, 清静心等。 其名无量。 佛在经上说, 原诚实, 那个名字说的很多。 有一些同修读佛经, 不免起了怀疑, 说释迦牟尼佛一桩事情用一个名字就好了, 说那么多名字, 把我们都讲糊涂了。 它为什么不用一个名字? 实在讲, 佛说法我们大家都能肯定, 充满了智慧。 在方法上讲, 极其善巧方便, 而是我们不能领会, 所以在里头还产生误会, 这是我们的错误。 佛为什么用很多的名像? 它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 一个名像没有办法把这桩事情形容得清楚, 信得它是多方面的, 一个名像没有办法完全包含, 第二个, 怕我们学佛的同修执着, 执着就错了。 前面讲,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信, 相宗里面都告诉我们, 我们求学的态度, 第一个要离名字相, 可见得名像不能执着, 所以佛一桩事情说许多名像, 就是告诉你不必执着, 懂的意思就行了。 有这两个理由, 佛往往每一桩事情都说好多名称, 特别是真如本性说的非常多, 这里只是略举几个名词而已, 其名无量。 信宗意味之真实性也, 相宗称它作原臣实性, 信宗也叫它真实性。 三性的说法, 是不是达到究竟圆满? 没有。 为什么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它是落在言语思量的范畴之中, 那就不是究竟的, 所以必须要有三无性, 这个问题才真正达到圆满。 正如同佛说法, 说到最后它一定把所说的完全否定, 这才圆满。 为什么否定才圆满? 因为真如本性里头本来没有一个念头, 你说什么? 所以一定要懂得它,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我们要是会听, 听而无听, 无听而听, 你才能够契入境界, 这才是真正达到教学的目标。 所以, 不可以用思维, 不可以用想象, 不可以用言说。 但是, 我们离开思维, 想象, 言说, 不能够传递, 佛要把法传给我们就无法可传, 必须要利用这个做工具, 透过这个工具, 你要从里面误入,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接着一定讲, 三无性。 二十八, 三无性即相无性, 深无性, 圣意无性。 无字圣活, 有非, 空之意。 即不可执着事也。 三无性即相无性, 深无性, 圣意无性。 无字圣活, 这个字活活泼泼的, 不能把它当作没有, 你要说没有的话, 就坐实了, 那就不是这个意思, 有非, 空之意。 即不可执着事也。 实在讲, 无, 最好的一个讲法, 就是决定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执着, 用, 金刚经, 上的话来说, 一定跺在四相, 四见当中, 那就错了, 所以要懂得不执着。 二十九, 虚妄之相, 非真实性。 性中本无有相, 应不着相而无之, 乃是性也。 是未相无性。 原生之法, 本非真性。 性体无此原生, 应不着愿生而无之, 乃是性也。 是未生无性。 圣意无性。 真如之性, 为一切法之本体。 明第一意, 亦明圣意。 此性真实, 众生本具, 本来圆满, 所谓圆成实也。 然圆意义是名字。 故曰圆意无性。 应并圆意之假名义不着而无之, 乃真实性也。 虚妄之相, 非真实性。 性中本无有相, 应不着相而无之, 乃是性也。 是未相无性。 这个文字很简单, 实在讲将这个名词也解释得相当清楚。 虚妄之相, 正是, 金刚经, 上所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相, 是怎么来的? 我们知道它是夜阴果报所产生的现象。 夜阴,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波动, 我们佛法里面讲, 不觉心动。 我们讲心动, 跟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 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念头就是心的波, 心的波动。 动, 它就会现相, 可是这个相决定不存在。 我们现在感觉现象之存在, 实在讲是波动的相续相, 连续的现象。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它确确实实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我们晓得现象是怎么发生的, 它的真实状况如何, 然后才懂得佛法里面所讲的, 染尽不二, 生灭不二。 染尽, 在我们看, 这个现相极其粗显, 怎么能说不二? 清净到极处是佛, 染污到极处是阿比地狱, 是不是真的不二? 真的, 一点都不错。 极清净也是一面线的香, 而且这一面是, 当处出生, 随处灭净, 不可得, 极其染污的香, 也是, 当处出生, 随处灭净, 你要求这个香也了不可得。 我们是心太粗了, 见不到这种事实真相, 所以看到是连续的。 连续相里面对, 染尽, 好像感触特别的深刻, 其实我们的感触是错误的观念, 的确是错误的。 所以佛与大菩萨的境界, 他们入了诸法一如, 却确实实入了, 诸法平等, 无有高下, 他们入的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简单的讲, 就是把十法界看成平等的, 在十法界及其差别里面那个差别香没有了, 你看到的是真正清净香, 这个清净, 染进两边都没有了, 这叫真清净。 看到这个现香, 看到不二的现香,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这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境界, 这是真实的。 这个妄像是性献起的, 但是它并不是真性。 性中本无有香, 不但六道的香没有, 十法界的香没有, 给诸位说, 一真法界的香也没有, 总而言之, 只要是有现香, 都是心动了。 现的香不一样, 十法界的香不相同, 这就是洞的正幅大小不相同。 在十法界里面, 越是往上面去, 它的心越清净, 波动小, 越往六凡下去, 它的波动越大, 是这样形成的。 道菩萨, 道佛, 那种波动机几乎呼接近水平, 见不到它的洞, 其实它还是有洞香, 它要是没有洞香的话, 就不会现象。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知道它的原理, 自自然然就不会折香, 不会在香里面起分别, 执着, 攀圆, 不会起这个念头, 因为晓得像是假的, 像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见到的都是夜因果报的相续, 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为什么因果不空? 因为有十法界的幻象。 十法界幻象从哪里来的? 从因果来的, 所以因果不空。 跟法相为时宗讲的, 相皆是虚妄, 为有时是真实的,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不着香, 从香上就见性。 原生之法, 本非真性。 性体无此原生, 应不着怨生而无之, 乃是性也。 是为生无性。 生无性, 是对, 依它起的。 生是讲生灭, 生灭就是有味, 所有一切万法都是生灭法。 为什么它有生灭? 因为它是生灭心变的, 生灭心就是生灭的念头, 我们的妄想, 念头, 一个念头灭了, 底下一个念头接着就起来了。 我们自己晓得, 我们这个念头的起灭, 这个念头是很粗很粗, 最维系的念头我们自己没办法, 觉察到, 那是阿赖耶实里头维系像。 我们能觉察到的念头是第六意识, 我们叫意识, 下意识,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能够觉察。 所能够觉察的, 还是意识里面那个粗显的一部分, 它维系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是觉察不到, 阿赖耶的维系像, 那当然就更难了。 佛在大臣经常讲, 八的菩萨见到阿赖耶实, 八的菩萨那个心多清净。 清净心就是定功, 世间的定功四禅八定, 这事没有出六道, 我们讲一般修定功夫分八个等级。 第九段的功夫就出三界, 就出离六道轮回, 阿罗汉, 辟知佛所正的, 叫九次第定, 那是第九等的定功。 可是阿罗汉, 辟知佛的定功, 在原教代经上他们的断正功夫, 也就是定功, 等于七性位的菩萨, 换句话说, 七性位菩萨的定功, 这是第九等的定功。 八性, 九性, 十性再到出柱, 十柱, 十行, 十回向有三十个位次, 然后从出地, 二地到八的, 你们想想看, 那个等级不可思议。 八的菩萨那么深的定功, 观察到阿赖耶时的心动, 心里头维系的波动他见到了。 见到, 才能够把他降服, 才能够使他慢慢在平静, 见不到, 你对他就没有办法用功夫。 所以八的菩萨转阿赖耶位大元净致。 这个时候见到什么? 见到, 依他起性, 的那个根源, 那个波动的源头他见到了。 原生之法, 本非真性, 到这个时候, 他亲自见到真心本性是不动的, 阿赖耶里面的洞香, 还是无名在作祟, 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 这是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 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的本体, 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从这儿来的, 可是真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性体无此原生。 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对于所有原生, 不要说原生所现的幻香不执着, 原生也不执着。 原生是能生, 现象是所生, 能所都不执着, 晓得这个就是性, 还是真性的启用, 这叫做, 生无性。 前面, 依他起性, 是讲缘起, 生无性, 是讲性空, 缘起性空。 圣义无性, 是对, 原诚实, 说的。 原诚实, 说实在话, 是很不得以佛为我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显示一切幻法之外, 还有一个真实。 我讲这个, 幻法之外, 都有毛病, 都有语病, 为什么? 幻法实在讲就是真实, 但是讲幻法就是真实, 大家很难懂, 怎么虚幻就是真实, 很不好懂。 幻法之外有个真实, 这个大家比较好懂, 虽然好懂, 很容易出麻烦, 很容易把意思错会了。 不执着这些幻法, 幻法就是真实的。 只要在幻法里齐心动念, 这就错了。 所以佛是不得以而建立名相, 可见得名相是原起的。 原诚实, 是原起的, 圣意无性, 也是原起的。 真如本性里哪里有个, 圣意无性, 这个名字。 没有这个名号。 这些理根是我们都要懂的。 圣意无性, 就是真如本性。 为一切法之本体。 明第一意, 意明圣意。 圣是书圣的意思。 这个地方说, 真如, 性, 本体, 第一意, 圣意, 可见得佛说这桩事情, 也说了许许多多的名相。 此性真实, 众生本具, 本来圆满, 所谓圆成实也, 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不能够彻底明了, 我们对佛有信心, 佛决定不欺骗我们。 真如自信, 我们个个都有, 本来具足, 现在虽然在迷, 迷失也没有缺欠意丝毫。 诸佛如来觉悟了, 正得了, 说实在话, 他的自信也没有比我们多一点点。 从这一方面来说, 佛讲,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佛在, 华言, 圆诀, 上都说, 他说这个话不多, 在一切经里头很少经上有这个说法, 这才说出真话,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华言经, 上游其说得好,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香, 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也是圆满的。 佛的德香无量无边, 万德万能, 真的是随心所欲, 应化在始法界, 应以佛生的度他就现佛香, 应以菩萨生的度他就现菩萨香, 这叫圆满的现象。 佛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的本能今天失掉了, 佛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失掉, 真的失掉就不能叫本能, 就不能叫本具, 不是真的失掉。 而是怎么失掉? 迷失了, 就是你现在一念迷, 如果你一念觉, 你的智慧得能马上就恢复。 迷根觉都是无始的。 我们的麻烦是一念迷念念迷, 麻烦在此地。 偶尔也有觉悟的时候, 可是第一念觉了, 第二念又迷了, 那个觉悟就像闪电一样, 古人比喻说时火电光, 一回又迷了。 如何能够保持念念觉, 那就成功了, 我们的本能就全都恢复了。 金刚经, 就是跟我们讲这些理论与方法, 这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 我们用很浅显的话来说, 就是,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交互的去用功。 看破一分, 就放下一分, 放下一分, 又看破一分, 又看破一分, 你就再放下一分, 这样辗转相辅相成。 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诸佛之臣佛, 从初发心意直到如来的, 就用这个功夫, 这真的叫直结了当。 这是本具, 本来圆满, 所以叫, 圆成时。 然圣意意是名字, 故曰圣意无信, 他也没有自信。 应并圣意之假名义不着而无知, 乃真实性也, 可见得要见真实性, 真实性就是清净心, 就是真心, 就是本经前面讲的信心清净, 清净就生时相, 时相就是此的讲的真实性。 底下这一段, 这是合起来说的, 做, 三性, 三无性的总结。 三十, 不着相, 方是真性。 不着怨生, 方是真性。 性亦不着, 方为真性。 正显相继离性而无体。 性亦非离乡而别存。 余意有缘。 佛说三性, 三无性, 所以显性相之缘容。 智者明了三性三无性之理, 以贯通乎性相。 则能空有不着, 何乎中道。 不着相, 方是真性。 不着怨生, 方是真性。 性亦不着, 方为真性。 这是总结变迹直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 相无性, 生无性, 圣意无性。 对于这些法相名词的含义, 我们清楚明了, 而不能够执着。 这个执着是含着维系的起心动念, 分别, 都不能有, 这才是真性, 真心的显入。 正显相继离性而无体。 性亦非离乡而别存, 予亦有缘。 这个意思才讲得圆满。 为什么? 性一定现相, 性是体, 有体一定有相, 一定有作用, 所以体相用是一而三, 三而一。 我们看, 华严经, 的经题, 大放广, 三个字, 就是说的体相用。 佛法里面讲真, 讲妄, 它的定义很简单, 凡是永恒常住不变就叫它作真, 凡是会变, 无常的就叫它作妄。 体是不变的, 体是常住的, 所以说它是真的, 相跟作用都会变, 相也会变, 用也会变, 会变的就是无常的, 我们叫它作妄。 由此可知, 真妄是亦不是二。 麻烦的是众生者相而不见性, 麻烦在此地。 只要你不着相, 性在哪里? 性相亦如, 性相是一体, 见相就是见性, 见性就见相, 性相缘无二致, 这个意思才圆满。 佛说三性, 三无性, 所以显性相之圆融, 清良大师在, 华言经, 为我们讲的无障碍法界, 理无碍, 事无碍, 理是无碍, 事是无碍, 为什么无碍? 因为它是圆融的, 它是一体的。 我们要如何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 也就是说, 如何能够契入真实的境界? 禅宗里常说,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本经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是谁? 我们自己是的, 不是别人。 我们什么时候能承得了诸佛如来? 说诸佛,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 《金刚经》里讲得很清楚, 原教初诸以上就是诸佛。 华言经, 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在本经里面称诸佛, 这四十一位叫诸佛。 究竟果位上叫原满佛, 这四十一位叫分正佛, 统统是如来, 都有如来的称号, 都有如来的意思。 怎样契入? 《金刚经》上讲得太好,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我们什么时候到诸法如意, 我们就是如来, 我们就成佛, 虽不是圆满佛, 是分正佛, 真佛不是假佛。 什么叫诸法如意? 于一切境缘当中, 人是环境, 物质环境, 没有障碍就如, 有障碍就不如。 我们今天看这个人喜欢, 看那个人讨厌, 这不如。 看这衣装事情喜欢, 看那衣装事情不高兴, 也不如。 如何能够把实法界看成义法界, 实法界不二, 为摩经, 上说, 入不二法门, 众生跟佛一如, 信相一如, 理事一如, 乃至于空有一如, 染境一如, 佛跟魔一如, 无有一法不如, 这是我们, 《金刚经》, 说的, 万法皆如, 法法皆是, 这个时候就恭喜你, 你就成了诸佛如来, 你入了佛位。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功夫在哪里用?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顺逆境缘当中练习关。 把这个观念换过来, 从前观念错误, 错误就是样样都不如, 样样都不是, 样样都对立, 如何在这里面体会到它是一, 它决定不是二。 但是这种关, 大乘经上都交给我们这种关, 实在讲它已经把方法, 道理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观不出来, 无从下手。 实在讲, 不是佛不慈悲, 佛讲得太清楚。 像, 《金刚经》, 上随便粘几句, 凡所有乡, 皆是虚妄, 那不就一如了吗? 佛是各乡, 恶鬼, 畜生也是各乡, 凡所有乡, 皆是虚妄, 佛像是虚妄的, 畜生, 恶鬼也是虚妄的, 那不就一如, 不就平等了吗? 你要时时刻刻提得起来。 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 你说它是虚妄, 它怎么个虚妄法? 明明摆在面前, 它怎么个虚妄法? 你一定要晓得, 这个像是叶因果报刹那生灭循环所现的, 你就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 相存在不存在, 刹那生灭, 不存在。 你能够在一切时, 一切处, 用这个方法观察释出世间一切法, 你慢慢可以契入到一如, 可以入不二法门。 这个观不能失掉, 一失掉就迷惑了, 一失掉, 你就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就有是非人我, 你就有无量的烦恼, 迷失了真相。 真相没有别的, 是叶因果报循环的相续相, 却确实实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 生灭的时间太短了, 可以说是生灭同时, 一生就灭, 生灭同时, 所以叫它做不生不灭。 诸位想想, 如果果然不生, 你说不生就没有意思, 说不生不灭那有什么意思? 生灭跟不生灭是同时的, 说它不生不灭, 这个话就有意义了, 它不是真的不生, 却确实实它不存在。 你说佛, 佛不存在, 说鬼, 畜生, 它也不存在, 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 从这里去看就入一如, 才晓得法法平等, 真的是诸法平等, 无有高下。 智者明了三性三无性之理, 以贯通乎性相, 则能空有不着, 何乎中道。 三性, 三无性也是说明事实真相, 告诉我们所有一切法相, 现相的性质, 我们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当然就不会再执着, 不会再去分别了。 这样不但我们可以脱离轮回, 脱离生死, 事出事法里面都知道生死是大, 佛的大乘经典却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可以脱离生死, 可以超越轮回, 不但能够超越轮回, 而且能够超越十法界, 只要你入不二法门, 就超越十法界。 三十一, 本经令官一切有为法如梦者, 应作如是官, 便能动彻三性三无性之理。 换言之, 若名三性三无性, 方能彻底了然一切有为法之如梦。 本经令官一切有为法如梦者, 这是末后一首记, 这是总结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应作如是官, 便能动彻三性三无性之理。 换言之, 若名三性三无性, 方能彻底了然一切有为法之如梦。 由此可知, 性向是亦不是二, 这是佛家所讲的, 法门无量, 殊途同归。 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都归入不二法门, 相宗到最后归到这里, 性宗也归到这里。 如果我们能常常, 做如是官, 如是官里面有浅身不相同, 有广辖不相同, 看你所解义里的浅身, 你的官法功夫得力的程度不一样。 但是只要肯用功, 只要会用功, 功夫一定得力, 一定会逐渐的深入, 然后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三十二, 当之清静心中, 本来理想。 是为真实性。 无有梦相, 因真性已随缘故, 献起身心世界等相。 是为依他起性。 献梦中静相, 凡夫不明缘身虚患, 身本无身。 遂至计较执着, 任虚未识, 任假未真, 是为便即直性。 迷香魅性。 当之清静心中, 本来理想。 是为真实性。 无有梦相。 梦幻泡影都没有。 我们清静心理确确实实是如此, 真心理念。 真心在不在? 在。 真心起不起作用。 起作用, 天天都起作用, 念念都起作用, 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止住而不起作用。 全是真心在作用。 虽是真心起作用, 自己不晓得是真心起作用, 这就迷了, 这就叫凡夫, 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旺心当家做主, 真心起作用还做不了主。 我们跟诸佛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的, 诸佛菩萨真心起作用, 真心当家做主。 我们是真心起作用, 忘心当家做主, 就好像你是主人, 你家里用了很多庸人, 结果庸人当家做主, 主人没权了, 变成这个样子。 忘心是什么? 分别, 执着。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忘心。 真心是什么? 见闻觉知, 真心。 我们睁开眼睛能见, 能见是真心不是忘心。 六根门头举一根, 你把这一根通达了, 那六根就都通达了。 冷言经, 上, 佛也是举眼根, 说得很详细, 经文很长, 十番显见。 说明能见是真心起作用, 见性见, 第一眼见是见性见, 第二, 妄念就起来了, 起分别, 执着。 第一眼见的时候,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看得很清楚, 见性见。 本性是几时变成阿赖耶时? 为什么会变成阿赖耶时? 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不但现在有, 释迦牧尼佛当年在世就有人向他问过, 这是老问题。 这个问题在佛法里叫根本大问, 大问题。 这是根本问题。 佛虽然在《冷言经》上讲得很详细, 很明白, 可是读《冷言经》, 听《冷言经》的人, 还是没听懂。 为什么没听懂? 说老实话, 讲经的人本身不懂, 你怎么会听懂? 我怎么可以说讲经的人没懂? 因为, 《冷言经》, 我过去讲过很多遍, 我也不懂。 我只看古人那个注解怎么讲, 我就怎么讲, 实际上我没有透彻它的意思。 难, 非常之难。 为什么没有懂? 因为我们有分别, 执着, 有妄想。 我们讲经还要找很多参考资料, 那就完了, 全是妄想, 一大堆妄想搬出来讲。 即使你自己真的有了悟性, 真的契入境界, 这个要没有真正修行功夫做不到。 所以你一生要学讲经, 去研究, 大藏经, 去找这些东西, 大藏经, 从头到尾背过也不行, 也没有用处。 必须要在一切静缘当中离妄想, 分别, 执着, 那就成功了。 那你的见闻觉知, 跟如来, 诸大菩萨完全一样。 展开经典, 看看他们悟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拿来比对比对, 那个不相同。 所以一定要契入境界。 要想契入境界, 没有别的, 放下妄想,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放下之后, 还要放下。 到哪一天没东西好放了, 你就成佛了。 到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有放下, 他还是要放下, 要做这个功夫。 清静心中, 本来离香, 离香就是离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知道妄想, 分别, 执着对我们没有好处, 只有害处, 这个东西造业。 有业因就一定有果报, 因为我们这个业不断在造, 念念都在造, 所以业果相续。 因真性以随缘故, 献起身心世界等相。 是为依他起性。 这就好比, 献梦中的静香。 凡夫不明原生虚患, 生本无生。 遂至计较执着, 任虚未识, 任假未真, 是未便记执性。 这就是, 弥香魅性。 弥在幻香上, 弥在梦境上, 以为梦境是真实的, 这种虚妄的分别, 执着, 就是, 便记所执性。 冷言经, 曰, 任物中迷, 会魅魅空。 空会暗中, 结暗未色。 色杂妄想, 想象未深。 这六句我们详细讲过, 真正难得。 宇宙怎么来的? 人生怎么来的? 这六句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但宇宙人生怎么来的, 这里讲虚空怎么来的, 会魅魅空, 是讲虚空, 虚空怎么来的? 虚空也不是真的, 也是假的。 在, 在, 百法, 里面, 虚空是属于无畏法。 为什么把它列在无畏? 因为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动, 像动物生老病死很显著, 我们看得出来, 它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的就叫做有畏法。 植物有开花结果, 也很明显。 矿物, 像我们这个地球, 大家都知道沧海桑田, 地面上也是不断在起变化, 起变化那就是无常, 那就属于生灭法。 何况星球, 现在我们知道的更多, 就是佛经上讲的沉住坏空, 这是有畏法。 虚空, 一个升起, 一个将来灭掉, 但是从升起到灭掉当中, 它没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它生灭的现象, 没有办法列在有畏法里面, 只好把它列在无畏法里面。 但是这种无畏, 叫相似的无畏, 不是真实的无畏。 真正的无畏, 是真如无畏, 我们的清净心, 真如本性, 那是真如无畏。 这个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三十三, 修行人, 不可欲望心外, 别只有一真心。 若其如此, 人负魅性。 何以故? 不着于性, 乃真实性故? 要尽功夫, 为在不起便记直。 则依他起, 便是缘成实。 何以故? 于性相皆不记直, 虽赤然现相, 而心故无相也。 虽是入生死, 而性本无生也。 修行人, 不可欲望心外, 别只有一真心, 一定要入真望不二, 那就是真的。 如果说望的外面有个真的, 真的外面有个望的, 都迷了, 都错了。 欧阳静吴先生曾经说过, 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也不是哲学, 不是宗教, 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楚。 为什么不是哲学? 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就明了了, 哲学里面有能, 有所, 能所是对立的, 相对的, 佛法里面没有一法是对立的, 所以它跟哲学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对立的心态去学佛, 你决定不能入佛门。 现在佛法变成宗教, 你要不是学佛教的宗教, 就是学佛教的哲学, 绝对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义。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佛法是不二法, 六祖讲得好, 二就不是佛法。 所以望心跟真心是一不适二。 为什么把它叫做真心, 又叫做望心? 因为迷雾不一样。 迷了就叫望心, 悟了就叫真心, 迷的是它, 悟的还是它, 而心里面没有迷雾, 由此可知, 望心, 真心是假名而已, 是不得已说了一个名词。 有没有迷雾? 再给你说, 迷雾不二, 这就越说越深了, 说迷雾不二, 这个意思非常之深。 我们看到迷雾非常显著的不一样, 怎么会不二? 你要是把它的根源搞清楚, 明白了, 那就不二。 怎么迷的, 怎么悟的? 大臣了一经典里面都讲这个问题, 金刚经, 上游其说的透彻, 游其说的明白, 是遵说法非常巧妙, 用, 即非是明, 来显示这个意思, 即非是明显示法法皆如, 法法不二, 不能够把这个法看作二。 这是讲到真心跟望心, 望心之外, 另外执着有一个真心, 若其如此, 人负魅性。 魅, 就是迷, 还是迷了性, 还是不见性。 何以故? 不着于性, 乃真实性故? 换句话说, 佛所讲的真心, 望心都不要去执着。 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 不能分别, 不能想象, 我想象, 佛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错了。 所以佛法里面, 不但是禅宗, 教下也不例外。 佛法里头不讲研究, 为什么? 研究是意识, 佛法用的名词叫参究。 参究跟研究有什么不一样? 参究不用心意识, 也就是不用分别, 不用执着, 不但这个不用, 也不落印象。 这个心意识, 心是阿赖耶时, 阿赖耶时是落印象, 莫纳时是执着, 意识是分别。 离心意识, 就是离分别, 离执着, 离印象, 那个叫参。 研究是用心意识, 研究不行, 研究完全落在二、 三。 所以参不落二、 三, 不落二、 三是万法一如。 要紧功夫, 为在不起便即直。 则依他起, 便是原成时。 依他起是相分, 是相根作用, 原成时是体, 一而三, 三而一, 确实是一桩事情, 这是入不二法门。 所以坏在哪里? 坏在, 便即直。 便即直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就坏在这里。 何以故? 于性相皆不即直, 虽赤然现相, 而心故无相也。 虽是入生死, 而性本无生也。 只要离开妄想, 分别, 执着, 十法界, 六道轮回原来就是一真法界。 我们要问, 一真法界这些香, 众生像跟佛菩萨香一样不一样。 给诸位说, 不一样。 并不是一真法界, 花都变成一个颜色, 都变成一个形状, 不是。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现香? 叶因果报本来就那么多。 这是佛讲的, 诸法空香, 因果不空, 因复杂, 现的香复杂。 可是你要知道, 现的香再复杂, 这些现香都是,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三无性, 里面讲, 生无性, 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 金刚经, 上讲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不是没有有位法, 有位法有, 十法界都是有位法, 但是这些现象是梦幻泡影。 凡, 夫不晓得他的真相, 执着梦幻泡影, 以为是真实, 错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感受苦乐忧喜这些果报。 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在天堂里面你不会感觉得乐受, 你的心永远是平静的, 不会被外境所动, 不会被境界所转, 你在地狱里面没有苦受。 换句话说, 苦乐忧喜舍都没有了, 那才叫真的乐, 才叫离苦得乐。 佛法里面得乐, 那个乐不是苦乐得乐, 苦乐得乐就错了, 苦乐都没有, 那叫乐。 佛经上讲凡夫的受, 就是感受, 身所有一切感受把它归纳起来, 苦,乐, 两大类, 新的感受, 把它归纳成, 忧喜, 这两大类, 当你身心没有苦乐, 也没有忧喜的时候, 这叫舍受。 舍受是最好, 最舒适, 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不叫它做正受? 舍的时间太短, 不能保持, 如果能保持, 就叫正受, 就叫得定。 这个定, 佛学名词叫三昧, 你就得三昧。 三昧是正受, 就是苦乐忧喜统统都没有了, 这个受才叫正受, 你有苦乐忧喜, 这个受是不正常的, 这不是正受。 苦乐忧喜跟外面境界不相干, 跟四圣六凡都不相干, 从哪里来的? 从你自己妄想, 分别, 执着来的, 所以真的跟境界不相干。 凡夫之人, 媚于自信, 迷着幻想, 以为这个现象是真实的。 里面有妄想, 就是分别执着, 见到外面这个圆, 外面是圆, 里面是阴, 遇到圆, 它就起现行, 现行是什么? 烦恼, 喜怒哀悦爱物欲, 烦恼就起来了, 感受就起来了。 外面就是圆, 因是里头的, 佛教给我们, 把那个因洗掉, 外面的圆不起作用。 知道外面的所有一切圆都是平等的, 都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的心才能够在一切境界里面真正清净了, 真正定下来了。 心意清净, 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现相, 你就看清楚了, 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明了。 明了就是智慧, 所以则生实相, 生智慧, 没有一样不清楚, 不明了。 一切法怎么来的, 怎么发生的, 怎么变化的, 怎么结果的, 都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要紧功夫, 为在不起便即直, 就是把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 于信相都不计较, 都不执着了, 所以外面境界使法界一正庄严, 赤然现相, 你自己的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这个境界, 是诸佛如来的境界, 一, 华严经, 来说, 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你最低限度已经正的原教出驻菩萨, 入这个境界。 虽入这个境界, 我们生还留在世间, 可是确实正的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在佛法里有个术语, 叫, 入班涅槃, 你已经正入班涅槃。 涅槃有二种, 一种叫, 有余依涅槃, 一种叫, 无余依涅槃。 什么叫有余? 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是有余的。 涅槃不是死, 有很多人认为, 佛教死了就叫涅槃, 哪有这个话? 这个话把名词完全错毁了。 涅槃是不生不灭, 你已经完全了解, 明白不生不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 就叫做入班涅槃。 身体还在, 身体还在有没有妨碍? 没有妨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个时候的身体, 就是此的讲的, 虽是入生死, 事事事现。 跟诸佛菩萨硬化在这个世间没有两样,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会起一个妄念, 生即无生, 生根无生是亦不是二。 我们是间人把生根死看作二装事情, 入班涅槃的人晓得生根死是亦不是二, 生死即涅槃。 生死就是生灭,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意思就说明生灭根不生不灭是亦不是二, 这个话的意思是这个说法。 烦恼即菩提, 烦恼是谜, 菩提是觉, 我们一般人把这个看作两装事情,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觉跟觉是亦不是二, 这是入不二法门。 这些话很难懂, 而且很容易把意思会错了。 如果能够正确的体会, 非常有受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却确实实去做转烦恼成菩提的功夫。 菩提是智慧, 迷的时候是烦恼, 悟的时候是智慧, 所以烦恼都不怕, 转过来是无量智慧。 我们举一个比喻来讲,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 烦恼转成菩提, 怎么转发。 譬如做小偷的, 做小偷也很聪明, 他不聪明他偷不到东西。 他有很多坏点子, 坏主意, 坏的手段。 他一旦觉悟了, 知道这个是不好, 不道德的事情, 转过头来, 他就当警察, 专门抓小偷。 他那一套东西, 他都会了, 那不就是转成智慧了吗? 所以在一念之间, 烦恼转过来就是无量智慧。 不要怕烦恼多, 烦恼多, 换句话说, 转过来之后你的智慧就多, 要会转才行, 也就是一个用在错误的地方, 一个用在正当的地方, 用在正当的地方就叫菩提, 用在错误地方那是犯罪, 造作罪业, 那个错误了。 三十四, 本经唯一主旨, 在于无助, 已破我业。 观上说如梦之意, 可知做如梦观, 是贯彻到底的。 即是由粗而细, 由浅而深, 从初学至究竟。 一切行门, 皆不外此观。 观有即非有, 不可者有也。 观非有而有, 不可者空也。 本经唯一主旨, 在于无助, 这个在经的上半部就讲过, 应摩所住, 而身其心, 佛把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在前面已经都说出来了, 所以一步经的主旨就在无助, 已破我业。 佛门里面常讲到迷雾, 善恶的标准, 有很多人没搞清楚。 佛法里面讲善恶的标准, 凡是为我都是恶的, 凡是念念为众生那就是善的。 为什么为我就是恶的? 佛法要破我直。 你起心动念, 我, 摆在这个地方, 你哪一天才能够脱离轮回? 诸位要知道, 只要有, 我, 这个念头在, 你就出不了三界, 六道轮回你永远不能超越, 你有, 我。 所以佛教给我们, 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要想自己, 这是大臣的修学纲领。 起心动念都想到众生, 慢慢把我就淡掉了。 为一切众生, 我是众生之一, 一切众生都好, 那我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念念为一切众生。 善恶标准是这么定的, 迷雾标准也在此的, 起心动念执着我就迷了。 所以, 第一个就是要破我。 观上说如梦之意, 可知做如梦观, 是贯彻到底的。 即是由粗而细, 由浅而深, 从初学至究竟。 其实, 金刚经, 上, 可以说每一句, 每一个字, 都可以当作日常生活当中用功的观形, 这是这不经的好处。 所以佛在经上屡次地告诉我们, 受持独诵, 为人眼说, 乃至四句记, 那个四句记是指本经任何四句, 不是指末后这首记子, 它是指任何的四句, 四句就是一首记, 统统可以作为观形的标准。 这首记当然更好, 因为所举的这些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都知道这是虚幻不实。 梦, 是总说, 幻, 跑, 饮, 前面也一个字, 一个字分别说过。 总而言之, 说明所有一切法相是虚妄不是真实的, 把这个境界看作梦境, 实实在在是一个梦境。 我们把它看作梦境, 说实在的话, 还是隔了一层, 确实是梦境, 确实是虚妄, 决定不是真实的。 这个样子, 你的心自然就会清静, 也就是说, 心于一切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当中, 自自然然就不执着, 不分别, 可以放下了。 放下, 智慧就现前。 放下一分, 就透一分智慧, 放下二分, 就透二分智慧, 这是真实的智慧, 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光明。 我们今天智慧光明不能现前,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障碍住了。 只要一放下, 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就起作用, 就现前。 所以, 硬做如是观, 的确是非常重要。 如漏如电, 是讲所有一切现相存在的时间短暂, 极其短暂。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十年。 你这样想法错误了。 几十年当然比起无限的时空是很渺小, 很短暂, 但是你没有看出真正的真相, 事实真相没看出, 事实真相刹那生灭。 我在前面提示过, 我们的光阴过去不再回来, 那不是一场梦, 是什么? 去年过去了, 上一个月过去了,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 昨天过去了, 今天早晨过去了, 中午过去了, 下午过去了, 能再回来吗? 不能。 那不是一场梦, 是什么? 不要以为我这个身体还能够存在多少年, 我们身体存在是刹那刹那计算的, 不是一小时一小时计算的, 更不可以一天一天计算的, 刹那刹那计算的。 你才晓得是如漏亦如电, 才知道不可能存在, 这个经上讲的,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两句话的意思你就明白了, 冷言, 上讲的, 当处出身, 随处灭境, 就说这个意思。 这样做官,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管用, 而且是非常管用, 所以说这是, 贯彻到底的。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你能够做如是官, 正确。 非常正确。 这个官, 由粗而细, 由浅而深, 粗细浅深随着你的境界不一样, 因为你做官, 你晓得做官改变我们的想法, 看法。 官是观念。 我们以前都把它当作实在, 当作真实, 这是错误的观念。 以为我们的寿命很长久, 以为我们会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全是假的, 梦境。 什么东西你得到? 什么也得不到, 不但身外之物你一样得不到, 身体都得不到。 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 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尝试。 我们进这个佛堂来, 一个半小时出去, 细胞新陈代谢不晓得多少个了。 可见得我们进门来的身体跟出去的身体, 不是一个身体, 这是现在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身体都是假的, 何况身外之物。 把这些观念统统改正过来, 这叫做官。 想法, 看法修正过来了, 改正过来了, 当然我们的说法, 做法就跟着改正。 说法, 做法那是行为, 修行, 修正我们的行为。 粗细浅身随着你的境界再提升, 会, 由粗而细, 由浅而深。 换句话说, 你的境界年年不一样, 不但年年不一样, 月月不一样。 诸位要知道, 年年不一样, 年的时间比较长。 年年有进步, 你的功夫可以说得利了, 已经进入了状况。 年年不一样, 你自己会感觉到, 别的人也会感觉到, 从什么地方感觉到。 从相上, 心变了相就变了。 你的气色不一样, 你的光彩不一样, 你的身体健康不一样, 这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也就是说, 你要是真的能够做如是官, 你的相貌一天会比一天好, 你一年会比一年年轻, 你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所有一切病痛都会恢复正常, 这一定的道理。 你的心清静了, 清静心变出来的相就是正常的。 你为什么会有病痛, 为什么会那样? 妄想, 清静心破坏了, 里面的香也破坏了。 这是很明显能看得出来的。 功夫更要得力的话, 越越不一样。 到越越不一样, 你自己充满了信心, 真正, 法喜充满, 你得到法喜, 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这个快乐, 幸福, 绝对不是物质, 不是从外面境界, 是从你内心里头生出来的。 从初学至究竟, 从时性位, 时柱位, 时行位, 时回向位, 时地位, 不断地向上提升。 一切行门, 皆不外此观, 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 都不能离开这四句的观法。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124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12月4。 请先开经本二百七十八面。 三十五, 观空有一切如梦。 果能于一切有畏法, 有即非有。 何妨于一切无畏法, 非有而有。 此之位大作梦中佛事。 学人出下手, 便作原顿妙观, 不执时, 不执虚, 不执无。 即是本经所说, 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亦空到底矣。 设有不住有, 行空不住空, 则如如不动矣。 便是只观双运, 定会均等。 继而长照, 照而长计。 这个注解到这个地方, 可以说对全经做一个总结, 当然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能够将这几句体会的, 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可以说是全经修行的要令你都掌握到了, 金刚经, 的精髓无出于此。 行门当中, 最重要的是修观, 就是把观念改过来, 观念修正过来。 一切法不外乎空有两大类, 所以用空有就把一切法全包括尽了。 不但有为法是梦幻泡影, 这是经上告诉我们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无为法也是梦幻泡影, 相宗百法里面讲六个无为, 六个无为当中有五个无为法是梦幻泡影, 不是真实, 我们叫它做相似的无为, 唯独, 真如无为, 是原诚实性, 是真实性, 只有这个真实。 但是, 真如无为, 没有香, 也没有念, 换句话说, 它虽然是真实永恒的存在, 可是我们六根都怨不到, 眼见不到, 耳也听不到, 连心想也想不到, 所以也可以用一个, 空, 字来代表。 说, 如梦, 这个意思说明决定不能执着。 梦境有没有? 梦境有。 虽有而不识, 你执着就错了, 不执着不碍事。 所以下面这个解释就说得好, 果能于一切有为法, 有即非有, 一切有为法, 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正庄严, 我们眼前所见的, 所接触到的, 全都是有为法。 有, 是说它像有, 它有这个现香, 无, 是说它信无, 它没有自信, 没有自体。 只有幻香, 没有自体。 而且幻香, 我们一定要晓得, 它只是生灭的香续香而已, 这说明即使幻香也不存在, 真的是,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才是事实真相, 所以, 有即非有。 换句话说, 有跟非有是同时的, 是一不是二, 这个通常我们讲, 入不二法门, 它是不二的。 能于一切法这样的看法,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这是如来之见, 诸佛如来看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也要这个看法, 不能把有为法当作真实, 当作真实是绝大的错误。 何妨于一切无为法, 非有而有。 无为法是讲的体性,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里什么都没有, 虽然没有, 它能够随缘现香, 它有这个作用, 所以性虽然空迹, 它不是死迹, 它是活活泼泼的, 随缘现实法界的香, 随缘现一真法界的香, 非有而有。 非有而有, 是从性那一边说的, 从体性上说的, 有而非有, 是从现香上说的。 性香没有妨碍, 空有没有妨碍。 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 上告诉我们, 理事无碍, 体性是理, 现象是事, 理事无碍。 通达理事无碍, 你就不迷惑了, 如果两边都不执着, 你在受用的时候, 一定达到事事无碍, 事与事也无碍。 现在我们对于事事无碍的理论明白了, 懂得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无碍的境界。 为什么没有做到? 我们还是放不下, 还是有妄想执着, 所以我们事事还是有障碍。 假如把一切分别执着统统离开了, 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 也不再执着这个墙壁是实在的, 我们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 走得过去, 一点没有障碍。 为什么? 身是空的, 墙壁也是空的, 空跟空哪有障碍? 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一道墙就过不去? 认为身是有, 真有, 墙也是真有。 好了, 有就不能过去。 这个理我们懂得, 问题就是在放下, 我们放下的不够。 放一点点不行, 要彻底放下, 障碍就没有, 真正契入到无障碍的享受, 受用。 诸佛菩萨他们是现在人间, 是现在六道, 帮助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众生妄想执着, 不知道事实真相, 佛菩萨视线来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就是, 大做梦中佛事, 诸佛菩萨执不执着。 不执着。 虽不执着, 他装作执着, 像唱戏一样, 他表演, 他是现一个凡夫, 就要像凡夫的样子, 才能帮助这些凡夫。 菩萨要度恶鬼道, 一定要现恶鬼的样子, 不现同类身, 就没有办法帮助那一类的众身。 帮助哪一类的众身, 一定要现那一类众身的身相。 虽现身相, 众身是夜暴之身, 他有苦受, 他有苦乐忧喜舍的感受, 而菩萨视线没有, 却确实实没有, 菩萨就像经上讲的, 梦中佛是水月道场, 他确实没有苦受。 没有苦受, 他也要装着有苦受, 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我们在经上读道, 佛不打妄语, 释迦牟尼佛不是三千年前 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成佛的, 不是的。 在, 梵网经, 上说, 他老人家到我们这个世间来试现成佛, 这一次是第八千次, 所以他成佛是九远结旧成佛, 这一次来唱戏, 来表演, 哪里是这一世成佛的? 梵网经, 上给我们透了这个消息, 第八千次。 所以他是视线的, 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佛在世曾经也断粮, 佛在世曾经也断粮, 没得吃。 这是经上有记载的, 他有三个月马脉之报。 遇到鸡荒, 人民都没有东西吃, 当然佛托波也托不到, 也没东西吃了。 吃什么? 吃马吃的, 我们大陆过去叫马肝, 就是马吃的麦子, 那个麦很粗, 平常没有人吃的。 在荒年的时候, 佛托波曾经吃马麦, 这里面佛就告诉我们因果不昧的一段公案, 在中国恐老夫子在成绝粮。 事出世间圣人, 大圣大贤也有时候在物质生活上遇到困难。 佛菩萨这是世现的, 告诉我们因果不空, 要我们晓得这个道理。 这些话, 学佛的同修多数都能道出, 都能说得出, 多数也都大致明了。 可是平常,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依旧是迷惑, 为什么会迷惑? 说实在的话,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搞清楚, 没有真正明了。 对于因果报应之事, 之理也没有透彻明了, 于是警觉心不够。 无始劫来, 自己烦恼习气非常深重, 这是麻烦事。 所以境界现前, 烦恼起现行, 佛法所讲的忘得干干净净。 事情做错之后, 也有不少人后悔, 后悔无济于事, 你的因众下去了, 将来还是要受果报。 佛表演给我们看, 成了佛也要受果报。 所以古德交给我们,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个就很有道理, 我们要想到, 希望世间人怎么对待我, 我就应当如何对待大众, 这一个道理。 我希望别人对我好, 我自己对人不好, 哪有这种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一定要明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佛菩萨给我们视线, 表演, 无非都是说明这个事实。 所以觉悟的人, 梦中佛事, 日常生活也叫, 梦中佛事。 佛事觉悟的意思, 不迷。 自己日常生活, 工作, 处事待人接悟, 都是觉而不迷, 静而不染, 这就叫佛事。 穿衣, 吃饭都是佛事。 学人初下手, 底下一段好, 前面是讲了一个大前提。 底下这几句非常难得。 我们是初学, 初学的人常常想, 我从哪里学起? 是不是要从初级的学起? 像念书一样, 我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慢慢去念, 是不是这样? 在佛法里没有这些。 善导大师在, 观无量寿佛经, 上品上伸章, 里面讲的九品往生, 他里头有一段话非常有道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有九品差别? 他老人家讲, 欲缘不同, 这句话讲的我们心服口服, 是你遇到的缘不同。 我们今天遇的缘最殊胜, 遇到的是, 缘顿大经。 欲缘不同, 你遇到这个缘, 你就不要芝芝节节, 直结了当就成就了。 如果你跟一个小陈师去学, 那欲缘不一样, 你就得从人天小法慢慢学起, 从哪里? 从五戒十善慢慢去搞起, 这缘不一样。 我们要珍惜这殊胜难得的因缘, 金刚经, 这世顶法, 没有比这个更高, 更上的, 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 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 一下手就, 缘顿妙观。 缘, 是缘容, 缘满, 没有一丝毫的欠缺。 这样的经典不多, 我们展开, 大藏经, 缘顿经典太少了。 一般经典交给我们修行, 却确实时是按部就班, 由浅而深, 由义而难, 慢慢来, 这个法门没有, 这个法门交给我们是总纲领, 总原则, 就是, 看破, 放下, 直接在这里用功夫。 不执时, 执是执着, 时, 是有, 一切有为法, 明了他的真相, 不去执着他。 不执虚, 虚是空。 这就是空有两边不着。 就是肩法而论, 六道里面欲界, 色界是有, 我们不执着, 不执时, 无色界是空, 无色界也不执着,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你就超越轮回了。 轮回里头怎么回事情? 就是执着空有两种人, 他出不去。 我们要晓得, 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 就我们自己本身而言, 我们有过去是, 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 三世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 过去还有过去, 过去无始, 无始节来到今天, 过去身中不是没有修行, 不是没有文法, 也文法也修行, 为什么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轮回那个关口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在六道里面, 诸位如果很冷静地想一想, 你也曾经在天上待过, 你也曾经做过天王, 也曾经当过上帝, 这真的一点都不假。 你也曾经下过地狱, 六道里哪一道没有去过? 变畜生, 变恶鬼, 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超越。 就是空有两边总是执着, 总是不肯放下, 只要你空有两边不执着, 不学佛也超越轮回了。 所以, 不一定学佛才能成就, 不学佛没成就, 没有这个话。 不学佛的人成就的是什么? 我们佛们叫他做独爵, 他没有接触过佛法, 他也懂得, 他也能够超越达到这个目标, 称他做独爵, 在佛门把他归纳到辟之佛这一类。 所以我们深深世事不能成就并跟在此的, 这下我们搞清楚了。 如果这一生当中还是不能放下, 换句话说, 你依旧不能突破。 我们念佛求往生, 往生也要放下, 空有两边放不下,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把你拉去, 还是去不了。 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两边不着。 不知无, 无, 是不执着也不执着, 这叫一空到底。 还有一个, 我两边都不执着, 你还是执着, 执着各两边都不执着, 还是出不了三界。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修学的要领, 就是这三句。 空有两边不执着, 并不执着也不执着, 你的清静心就现前了, 经上讲得很好, 信心清静, 则生十相, 你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现前了, 十相般若就现前了。 般若智慧在哪里? 不是在, 金刚经, 里头, 是在自己清静心里面, 只要恢复清静心, 智慧就现前, 所以说一分清静就透一分智慧, 二分清静就透二分智慧。 怎么清静? 放下耳机。 这是把, 金刚经, 修学的方法, 也就是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他们修学的要领, 为我们说出来。 即是本经所说, 无我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这就是前面教我们, 圆顿妙观。 原来圆顿妙观就是不值时, 不值虚, 不值无。 这就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无我相, 不值时是无我相, 不值虚是无法相, 不值摩是亦无非法相。 我法非法俱空, 这是, 亦空到底。 圆顿妙观就在这部经上, 这个理论方法都在, 金刚经, 里面。 这下面是交给我们,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落实在生活上, 要怎么做法。 设有不住有, 我们每天生活从早到晚, 工作, 待人接物这都是有, 离不开我们现实的生活。 生活一切都照常, 我们原来是怎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无需要改变, 原来做些什么工作也不需要改变, 照常去工作, 照常去生活, 那个观念变了。 观念怎么变? 不住有。 金刚经, 前面交给我们, 应摩锁住, 不住就是不执着。 我们在生活里头再也不执着, 以前在生活里念念都执着, 念念都计较, 所以妄想, 分别, 执着, 烦恼重重无尽, 这个日子过得很苦。 现在能够一切都不执着, 你就自在了, 你就感觉得很轻松, 你的生活很自在, 工作很轻松。 在应酬当中, 你就显示得真正幸福美满。 行空不住空, 世间人大概执着有得多, 空他还没有想到。 行空不住空是对谁说的? 对一些修行人说的。 无论大臣, 小臣, 修空观的人, 佛在这里告诉我们, 空也不能住, 也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说实在的话, 世间的四空天, 四空天谁去的? 修行人去的, 不是修行人去不了。 四空天在世间禅定里面是高级的禅定, 他为什么不能出离三界? 他执着空向。 初离三界之人, 也有不少还是住着空乡的, 像阿罗汉, 辟知佛, 我们在经上看到佛说他们正入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 是什么? 就是空。 一些大臣经上佛对他们的批评, 说这些阿罗汉, 辟知佛教教崖拜种, 这是责备他们的话, 堕无畏坑, 堕, 是堕落, 无畏坑, 就是空, 堕落在无畏坑里面, 执着空。 执着空的毛病在哪里? 没有进步, 他的功夫到那里停止了, 没有进步。 要停止多少时候? 那就看他的定功。 世间四空天, 四空天最少的是我们讲的二万大节, 最高的飞响飞飞响触天是八万大节, 这么长的时间, 它不起作用, 毫无进展, 可惜时光浪费掉了。 小城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 住在偏真涅槃两万大节。 辟知佛善根比他深厚, 比他聪明一点, 住在空箱里面一万大节。 他们那个时候才后悔, 才回小巷大, 再继续不断地来修学。 住到空的时候, 所有一切都停顿, 这是个错误。 行空不住空, 这是菩萨, 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 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 所以二圣人声闻, 原觉, 他们把偏真涅槃当作如如不动。 四空天就更差了, 把四空天的境界误会以为那是斑涅槃, 以为那个是如如不动。 这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把这个境界当作佛果地上的境界, 误会了。 他堕落进去就很不容易出来, 也就是不容易觉悟, 那里面没有佛说法, 没有菩萨在里面帮助人。 所以真正的如如不动, 动于不动是亦不是二, 那叫真的不动, 这是真正的理想。 这个意思很深,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不能发生误会。 便是只观双运, 定会均等, 只观, 定会都是佛门修行的纲领。 指, 是定, 我们一般讲的放下, 观, 就是会, 观是观照, 只观跟定会是一个意思。 只是把所有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止住, 止息, 所以它就是定的意思。 观是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它样样都知道。 所以, 发生误会。 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那是教学的方法, 是提醒我们自己, 作用在此地。 供佛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 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 供养老师的像, 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 所以是提醒自己。 第二个意思是见贤私奇, 他是凡夫, 他能修成佛, 我为什么不能成佛? 我要向他看齐。 这两个意义, 我们不可以不晓得。 供养佛像有香花, 撞番, 饱钙的供养, 种种庄严俱, 这些都不重要, 供养俱里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 什么都可以不供, 一定要供一杯水。 水也是表法的, 代表什么? 我们的心跟水一样, 要清净, 要平等。 心在清净, 平等, 不起波浪的时候, 就是止, 就是定。 定心就是水平的水, 它的作用是能照, 外面的境界相都照在里面清清楚楚, 那就是观, 就是照, 明了。 心不清净, 你就起不了照的作用。 照是智慧。 智慧从哪里来? 从定来的, 从清净心来的。 心地越清净, 你对外面境界就越清楚, 这不是学来的, 照见, 哪里是学来的? 真实的智慧不需要学, 是出世间一切法也不需要学。 为什么不学就会, 不学就能通达? 是出世间一切法不出自信, 都是自信变的。 既然是自信变的, 你有能力明星见性, 你哪有不会的? 哪有不知道的? 我们今天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往后两千年, 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东西方古老的预言, 中国预言可以推速到两千年前, 西方的预言也有几百年之久, 为什么它能讲得那么清楚, 说得那么准确? 这里头有道理, 预言家之所凭借的两个原理, 一个是数学, 这个涉及到高深的数理, 从数学里头推断的, 相当正确, 但是那个准确度不是百分之百。 另外一种预言是百分之百准确, 定中见到的境界, 它不是比量的, 比量是推测的, 它不是推测, 它是见到。 人在甚深禅定之中, 界限突破了, 时空突破了, 也就是说, 它能够看到过去, 它能够看到未来, 未来几百年, 几千年, 它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它不是推断的。 这种能力我们听起来很羡慕, 很了不起, 这神通广大。 佛告诉我们, 这个能力是我们自己的本能, 哪个没有? 个个都有。 有, 为什么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这个新的水在动, 所以你有波浪。 什么动? 贪甜吃在动, 是非人我在动, 是非人我是小浪, 贪甜吃慢是大浪, 所以你照的作用失掉了, 照的作用失掉, 就是你的智慧失掉。 佛教给我们什么? 把一切万元放下, 放下的目的何在? 我们的心逐渐逐渐平静下来, 恢复到平静, 你的能力不就恢复了吗? 所以, 我们供佛那一杯水是表这个意思。 时时刻刻看到我们的心像不像水一样干净, 不能有污染, 有没有像水一样的平。 我们的生活, 工作, 厨师带人皆勿用什么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水就代表清净心, 平等心, 这里头哪有迷信? 水不是供养佛菩萨给他喝的, 怕他口渴, 那你就错了, 哪有这种道理? 他是表法的, 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 这事如如不动, 这就是, 只观双运, 定会均等。 济而长照, 济是静, 是定。 像水一样, 在静的时候他长照。 照而长济, 他虽然照, 但是他的体并不动。 济跟照可以互为体用。 显示出不二法门。 济是体, 照就是作用, 照是体, 济就是作用, 它可以互为体用。 在初学, 我们前面曾讲过看破, 放下, 看破是照, 放下是记。 放下, 心就清净, 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 放下一分, 就有一分照的作用, 就有一分看破的作用, 看破是属于照。 看破一分, 一定会帮助你放下一分。 看破, 放下就是此的讲的即语照, 定语会或止语官, 都是同样的意思, 要懂得交换的用功。 用放下帮助看破, 用看破帮助放下, 这样交互用功,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 这是佛在金刚般若会上教给我们用功的方法, 这个方法确确实实是圆顿大法。 三十六, 一步, 金刚般若, 无助妙止, 全在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上。 欲达到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全在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坐如是观赏。 一切学人, 当从此观, 随顺而入。 此观, 正是金刚智慧。 硬如是受持, 如是眼说。 永永流通此少龙佛种之无上大法也。 一步, 金刚般若, 无助妙止, 全在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上。 这两句经文, 前面我们已经说的很多, 这个地方做总结。 不取余相是功夫, 修得, 如如不动是信德, 信修不耳。 如果用前面记照来讲, 如如不动是记, 不取余相是照, 如如不动是定, 不取余相是会。 全经在总结, 佛把这两句话传授给虚菩提尊者, 虚菩提尊者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人, 传给他就是传给我们。 如果我们肯接受, 接受了就要去照做, 把它应用在生活上。 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 就是学如如不动。 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如如不动? 全在不取余相。 不取余相就是, 不执实, 不执虚, 不执无, 本经里面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 无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这才是不取余相。 欲达到不取余相如如不动, 全在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漏意如电, 硬做如是观上, 不取余相是放下, 你为什么放不下? 你是把一切有为法当作真实, 所以没有办法放下。 这四句既是观会, 属于看破。 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 如幻, 如炮, 如影, 虚空如幻, 国土就是世界如炮, 色深如影, 不是真实的。 存在的时间刹那生灭, 如漏如电, 真正是,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如果能常做如是观, 你就会做到不取余相。 你真能做到不取余相, 你就恢复到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是真如本性, 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人讲一心不乱, 如如不动就是一心不乱。 如如不动现前了, 不但超出六道, 也超出十法界, 那你就入本经所说的, 诸佛如来的地位。 金刚经, 上讲的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是怎样的人? 如如不动现前, 这个人就是诸佛如来。 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 深广无尽。 一切学人, 当从此观, 随顺而入。 金刚经, 总结就是这两句遗迹, 两句就是,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一记就是,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如漏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全经到最后就是这六句做总结, 全经所说的不外这六句。 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意思搞明白了, 要从这个地方修观, 把我们的思想, 见解, 观念修正过来, 随顺而入。 这个修学是一切时, 一切处都不能忘记。 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外,